心意也窄 众俗人朝朝我独昏昏 所有人都看起来很聪明 把世道看得很清楚 都能找见自己的利益 唯有我昏昏然 不知该如何的 俗人查查我独闷闷 所有普通人都觉得 他把事情看得非常清楚 明察求好 眼前的东西 一点利益都不让他丧失 而我独闷闷 什么都看不清楚 反正看见远处的人 一定看不见近处 所以他总是栽造沟里 所以他说 众人皆有矣 而我独晚且必 众人什么都有 而我自己什么都没有 我独疑于人 而贵时母 他说我独自一个人 跟大众不同 但我的高贵之处在于 我依赖道 因为我前面讲过 老子用母 用女性 形容道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 老子的思想 不仅在数百年后 指导了整个汉帝国 文明奠基之初 而且为我们两千多年后的人类 产生思想 启迪 我们下面 略说一点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的话题 我放到直观层面上 稍微说一下 老子学说 他的特点 老子作为一个重量级思想家 他说的每一句话 你都不敢轻视 比如他讲滞后 他说保持低级状态 不要向高级状态挺进 大家想想我刚才讲的 低弱代偿原理 弱化演运原理 他实际上就是我前面讲过的一个表述 叫越原始越低级的东西 越具有 奠基性 决定性和稳定性 不就是这样吗 反之 越高级越进步的东西 越具有失文性 动荡性和摇荡状态 失文状态 是不是这样 我举例子 你今天可以没有电脑 可以没有汽车 你敢没有粮食吗 粮食是人类最原始最低级的造物 但它却是人类生死有关最重要的资源 我再举例子 我前面讲辩证法是人类履性逻辑的最低级阶段 但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 我们面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事物 我们不由自主的使用的都是辩证观念 是因为越低级的东西越有用 大家想想我上课的时候讲 进步论是西方搏来品 它是由于地中海地区是一个开放地貌 自古就过度交流快速进步 因此它把最原始的文化思绪丢失了 因此它产生的基本观念 基本文化格调是进步论 可我讲 有谁考察过 你凭什么说进步的东西就是好的 我们今天借老子之言来考察进步论 我们会发现中国原始文化中 保守论思想之深刻和价值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持有西方进步论的观念 可能是深受毒害 那么我们看越原始越低级的东西 越是你要维护的东西 想想欧洲前些年发生金融危机 谁最安稳德国 瑞士 为什么 德国保留了传统产业 瑞士保留了传统手工产业 结果他们不受这场文明风波的动荡 大家再看看美国在干什么 从奥巴马到今天的川普 召回美国传统产业 而且美国一直用高额补贴 最原始产业 第一产业农业 迄今美国是世界上农业产出品 出口量最大的国家 由此奠定它世界最强最稳的国机 干什么 寻求滞后稳定效应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今天的很多观念是有问题的 比如创新 什么叫创新 我们一般人总是认为创新代表未来 别搞错 世界上可不是我们人类才创新 如果没有38亿年的生物变异 我们可以把它视之为生物创新 地球上何来人类 但是你考察一下生物史上的变异存活率 变异带来的是什么 畸形 畸变 因此性增值最主要的表现是什么 是遗传原样拷贝 副本母本的基因 生物变异虽然创造了复杂的生物链和高等生物 但你一定要知道 从生物学上检测 生物变异被自然选择存留的概率竟然不到百分之一 也就是任何发生变异的生物 百分之九十九的概率都是被自然选择淘汰 可见创新是什么 创新首先是风险 其次才代表前途 而且创新的前途是一个更薄弱 更失稳 更摇荡 存在度更低的前途 是一个物种死灭速度越来越快的前途 这就是为什么老子讲 不敢为天下限 所以我希望各位深刻理解老子学说 因为它关乎人类生死存亡 因为它关乎人类下一期文化和文明 再造的一个基础理论和逻辑路标 好 我们下面对这几课做总结 所谓思想家反动 它实际上是什么 它相当于给人类后脑勺 装了一双后世的眼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要知道我们人类视野只有前向一百八十度 在生物学上叫后世盲区 要知道低等动物甚至中等动物 它们的眼睛是长在两侧的 比如鱼 比如马 它的哪一个眼睛有一百八十度的视野 两个眼睛合成三百六十度的全视野 因此鱼不用回头 它就能看见后面鲨鱼在追赶它 因此你最好也不要在马屁股后面捣蛋 马不用回头 一台蹄子一定踢到你的要害处 那么人类为什么失去了前向一百八十度的视野 是因为在上千年前 灵掌目猿类逐步进化 到人类三五百万年前成直立人 这个过程是它的生存状态越来越险恶的进程 大家想 一个直立的猴子突然从树上掉下来 它最初是一个螺拳腿 它上树已经够不见果子 追动物它又没有动物跑得快 它立即面临生存危机 它怎么办 它只有一个办法 通过自然选择 把长在两侧的眼睛逐步掉向前方 为什么把两侧眼睛掉向前方 是智化求存的一个重要举措 是因为用两个眼睛平视前方的一个对象 你才能够产生对前向物体的精确距离测量感 因此你如果得了眼病 医生给你一个眼睛上扣上一块辅料 我建议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开车 因为你会莫名其妙的追尾 因为你对前向物体失去了距离测量之感 那么思想家反动实际上是什么 保持低等生物360度全视野 由于人类失去了后向视野 凡人也就丢失了后向思维 思想家保持在思维状态的全视野 于是被我们常人感觉为反动 以至于反动到我们都不敢说他反动 然后去曲解他的程度 这个东西叫思想反动 所以千万不要随便指责眼界不同的人 指责他只说明你眼界狭隘 中国古代形容孔子和老子有两句名言 叫无孔子则无英雄之进去 无老子则无英雄之首成 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人类高度成功 高度发展 在座各位 我想相当一个比例 也算得成功人士 可是你要记住 如果你是成功者 那么你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进去 而是守成 其实今天的人类相当于今天的成功人士 对人类而言 也有一个克制自己消极作为的状态 他得深刻理解老子消极哲学私敬的深渊内涵 老子书中有一句名言 不孝不足以为道 意思是说 他的学说 如果不为常人所耻笑 那就证明他离道还很远了 我今天所讲的东西 距离一般社会舆论和一般说法和一般文化见解 相距甚大 可各位要注意 我讲的东西可能离到很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好 我们今天开课 我们今天讲西方哲学 我对这个课程先做一个说明 西方哲学课 是我们这课程里 唯一一节集中讲西方文化核心的课程 这个课程时间虽然不多 但是呢 这个课程非常重要 而且这个课程特别烧脑 烧脑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对这种思维方式缺乏了解 那么我们今天讲什么呢 我先做一个说明 我们今天不讲西方哲学的整体 这个课程需要二百多个学识 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我们今天讲西方哲学极处中数 也就是只讲西方哲学最极处的层面 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让大家了解 西方哲学 它的思路是怎样导出的 它的思维基础是什么 它的思维通道怎样得到拓展 它的思维效果是什么 或者我用一句话简单总结 就是你要找见哲学感 也就是如果你听这节课 听完以后 你对西方哲学基本有了一种感觉 你对西方哲学展开思维的模型 有了一种基本的认识 那这节课就算达到目的 有了这个基础 你至少将来能够翻开哲学书的时候 看懂哲学家讨论问题 他的出发点 他的运思方式和他得出结论的那个思维方式 所以我再强调 只是西方哲学极处中数 但即便如此 他也需要大家集中精力 深刻琢磨 这个课你才能听明白 那么我在上一节课里我已经讲 我说中国文化早已衰落 那么它还有什么价值呢 它是人类未来再造下一期文明和下一期文化的重要参考系 比如我上一次讲老子 讲老子的道论 讲老子的德论 讲老子的保守论 它是人类未来建构新型思想的一个基础 或者一个侧面 那么我又讲 我说西方文化绝不代表未来 因为它今天已经给人类带来强害 因此人类面临重大的下一期文化转型 但人类的下一期文化转型 一定是在当今主流文化 也就是哲科思维 哲学和科学思维 这个工商业文明文化基础上发生的 因此西方文化尽管不代表未来 但它却是下一期文明和下一期文化直接延续的断口 因此深刻掌握西方文化 它的形成过程及其当前状态 是你延展后续思想系列的基础 这是我们今天开这门课的关键 那么下面我先说一下哲学 哲学这个词大家很熟悉 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 我把它叫广义哲学 所谓广义哲学 用中国的原话讲 《易经》上有一段话 说行而上者未知道 行而下者未知弃 也就是只要达到行而上的思维 就叫广义哲学 所谓行而下 就是你直观看到的事物 所谓行而上 就是超出直观的思维 但是大家注意 我这样讲哲学 绝不是西方哲学 因为我们任何人一旦展开自己的感官 你感官后面的意识 立即就会把你的感官素材提升到一个你不自觉的总结层面上 这个层面一定是行而上的 我举一个例子 你在世界上见过马吗 你永远见不到 你见到的一定是黄马 黑马 公马 母马 大马 小马 马是一个抽象 在世界上 在世界上你是永远见不到一匹马的 你见到的都是具象的马 而不是马的总和 但是你一旦运用视觉 你立即得出马的观念 这个观念就是行而上的最初级的抽象 我想告诉大家的意思是 如果你把行而上视为哲学 那么它只是人类表层意识的不自觉生化 它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追究 因此我要强调 我们今天所讲的哲学叫狭义哲学 而我们大家日常生活中所讲的哲学这个词 通常是在广义上使用 那么广义上使用的哲学概念 我可以这样讲 一个人不用做任何学习 也不用做任何深思 你只要开口说话 你只要讨论的问题超出直观层面 都可纳入广义哲学的范畴 因此它距离真正的狭义哲学甚远 那么所谓狭义哲学 仅见于古希腊 这句话什么意思 要知道人类远古时代 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英比总结 世界上原始时代至少有六百种以上的文明 在这六百多种乃至数千种文明中 产生狭义哲学者 仅见古希腊 其他所有地区 所有文化类型 均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狭义哲学系统 因此我们今天所讲的哲学 绝非你日常生活中对哲学观念的那个印象 我们中国人建国以后 把马哲当作西方哲学来学习 哲学成为政治内容 大家知道政治是实际操作 是现实操作 它离物虚的哲学甚远甚远 哲学是纯粹的物虚 因此我们对哲学的理解极等于灵 因此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学者 叫钱中书 他曾经在他的《围城》这本小说中 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说中国只有哲学家学家 而从来没有哲学家 什么叫哲学家学家 就是研究某一个哲学家的学者 比如尼采专家 海德格尔专家 康德专家等等 这叫哲学家学家 真正的哲学家 是研究狭义哲学 通常人思维顾不到的那个深点上 所讨论的那门学问 才叫哲学 这是大家一定要分清楚的 而且我在前面讲过 我说中国文化传统上 不产生狭义哲学 也不具备基本的哲科思维 注意哲科思维这个词汇的含义 它的意思是哲学乃科学之母 也就是科学思维完全是哲学思维延展的产物 那么我在前面讲课的时候讲清楚 我说中国文化 它的基本思维叫技艺文化 技术和艺术文化 那么哲科思维 是一脉独到的思维 那么因此 我们讲哲学 只讲西方哲学史 我们讲中国传统文化叫东方思想史 而不用哲学史 这个名称的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为什么我们对哲学极其缺乏了解 是因为我们近代以来引入西方文化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最早学习西方文化的运动 叫洋务运动 所谓洋务运动 就是诗仪之常计以至仪 就是学习西方悠长的技术 或者科学层面 然后希望制服西方 我们是从这个起点开始学习西方文化 可是科学只是西方哲学思脉的 后续延展应用之表层 这就导致我们学习西方 从一开始就只留于西方 科学技术应用层面的皮毛层面上 这使我们对西方哲学的深入探讨 始终缺乏一个系统训练过程 到上个世纪出演 1916年新文化运动 胡适为中国引入西方哲学 胡适是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 可是他所引入的西方哲学 是实用主义哲学 大家知道这一脉思路 跟中国自古学以致用的思想十分接近 而他距离西方真正的哲学深层 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 严重的误导了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深究 建国以后 我们接着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当做西方哲学来学习 我在这里因此有必要先说明一下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的关系 首先大家要注意 马克思本人 他的学术研究的核心不是哲学 尽管他说他的学术组成部分 有三个部分 其中有一个部分是西方哲学 马克思整个研究的中心叫政治经济学 也就是说都不是纯粹的经济学 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社会政治结构的一门学问 用他的话讲 叫政治算术 马克思曾经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第一鼻祖佩蒂的学说 他说佩蒂开创了政治算术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 我承认 在这个方面 马克思达到极大的高度 而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尤其是讨论货币和价值这个部分 其运思方式 文笔的这个舒展程度 折思运用之巧妙 都令人惊叹 但马克思毕竟不是哲学家 要知道马克思毕其一生 除了他的博士论文 研究古希腊哲学家 伊比纠路这一片论文之外 我们几乎见不到马克思有专门的哲学论文 他也没有任何一本哲学专注 马克思只是哲学的应用者 而不是哲学家 我在这里想说明一点 真正的哲学家 甚至真正的科学家 请注意把科学家和工程师分开 真正做基础科学的人 他们都只关心认识世界的问题 绝不关心改造世界的问题 因为人类的智能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 他即使把他的全部智力调动出来 绝不做任何精力分散 他只是想研究这个世界如何运行 必其一生难以重彻 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研究哲学和科学 也就是研究深刻学问的人 绝不关心实用问题的原因 所以请大家记住 真正的哲学家只关心认识世界 绝不关心改造世界的问题 那是其他人的事情 那么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 他说此前的哲学只关心认识世界 而他的哲学要改造世界 这说明什么 说明马克思是哲学运用者 是哲学界的工程师 而不是哲学家 所以如果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当做西方哲学来学习 我基本上可以肯定你是哲学外行 而且大家还要注意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近代没有追随西方哲学主流和西方哲学基本问题纵身 这句话我讲到后面会做出解释 什么意思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叫辩证唯物主义 大家要知道 自底卡尔以后 除了洛克以外 基本上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唯物主义 因为这个时候 唯物主义者其实大多已陷入哲学外行 他们已经不知道哲学家在这个阶段在研究什么问题了 而我在上一次老子课中简单提到辩证法 辩证逻辑 辩证思维 它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低级阶段 我提醒大家想一想 即使你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你只翻中国先秦古典文献 你的哲学观是什么 你一定是辩证唯物主义 中国传统思维 始终是唯物主义 眼见为实 学以致用 它是我们中国文化原本的思维基础 大家再想想 即使我们不学习西方哲学 即使我们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展开思维用的基本方法是什么 一定是辩证法 因为从易经开始 中国逻辑学的基本架构就是辩证思维 换句话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给中国输入了新的哲学观念 而是把中国固有的哲学思脉加以强化仅此而已 请大家回想 我在上一次讲课的时候 我说中国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 我说农业文明一定建构的是非个人主义 也就是以社会群团为基础的社会构型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回顾 马克思主义学说 无论是社会主义 还是辩证唯物思维方式 其实都是中国传统社会构型和传统思想方法的加固 因此它是我们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突破我们原有的思想局限 它反而在更大程度上加固和遮蔽了我们对其他异类学术的理解 因此我讲这节课有一个必要 我得提醒大家 你把你脑子里原有的所谓哲学观念先腾空 我们从头开始理解西方狭义哲学 也就是从古希腊发端开始的那一脉思维方式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意义上建立最基础的哲学感 再则 由于哲学乃科学之母 大家知道新文化运动当时中国新青年提出的口号是两个东西 德先生和赛先生 民主与科学 也就是说从洋务运动 诗以止长计到新文化运动打出科学旗帜 我们中国人今天已经全面在教育上科学化了 以至于我们今天的国策都叫科学发展观 可我们不知道的是科学的基础是哲学 它是哲学斯脉的分科化大兴西量延展模型 如果你不知道哲学是什么 你也就从根本上不能理解科学是什么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今天全国陷入一种科学教的局面 也就是把科学变成了一门新的宗教 我把它叫科学教是一点都不为过分的 请大家想想 我们今天中国人对科学可以用信仰而字来表达 也就是科学跟神一样 只要说这个东西是科学的 我们就不再追究 我们认为科学就是客观规律 就是真理 可什么叫客观规律 什么叫真理 什么叫感知 什么叫知识 所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探讨过 所以我们对科学本身缺乏理解 我在西北大学哲学系做客做教授的时候 我曾经见到一个学生问我 什么叫科学 他告诉我 他曾经听过一个科学院士来做讲座 他在这个院士的讲座后面提问题 问这个院士什么叫科学 他说这是他听到关于科学最好的定义 这个院士告诉他 我不知道什么叫科学 由于科学的底蕴 他的思脉运行不在科学应用层面上流淌 这就导致如果你不对西方哲学思脉 有深刻的钻研 你根本就不知道科学是什么 你甚至会对科学产生重大误解 这也就是为什么建国以来 我们从小学中学大学全部是按照科学思路学习 我们派出去的中学生参加世界奥林匹克 物理化学这些竞赛 常常拿头三名 可是我们在科学的创新和发明上却贡献极小 原因是科学基层的思脉 我们缺乏理解 因此我们今天这节课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工商业文明基础思路的补课 请注意我这句话的意思 我上次讲 我说工商业文明对应的基本文化和思维方式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科学化的原因 因为我们今天进入工商业文明 它是跟工商业文明对应的思想方式 但是你如果缺乏对它内在深层结构的了解 那么你也就不能真正的理解工商业文明基本思绪 及其这个思绪展现的效果 问题乃至发展前景 真正要把西方哲学这门课讲清楚 其实是有很高难度 因为如果一门学问 你站在下面仰望它 这就像你站在山下看一座山 这座山你是永远看不清楚的 你要想理解和把握一门学问 你必须站在比它更高的高点上 俯视它 你才能看清这个事物的全貌 这也就是为什么 西方哲学这门课 许多专业老师都讲不好的原因 是因为你高山洋指仰望这个东西 其实表达着你对它无法理解的尴尬 因此我们今天站在一个 要比西方传统哲学更高的高点上 俯瞰西方哲学 这个话题才能真正深入 哪怕我讲这个话题 也只是讲它的基础综术 你也必须具有这种俯视的眼光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下面我们进入西方哲学极粗纵数 什么是哲学 我们先看一些西方哲学家所说的一些评论 树本华讲 他说对一个人而言 假如他看见的众人和万物都不曾实时看上去 仅仅是幻象或幻影的话 他就不会是一个拥有哲学才能的人 请大家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 如果你看待外物 你视之为真实 你认为眼见为实 那你就离哲学很远 西方哲学的起点 是说我们看到的世界全是幻象 全是假象 这是探讨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起点 请大家注意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 叫眼见为实 仅这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就把哲学大门完全关掉 请大家想想什么叫眼见为实 要知道我们人类的眼睛是从亿万年生物进化过程中发展而来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抱着眼见为实的态度看待这个世界 那么你和动物没有区别 所有高等动物都是眼见为实 我们的眼睛 只不过是动物眼睛的继承 所有动物都眼见为实 那么如果你认为你眼睛看见的就是真实 请记住 你的所有见识 你的所有知识 只停留在动物般的失变反应状态之中 也就是你仅仅建立在ABCD不同物相的鉴别之中 却没有进入思索之中 因此请记住 如果你看见的万物不是幻象或幻影的话 那么你就离哲学很远 好 我们再看 罗素说一句话 他说究竟有没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 还是看来仿佛是智慧的东西 仅仅是极精炼的愚蠢呢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很有智慧 我们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运用智慧 可什么是智慧 这个问题有谁探讨过 智慧为什么而发生 怎样运用才叫智慧 智慧运用的结果是什么 为什么运用智慧常常导出愚蠢 像这些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思索过 可哲学家竟然一开端 不相信眼睛 接着不相信智慧 他们要对智慧本身加以琢磨 这是哲学的入门级问题 好 我们再看 亚里士多德讲 他说 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 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精益 大家听这句话很平常 我想问一下各位 有谁今天看见世界上很普通存在物 你会产生精益的兴奋感 我们看一个人成熟与否 通常是这样判断 就是当他还处在幼稚阶段的时候 比如小孩 他看任何东西都觉得惊异 都觉得奇怪 他不断的提出问题 问为什么 问谁 这是一个孩子幼稚状态的表现 一个人成熟了 成年人了 他的一个重要标志 就是他看万事万物都势指当然 他不再产生疑问 这是成熟的表现 可亚里士多德偏偏讲 对自然万物任何事物 始终保持精益和追问感 才是哲学的起点 换句话说 成人了 没有精益感了 不再追问了 这叫思维封闭 达到这一步 相当于你彻底丧失哲学头脑 康德说一句话 他说哲学家的事业 正在于追究所谓自明的东西 就是哲学家在干什么 他在追问那些 不问而自明的东西 就是不构成问题的问题 才是哲学家要追问的东西 我举例子 比如什么叫物 什么叫知识 我想所有人都认为 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可你深想一下 你能说清什么叫物质吗 你能说清什么叫存在吗 莱布尼兹问过一句话 为什么存在者在 而无却不在 什么叫存在 什么叫无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我们整天运用知识 什么叫知识 修默曾经做过一个证明 证明一切知识都不成立 这才引出 康德对什么叫知识加以探讨 居然构成厚厚一本书 才说明什么叫知识 我再举个例子 请到各位想想 什么叫证明 我们所有人都想 这还能成问题吗 成问题 我们一般人认为眼见为实 眼睛看见了 这就是证明 当我说这儿有一只杯子 我又拿眼睛看见了 那么这个杯子在不在这儿的问题 就证明完了 可这不叫证明 一切学问仅仅是一个证明系统 如果你眼睛看见就完成证明 世界上还会有学问吗 这就是我前面讲 动物展开视觉 就已经完成了眼见为实的一切证明 可它仅仅是动物的非智慧生存状态 请记住 一切证明都叫逻辑证明 那么什么叫逻辑证明 怎样展开逻辑才能达成证明 但凡没有证明的东西都是虚假的东西 请问什么叫证明 这些所有人认为不成问题的问题 恰恰是哲学家要深究的问题 好我们再看 何西里说一句话 他说不可知论 是唯一可靠的哲学 当然这句话定不全对 但他说明一点 就是在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呢 他们秉持的基本观念是不可知论 这跟我们中国人的知识观念 刚好相反 我们认为所谓知识就是得出确定结论 不再发生动摇的那个思绪 也就是我们认为 一切知识一定是由确定答案的东西 才叫知 可这和西方哲科思维恰恰相反 西方知识界的主流思维 是不可知论 也就是说 他们创立了整个科学系统 然后他们却说 世界是不可知的 请你想想 他们所说的科学是什么 西方流行一句话 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 他的意思说 我们一旦展开我们的感知 我们一旦觉得我们有所知 我们就陷入愚蠢和可笑 可见知识本身 是一个需要无穷追究的深刻话题 而能迟疑不可知论看待世界 表达什么 表达对一切确定的知识和结论 永远持怀疑态度 这就是我上次开课就讲 如果你以前的知识是确定的 如果你从小学 中学 大学 我们的应试教育过程中 从来得出的观念 就是有标准答案 那么你距离真正的哲学 甚至你距离真正的科学 都十分遥远 米西来讲 他说行而上学 就是一种有条理的把自己导入原理物中的艺术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旦你有确定的看法 你就脱离了求知 一旦你不断的追究 你就会把自己导入原理物理 你就得不出确定的结论 可当你被导入原理物理的那个状态 才是哲学的 或者说求知的状态 因此我在这里想说 如果你听这两天课 听完以后 你被导入原理物理 这节课算你听明白了 如果这节课听完 你又得出了一个新的真理 你又得出了确定的答案 这节课你没有听明白 赫拉克利特说一句话 他说我听过许多人谈话 在这些人中间 没有一个人认识到 所有的人都离智慧很远 什么意思呢 要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甚至我们在非日常的 知识探究性谈话过程中 我们其实都没有调动 智慧的深层 我们其实都离 哲学家所说的智慧很远 我讲到这儿 大家应该明白 哲学是一种 智能运动的 非常规 特殊调动 这个东西 才是狭义哲学的基本状态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 看世界 欢迎收听 王冬月的中西哲学 启蒙课 我们下来说一下哲学 这个概念 哲学 philosophy 他是希腊文 philure和sulfure 这两个词的合成 他的philure是爱的意思 sulfure是智慧的意思 所谓哲学 叫爱智 最早运用这个词汇的人 很可能是古希腊第一位 唯理论哲学家 毕达格拉斯 近代日本明智维新 全面学习西方 他们最早把philosophy这个词 用中文翻译为哲学 大家知道 在明智维新以前 日本学界的主体 使用的文字都是中文 日本片甲明 当年是泛富走足 普通老百姓使用的文字 学者用的都是中文 他们当年用中文 把西方philosophy这个词 翻译成哲学 应该说翻译的非常之好 因为哲这个字 在中文古译上 就是明智的含义 所以哲学 就是智慧之学 这个词翻译的非常好 但是我如果讲到这儿 你仍然不知道哲学是什么 问题的关键在于 什么叫爱智 我首先想在这里说一点 大家一定要知道 西方近代所有重要的科学家 我指的不是应用层面的工程师 他们一定是对西方哲学有深刻了解的人 我给大家举例子 牛顿经典力学 他的原著书名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牛顿丝毫不认为他在做科学 他认为他在研究自然哲学 我再举个例子 爱因斯坦 有人曾经问爱因斯坦 说你的相对论是什么 爱因斯坦这样表述 他说 宇宙就像一个打不开表壳的表 你永远不知道宇宙是怎样运行的 我们一切做科学的人 只不过是站在这个打不开表壳的表外面 不断的模拟这个宇宙之表运行的方式 什么意思 就是科学绝不是客观真理 宇宙这个表壳你是打不开的 你看着它的运行 你只不过做了一个逻辑模型 然后去揭示它运行的可能方式 我仍然拿表做例子 大家知道表的运行可以有多种方式 机械表拿磁轮带动 电子表用电子震荡方式带动 原子中 比如今天最精确的中 它用的是原子色这个东西 色这个元素每秒钟震荡90亿次以上 然后把色元素的震荡频率 作为时间校准的基点 所建立的那个宗教原子中 因此它的精度极高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人类缔造的表 可以是各种形式 可是你永远不知道宇宙这块表是怎样运行的 你在外面的猜测 永远只是对他的猜测 这是爱因斯坦的表述 爱因斯坦在一本小册子 叫相对论的真理 这本书中他讲 他说一切科学和心理学一样 他只不过是让自己的经验和逻辑系统达成融洽 他没有说和逻辑系统达成融洽 我的逻辑系统和客观本真达成融洽 他说只是让我的经验系统 也就是感知系统和逻辑系统达成融洽 他说这个东西叫相对论的真理 我想说明什么 我想说明在西方真正懂科学的人 他一定有一个基本的哲学思维在前面 他跟我们的科学观是全然不同的 可恰恰是这个全然不同的科学观 实际上是底下全然不同的哲学观 导出他们科学的高深进展 我这样讲 大家还没有听懂什么叫爱知 那么我就再往下深说一步 请大家注意 自人类文明化以后 人类基本上有三种用智方式 第一叫信主 第二叫众德 第三叫爱知 我们先看信主 也就是信神 也就是在宗教信仰下整理文化 人类远古时代迄今 人类的主体部分 基本用智方式 大流上都是信主 也就是世界是由上帝 或者由主 由神 缔造的 我只要确信这一点 一切问题都得到化解 因此我用不着探究 因为上帝神已经把一切排布有序 这叫信主 大家听到这就应该明白 信主产生的第一用智效应 叫遮蔽和亚义 当然我在这里要做一个补充 在西方思想史上 神学 哲学和科学 一脉相承 也就是说 神学当年的那个追问 认为世界的终极是神 随后哲学要追问 神这个终极如何操纵世界 构成这个终极追问 叫哲学 因此早年的哲学 只不过是神学的婢女 也就是神学的女仆 而科学只不过是哲学 思脉的延展 换句话说 在西方思想史上 神学哲学和科学一脉相承 但大家要注意 这种对神学展开哲学追问的现象 仅见于古希腊 在世界其他地方 以及后来 古希腊以后 在近代西方继续延展 那么在其他世界任何地方 神学本身停留在追问终结状态 也就是神已经把所有问题回答了 只要我信神 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 这是在希腊以外 在近代西方以外的基本神学状态 我举个例子 大家知道公元七世纪 阿拉伯地区 形成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最初形成的时候 穆罕默德这个教团组织 同时是一个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 很快把阿拉伯地区组织 形成阿拉伯地区 在中国唐代 在中国唐代把它翻译为大石帝国 食品的事 大石帝国迅速扩张 占据整个中东地区 然后北非 两把钳子 一把突入欧洲东部土耳其这个方向 一把突入欧洲西部西班牙这个方向 前行攻势几乎灭掉欧洲 那么大石帝国在公元八世纪 占据埃及以后 他曾经把在古埃及遗留下来的古希腊文献 也就是当年在亚历山大里亚城 那个图书馆留下的文献 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翻译成阿拉伯文 结果导致希腊思绪中断 大家知道欧洲近代复兴 是从文艺复兴开端的 所谓文艺复兴 大家千万不要搞错 以为他就是达芬奇拉菲尔米开朗基罗 那你就完全搞错了 文艺复兴实际上是找回古希腊文献 和古希腊理性精神 这个东西叫文艺复兴 它是在十一十二世纪 欧洲人也就是基督教文明光复西班牙 然后开始了一场著名的拉丁文翻译运动 也就是用拉丁文 把阿拉伯文字保存下来的希腊文献翻译回来 这个过程启动了文艺复兴 而后来文艺界的人士 达芬奇拉菲尔米开朗基罗画家雕塑家 然后加上一批其他的学者文化学者 比如淡丁 比特拉克 布加丘 这些搞文学和艺术的人 通过他们的文学艺术 重新张扬了古希腊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 它使得大多数人认为 因为文艺这个东西比较容易影响大多数人 因此它深层的希腊斯脉的承传被人所忽视 其实文艺复兴是古希腊文献和古希腊理性斯脉 重新捡回欧洲 这个东西叫文艺复兴 那么阿拉伯人当年翻译了古希腊文献 阿拉伯有少数学者 也就是伊斯兰教徒 当年深入研究古希腊文献 这使得在中世纪欧洲陷入一片黑暗的基督教信主亚裔时代的时候 阿拉伯层面上曾经展露过少数极度理性的学者 他们在哲科方面达到极高高度 比如数学方面 比如光学方面 最早有所突破在中世纪 可是由于伊斯兰教 以信主为最高宗旨 它压抑了伊斯兰教整体文化状态的舒展 结果导致阿拉伯文化区域 伊斯兰教区域在信主亚裔状态下 根本不可能展开整个现代科学思想系统 这使得阿拉伯成为古希腊文化的传心者 也就是传递火把的角色 而他们自己的文化却渐去没落 请注意 信主是一种思想亚裔状态 不管在阿拉伯还是在欧洲 大家知道 古罗马后期 君士坦丁大帝 把原来备受压迫的基督教 确立为国教以后 这就是著名的米兰斥令以后 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 自那以后 西方逐步陷入黑暗中世纪 用黑暗中世纪这个词 确实非常不恰当 但是从思想张扬这个角度来讲 它确实是黑暗的亚裔时代 它说明什么 它说明信主文化在主流上 不是开发指挥 而是遮蔽和亚裔智慧的调动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 请大家看一下古希腊神话 古希腊那个时候也信神 他信的是众神 古希腊的神都显得非常可笑 非常幼稚化 他们嫉妒好色好斗 所有人性的弱点他们都有 他们只不过是人格在天空舞台上的另一重展现 或者说是人格的一个虚幻化调动状态 由于古希腊神学是跳皮的人类 在天界上的表征 因此古希腊当年的神学不构成亚裔状态 这使得神学反而成为古希腊智慧调动的一个启动点 我这个话什么意思 请大家想想苏格拉底 请大家想想彼达格拉斯 苏格拉底曾经讲 他说 当人用智慧调动到极端 追问到神内里 仍然不肯把休 而要想搞清神的能力所在的时候 就是哲学探讨问题的开端 这就是古希腊哲学跟神学的奇特关系 我再举个例子 比达格拉斯 比达格拉斯既是一个学团 又是一个教团 还是一个政团 他主政古希腊 可罗顿地区达二十年之久 他首先是一个神团组织 他所信仰的神叫奥菲士教派 那么他们研究他的哲学 在研究什么 他要研究神怎样运作世界 他是从这个角度追究神本身的运作能力所在 构成比达格拉斯数论哲学的全部系统 请注意我在这里讲什么 我讲了两点 第一 神学哲学科学一脉相承 哲学早期就是追问神学之终极 第二 这一脉追究神学终极思路仅建于古希腊和近代欧洲哲克发芽时代 而在其他世界任何地方 神学反而构成思维的亚裔和遮蔽力量 我们把这种构成思维亚裔主体文化形态 叫信主状态 这是人类早年用智的一个重大方面 第二叫重德 重德这一脉用智方向 最明显表达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上 我在上一次讲课讲明 由于中国东亚地区是最典型的农业文明 而农业文明会使人口蒙百倍暴涨 因为每一亩地上产出的人体可利用的能量 是你任由这一亩地长草 动物吃草 你再去狩猎动物 它可以给人体提供能量的260倍以上 这就导致农业文明一代开发 人口成百倍暴涨 人口暴涨 土地资源却是有限的 于是带来强烈的人际关系和资源关系的过度紧张 这就导致中国先秦时代的先贤们 把自己的全部精力使用在处理人伦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个角度上 从而导致中国先秦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 全都关心的是人伦社会问题这个话题 它表达为人际关系的整顿 我们把这一脉学问叫重德 所以中国从古迅导致讨论 社会关怀 成为中国文化的全部基础 甚至整体轮廓 那么这一脉文化就使得你在其他方面调动智力的通道 全部被堵塞 因此中国先秦时代一直到近代鸦片真正以前 中国很少有过自然学的整体追问 甚至文人士大夫 就是以文化为知智的这一个阶层 几乎没有人关心自然学问题 且不要说自然科学 连自然学这一脉的思路都基本全程空白 这叫重德文化 它很明显遮蔽了中国思绪的节外生枝的可能 所以孔子留下一句名言 叫公虎异端 私害也已 什么意思 他说重德文化以外的思绪叫异端 大家只有不断攻击异端思想 才会让他可能带来的害处被消除 可见中国文化在重德时代 对思想亚裔的程度何其之重 一切超出重德思绪之外的思路 通称为异端文化 所以孔子讲一句名言 在论语中被他的弟子记载 说 自不与怪力乱神 那些跟重德文化不相干的东西 孔子从来不谈 这是人类用智的第二种方式 第三叫爱智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叫爱智 哲学 它居然全部核心就是爱智 所谓爱智 就是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东西 都不在我要讨论的范围之内 我只讨论智慧本身带出来的问题 叫爱智 大家要知道 我们通常所有的人 我们的智慧是解决什么问题 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也就是在实用层面上要解决的问题 是我们使用智慧的主要方向 所以我们叫学以致用 可古希腊哲人认为 但凡是能够应用的学问 它就是学问的完成态 它已经不构成学者应该继续追究的课题 所以但凡能用的东西都是匠人的东西 学问只研究不能用的东西才叫学问 这种只研究跟用没有任何关系 纯粹的无用之学才叫哲学 它跟中国学以致用 知行合一的思路刚好相反 大家还要知道 我们中国人认为 一个文化 一个学说 得到大多数人理解 被大多数人承认 标志着它比较接近真理 可是在西方哲学界 在爱智文化里 恰恰相反 他认为绝大多数人是进不了这个层面 他认为如果你研究的问题是绝大多数人都能欣赏的问题 那就证明你离智慧还很远 我举个例子 牛顿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也就是经典力学万有引力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 由于其中的数学方程 微积分都是牛顿刚刚发明的 所以这本书最初出版的时候 西方各大学物理学教授 绝大多数人都看不懂 可是牛顿这本 绝大多数人都看不懂的书 却缔造了工业时代 我们今天把工业时代叫牛顿时代 工人做每一个此轮所运用的计算方式 都是从牛顿的这个经典力学中引申出来的分支方程 我再举个例子 培斯坦相对论达成 1905年狭义相对论完成 1916年广义相对论完成 几乎不产生任何反应 直到1919年 英国皇家科学院首席科学家爱丁顿 带领一批科学家 到非洲和南美洲观察全日时 因为你相对论讲 一个大质量的物体放在空间中 时空会弯曲 那么也就是说 一颗在太阳后面的星 在全日时遮蔽了太阳的光亮以后 这颗星按照爱因斯坦的计算 应该在太阳旁边看到 爱丁顿派两组观察全日时 果然看到一颗在理论计算上应该处于太阳后面的星 在太阳侧面看到 表明空间是弯曲的 光线走的不是直线而是曲线 计算结果都跟爱因斯坦预计的那个结果完全一致 于是爱因斯坦在1919年报得大名 全世界所有报纸头版都是这个消息 可这个时候爱丁顿宣称 世界上能读懂爱因斯坦文章的人只有两个半人 而他只属于那半个人 就是这个只有两个半人能读懂的文章 先对论成为今天整个人类宇宙观的基础 我们今天和时代电子时代也可以叫爱因斯坦时代 我想说明什么 我想说明大众文化离真正的人类私境很远 一个学说一个思想一本书越被大众理解 就标志着它离真理越远 请记住这一点 不要把通俗文化当作人类私境的高端 那么爱智 它是一种极端的过度的非寻常的智能调动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再做一层解释 要知道我们所有人 你的身体所有各器官都是有功能储备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心脏 我们心脏在静息状态下 比如你现在坐在这听课 你心脏的每分薄出量 就是每分钟心脏的薄血量 大约五升左右 它就足以维持你的生命正常状态 可是你在长跑或者剧烈运动的时候 你的心脏每分薄出量增加六倍 达三十升以上 这个从五升到三十升叫功能储备 要知道我们所有的器官都是有功能储备的 比如呼吸 你只有有一侧的肺足够你呼吸 严重的肺病病人把另一侧肺都全部切掉 不影响他呼吸 肾脏 两颗肾脏 你取掉一个 移植给他人 你绝不会发生尿毒症 这都叫功能储备 要知道人类的智力也是有功能储备的 我们所有人在正常情况下 你是做不了这种功能储备调动的 什么叫爱智 就是对智力功能储备部分加以调动 叫爱智 请注意我说两句话 第一 智能储备调动 难虎其难 第二 任何功能储备调动 都是有害的 比如你过度调动自己的心脏功能储备 比如你跑马拉松 跑得太过度 你可能会猝死 那么人类调动自己的功能储备 智力功能储备 也会带来巨大损害 我指的不是个人损害 我指的是对人类整体的损害 这个话题我们最后再谈 但是我现在在这里 我只想讲智力功能储备的调动 才叫爱智 要知道我们的智能 是我们在丛林中做猴子的时候 发育而来的 大家想想 你在丛林中靠狩猎和采集 采集植物 采集果子 狩猎动物 你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生活 你当年需要调动多少智慧 你和所有动物调动智慧的状态 几乎一致 没有分别 这才是我们智慧的常态 那么我们大多数人 其实就是在这个常态下运用自己的智慧 可爱智 狭义哲学 不停留在这个点上 他要认为这一类正常识变感知活动 全都在我要探讨的问题之外 我要把跟这一类常规用智活动全然不同的那个智慧底层 调动出来 加以发挥 这个东西才叫爱智 换句话说 狭义哲学 爱智活动 是智慧 是智慧 储备 潜能的过度调动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注意我讲这节课 哲学课 它的深度极高 我尽量不用哲学语言表述 我尽量把它用直观的科学的方式给大家表述 所以叫基础纵数 我的目的是让大家听懂哲学在干什么 哲学思脉怎样展开 大家想 一只豹子追一只羚羊 它会怎么追 它绝对是潜伏在那里 然后等这个羚羊走到跟前 它才起追 羚羊为了躲避豹子追赶 它绝不直线逃跑 它一路曲折着跑 豹子在潜伏之前 就会对地形做一观察 比如他看清这边是有一片丛林 动物是跑不过去的 那么 当他追羚羊的时候 羚羊首先朝丛林方向跑 豹子绝不紧追 豹子会直线跑 他知道羚羊必须拐弯 于是他直线跑 走三角形的一个边 也就是说 豹子实际上是能够计算的 但是他绝不会缔造 毕达格拉斯定律 X平方加Y平方等于Z平方 他不用计算 他在质感上就把这个问题处理 这叫正常用智 可哲学家干什么 他本来也用不着计算 他如果追一个动物 他也不会跑三角形两个边 可是他这个时候不追动物 他却坐在房子里 要把这三角形两个边 跟一个边的关系 用精确的数学模型调动出来 加以计算 这种跟日常活动没有关系 的用智方式叫做智能储备调动 请问 你追一个动物 你需要计算勾股定律吗 如果你计算勾股定律 动物早就跑掉了 也就是说 你不做智能过度调动 反而对你的生存有利 智能的深层调动 从表层上看 与你日常实用生存没有关系 可这才是下以哲学的用智之点 请注意我刚才讲的 那个比达格拉斯定律 就是古希腊哲学家 比达格拉斯发现 我再举个例子 大家知道 计算机今天每秒钟计算上亿次 但是你让它识别人脸 识别狗脸猫脸 它都是非常困难的 可是我们人甚至所有动物 它识别自己同类个体之间的差异 识别人脸 识别狗脸猫脸没有任何困难 可在计算机它要计算每秒上亿次 计算很长时间 它还不能完成 它说明什么 它说明识别人脸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 可为什么我们普通用智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极简洁的行为 是因为我们人类在亿万年生物进化过程中 我们的用智方式被压缩成一个简洁反应模块 也就是我们把复杂的计算问题 变成一个简洁反应的神经对接关系 这使得我们的用智变得十分简洁 但请注意它也十分高效 但是这个高效和简洁化的过程 却舍弃了中间所有的精密计算环节 那么哲学在干什么 把中间的精密环节调动出来琢磨 请问 有谁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 需要做这样一个徒劳之工 这种徒劳的没有任何用处的 却把智慧调出来加以精细琢磨的学问 叫爱智 所以大家请记住 哲学所关注的问题 绝跟日常生活之应用无关 它是纯粹智慧的精雕细琢 它是纯粹智慧的储备调动 它是智慧潜能的过度发挥 我们把这个东西叫爱智 叫狭义哲学 所以亚里士多德对哲学做一个总结 他把哲学叫metaphysics 什么意思 物理学之后 请注意物理学之后这个说法 所谓物理学就是你直观眼睛看见的物质 在他之后的那个学问 跟中国形而上学这个词几乎完全一致 可内涵不同 中国的形而上学不作智慧储备的极端调动 仅表达为意识对直观的出击整理 而物理学之后的古希腊侠义哲学 是指对直观物理现象之后的智慧形态精密琢磨 请大家务必理解我要想的这个部分 因此 近代古典哲学 德国有一个人物叫莱布尼子 他曾经这样表述 他说哲学需要有自己的专用符号系统 他提出一个词汇叫普通符号 什么叫普通符号 就是我们一般人使用的语言和符号 是在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中建构的 而哲学要讨论的问题 是形而上丝净深层的智慧本身的琢磨体系 因此我们在形而下中建立的日常语言 不足以表述哲学问题 莱布尼子认为 我们必须创立一个普遍通用符号 请注意普通这个词的原意 不是永俗通俗的意思 而是普遍通用的含义 也就是他既能用于形而下 又能用于形而上 只有找见这个符号才能做哲学表述 日常语言不能做哲学表述 他说明什么 说明哲学的思静根本就不在日常思静之中 以至于哲学的表述用日常语言都不足以进行 我们要在这个不在日常思静中调动的智慧 我们得把这个东西抽取出来 加以研究 我们把这个东西研究清楚 再把它放散开来 在不现实的层面加以落实应用 我们由此缔造的学文系统叫哲科 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和今天的科学 都不在我们日常活动之中 都不在我们的直观范围以内 他所调动和缔造的学文 都是眼睛看不见的 由此缔造的这个知识体系 叫哲科思静下达成的逻辑游戏之产物 存逻辑游戏的产物 构成我们今天全部知识体系 哲学就从这个起点开始 孕育整个近现代人类知识和思想系统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在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方哲学 除了极个别经验论者 你是见不到西方主流体系 讲一句话 实践出真知 他们是不会讲这句话的 这句话我们中国人才讲 因为实践不构成我们的知识系统 我们的知识系统是在智能储备 存逻辑游戏的玩弄体系中建构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曾经有哲学家对西方狭义哲学 做过这样一句表述 所谓哲学 就是古希腊以前大号儿童 所玩弄的一种存逻辑游戏 叫哲学 请琢磨这句话的含义 我前面只讲了什么叫爱知 我们从这个起点开始 我首先希望大家明白 你在日常生活中 学习中 你的思维训练距离哲学很远 要想进入哲学态的思维储备功能调动 你得远离心灵鸡汤式的文化氛围 我前面讲 侠义哲学 仅见于古希腊 大家回顾我第一节课 我说第一节课是所有课程的基础 在第一节课中 我讲所谓西方文明 叫环地中海文明 也就是环地中海这个地方 形成人类古代文明孕育中 唯一一个全开放地貌 在环地中海地区 它包括北非 近东 和南欧 那么为什么它的汇翠点 也就是狭义哲学斯脉 仅发生在古希腊这个地方 这是需要我们探讨的一个问题 我在这里首先想说明 我再强调 古希腊文化是环地中海文化的汇翠 我们现在见到很多书上这样讲 他说古希腊文化导源于 古埃及 古巴比伦 这个东方文化的基础 请注意这个说法是大成问题的 因为近代站在西欧这个角度 看中东 看近东 都在东方 所以现在许多学者 把古埃及文明 把古巴比伦 近东 中东文明 两核文明 视为东方文明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它是被西欧近代人所说的东方这个概念所误导 古埃及 美索不达米亚 也就是两核文明 它在古希腊文化的形成中是一体 它是典型西方文化的摇篮 因此 因此不时宜于把古埃及 古巴比伦叫东方 它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整体温床 那么为什么在整个环地中海地区所有文化最终的聚焦点发生在古希腊 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古希腊这个地方展现开来 大家看这张地图 这是古希腊地图 古希腊这个地方 我在第一节课讲过 由于它地貌多山石 土壤贫瘠 因此它的农业文明很难开展 而且我细数了它的气候条件 也就是它的雨季偏偏到了冬天 它的旱季偏偏在万物生长阳光充沛的夏季 因此它对植被生长条件和农作物的培育产生巨大障碍 而它又面临了地中海 这个夹在欧洲 亚洲和非洲之间的一个内湖 这使得它具有极为便利的经商交通条件 这就缔造了人类原始时代的半农业 半工商业文明 而工商业文明需要一种极度的智能调动状态 工商业文明才能真正得以发展 这些话题我在第一个中都专门强调了 那么为什么最后在整个环地中海地区 比如在古埃及 比如在古巴比伦 它不能发生狭义哲学呢 说起来数学几何学最早发生之地 并不在希腊半岛上 倒是在古埃及和近东地区发展 是因为古埃及是尼罗河文明 古巴比伦文明是两河文明 但凡见大河文明就是农业文明 而农业文明不需要调动智力储备 或者不需要调动精密逻辑 我们要想理解这个问题 得看懂这张地图 大家注意 古希腊可绝不是今天的希腊半岛 今天的希腊和古希腊在地理范畴上 差别极大 古希腊包括小亚西亚和近东 包括希腊半岛 包括亚平宁半岛 也就是意大利半岛的南端 还包括科里特岛和西西里岛 这么大一片地区通称古希腊 古希腊这个地方 大家先看 在地图的右侧 有一片地方叫吕迪亚 下面有一排字叫爱奥尼亚 大家知道古希腊自然哲学最早发生 就在爱奥尼亚地区 古希腊第一位圣者泰勒斯 就是这个地方一个叫米利都的地方发生的 也史称米利都学派在小亚西亚这个地方 大家再看 在他的上面有一个地方叫索雷斯 这个地方今天也不在希腊 索雷斯这个地方产生了两个重要人物 这就是原子论地造者的刘基伯和 刘基伯的弟子德摩克利特 然后大家看希腊半岛 在希腊半岛的下端 雅典 这个地方产生了古希腊哲学的主体 古希腊三节 苏格拉底 伯拉图 亚里士多德都在这一片活动 大家再往左边看 意大利半岛也就是亚平宁半岛的南部 这个地方也是当年大希腊的组成部分 大家看 他的上面有一个叫埃利亚的城邦 这个地方就产生了著名的埃利亚学派 以巴门尼德和芝诺为代表 他的稍向南方向有一个城市叫可罗顿 这个地方就是比达格拉斯学团的发生地 大家知道在近东 我第一次讲课我谈到过 那个地方出现过一个小城邦 小区域叫肥尼基 肥尼基人当年在古希腊时代 他就已经占据了地中海 远洋航运和远洋贸易的50% 由于他们经商活动大面积进行 因此他们缔造了拼音文字 或者说缔造拼音文字的主点 聚集在了这个地方 早在3000年前 他就已经出现26个罗马字母的22个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肥尼基人后来撒遍整个环地中海地区 发展出后来古罗马强盛之敌 加太基都跟肥尼基人有关 也就是拼音文字从环地中海周边 传到科里特最终进入古希腊 而拼音文字是造成语法逻辑思维结构的前提 这些话我在第一节课中都讲过 请大家回忆 那么古希腊这片地方 大家仔细看这个地图 它是一个被分割成碎片的一个地理结构 它包括近东 小亚西亚 希腊半岛和亚平宁半岛南部 以及爱琴海诸多岛屿和克里特岛 它的这个碎片化的地理结构 使得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 无法完成政治一统的生存结构 因此古希腊的文明是典型的城邦文明 就是每一个城邦构成一个生活聚落 它没有大一统的帝国 这种碎片化的地理结构 以及我前面讲的 由于特殊的开放地貌 和不利于能耕条件的生存环境 这个办公商业文明 加上非统一性的碎片化政治格局 缔造了古希腊思维的开放 和思维异样化的交流 请大家特别注意理解 也就是说古希腊哲学 它的发声不是少数人刻意设计 它是一种特殊的生存结构 地理地貌所摇荡出来的思维系统 大家知道 一个统一的政治结构 它的思想很容易在一个政权结构下 亚裔形成一个过度僵硬的主流文化 从而使得其他思想的发育 总是显现为异端形态 而由于古希腊的碎片化政治结构 和社会地貌关系 使得它在各个不同城邦和不同地域 可以发生不同的思绪 然后它又有充分的交流条件 这个交流条件又使不同的思想 不断地发生碰撞和交流 这个碰撞交流的过程 起到了智慧潜能调动的客观因素 和客观作用 这就是古希腊思绪 能够在这样一个碎片化地理结构 和独特的半农业半工商业文明环境下 得以产生的重要基本条件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们下面谈古希腊哲学的思想内核 古希腊思绪有三个基本内核 第一叫知识观念 知识观念是什么 就是你对知识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看法是什么 我先引述 当代以色列一个青年历史学家叫赫拉利 他讲了一个话 人类文明 自为调动 是从无知革命开端的 他也把它叫认知革命 这个话什么意思 我在这里做一点伸展 要知道我们在非爱智的文化条件下 我们人类的基本知识观念 叫全知道 也就是我们认为 我们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是完全清楚的 我们不处在无知状态 可是真正的人类的认知革命 是从无知状态开端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大家要想 一个动物 比如一个猴子 一匹狼 他看见他周围的丛林 或者他看到一只羊 一只水果 他是什么反应 他一定是全知道 我非常清楚 我看到了一只羊 我非常清楚 我看到了一只苹果 我绝不对羊和苹果本身在产生怀疑和思索 这叫全知道 要知道我们人类早年的思维状态 乃至今天的思维状态 绝大多数人总是处在全知道的状态之下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如果你以处理实际问题为目标 那么你的思维状态总是处在明确所知的状态 可是古希腊哲学的开端恰恰相反 它是从无知开始的 它认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智能储备调动的第一前提 所以古希腊哲学所讨论的存在 请大家注意 我前面讲过这个词 B 应 它是一个未语细词 它表达什么 它表达我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未语细词后面的未语 才给主语找概念 请大家回忆我的第一段讲课 因此它认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古希腊哲学的存在概念是很奇怪的 它不承认我们眼睛看见的东西是存在 它说我们眼睛看见的东西是假象 它要追究这个东西后面的那个东西才叫存在 它一开始是从我看见的都叫无知起步 所以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一句话 苏格拉底说一句名言 我知道我一无所知 这居然是古希腊哲学的一个重要起点 大家也很熟悉 苏格拉底总是跟别人讨论问题 他说我无知 因此我向你请教问题 对方一定表现出有知 全知道 于是就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 苏格拉底不断的追问 换着角度追问 最后回答者承认自己无知 苏格拉底的这个东西被后人总结为 知识助产法 我们可以想象 不断的追问别人 最初是向别人请教 让别人从有知状态化为无知状态 让别人从自己很高大 很圆满的状态 进入很幼稚 很荒唐的状态 这当然是对话者十分恼火 所以苏格拉底最后居然是被古希腊人 用投票方式判处了死刑 苏格拉底的这种行为方式是什么 一切从无知开断 当你认为你有知的时候 你才荒唐了 但是大家想想 一般人类 一般状态下 信主重德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 你是什么状态 你是确知状态 因此你就会停止追问 如果你的知识是确定的 你就不会有问题 你不会有问题 你就不会有进一步的思索 思想由此被封闭 我再举个例子 压力士多德讲 这一切哲学追问 从精益开始 什么叫精益 无知 我对我看到的东西 无知我才会精益 如果我对我看到的东西 习以为常 追问就停止 所谓精益 以无知为前提 大家要知道 这个东西叫无知革命 我再举个例子 中国早在自己的第一本书 《上书》中 其中有一篇文章叫《愚共》 就已经把中国的地理地貌 全部搞清了 叫《小九州》 当年不叫小九州 叫九州 也就是中国是什么 清清楚楚 尽管他的描绘 其实出入很大 到战国时代 一个叫邹延的人 也就是发明五行学说的人 用五行推导的方式 提出大九州 也就是把整个世界说完了 我们可以想象 在那个飞航海时代 你要想说明世界 你只能怎么做 完全是凭空一段 但这个一段居然成为确知 于是我们对世界是什么 已没有疑问 我们进入全然有知状态 大家知道直到清代初期的康前时代 那个时候有一幅中国地图挂在皇室里 他把中国的地图标度的清清楚楚 然后周边 凡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 一律是不值得关心的荒漠 我在第一节课中讲过 东亚是一个典型的封闭地貌 他的北面西伯利亚高寒洞土地带 西面帕米尔高原 南面横担山脉 东面浩瀚的太平洋 这就注定了中国人当年对世界的看法 只有中国这一片地方称之为天下 从小九州到大九州 中国人在先秦时代 已经对世界自认为有了非常完整和系统的看法 而且这个看法居然实现到十七十八世纪 都没有任何改变 我们的有知和确认状态牢固到如此程度 我再举个例子 大航海时代初期 也就是十四十五十六世纪 在西方出现了一幅地图 这个时候葡萄牙人最早开始沿着非洲西海岸 寻求海陆到达东方的通道 这个时候他们出现了一张地图 欧洲地图陷于很片面的局部 然后沿着非洲西海岸全部是空白 整个非洲只有西海岸的一条线索 他留下了大量的疑问 他使得人们看到这个地图就想去探险 就想去了解他是什么 由于他悬挂的是一个无知的标号 由于他悬挂的是一个无知的引诱 因此大航海时代发生 我在讲什么 无知是追问的前提 追问是思想的开发 思想才缔造知识 因此 确定自己的知识观念 是在确认状态 还是在无知状态 事关重大 它是一切思绪得以展开的起点 这是第一点 叫知识观念 或者叫无知观念 古希腊哲学的第二个内核 大家注意你要想理解古希腊 很多人从泰勒斯 讲到亚律师多德 其实你听不懂 古希腊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脉思绪 所以我现在铺垫的这三大内核 是你理解古希腊人 为什么会有那样奇特思绪的底层原因 好注意点 叫本体真存 我前面讲过 古希腊人不承认 我们看见的世界就是存在 他的推导是这样的 他说 我们看见的世界总是流变 山会垮塌 大地会裂开 河流会干涸 会改道 万事万物都在飘忽不定的流变中 闪现 古希腊人认为 这个东西是假象 绝不是真存 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存在 一定是不变的 不可分割的 永恒的那个东西 才是存在 因此他要追问这个眼睛 看见世界背后的那个 主导着流变世界 而他本身又不变的 那个内核 他认为那个东西 才叫存在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 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 启蒙客 大家知道西方哲学第一期叫本体论 什么叫本体 现象后面 直观后面的那个真存才叫本体 这个思境是很奇怪的 恰恰不承认眼见为实 前提叫眼见为虚 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奇怪的想法 他跟我们中国自古眼见为实的这个想法 恰恰相反 我在上一次讲课的时候 我就讲东西方文化总是相反的 在思维方式的这个反点 十分奇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再回想 being 我在第一节课中讲 西方的存在只不过是一个谓语细词 是因为拼音文字本身失去概念 而人类的思想最基础的砖瓦构建 就是概念 当一个拼音文字挂在那里 它本身并没有具象符号 于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你得在语法逻辑结构中给它命意 而一切命意的中间 有一个谓语细词 谓语细词带出来的谓语 才是主语概念得以形成的来源 于是把这个谓语细词抠出来 是抠出来 叫存在 它说明什么 它说明存在是一个追问 请注意 逼应这个词的内涵 它在近代中国翻译西方哲学的时候造成重大困难 它就是西方所说的存在 但它跟中国人所说的存在完全不同 我们所说的存在是实物言见的那个存在 它所说的存在是一个看不见的追问 所以当年翻译的时候就出现争论 是把它翻译为存在呢 还是把它翻译为是 所以在西方存在论居然也叫是论 是论的意义在哪里 是是追问 追问什么 是什么 是后面一定是一个对什么的追问 这就是病这个词 当它展现为存在的时候 它并没有固定为一个系统 而是成为追问态 大家知道中国的存在 我在第一节课讲过 它讲的是男女交合 繁衍后代 子子孙孙 万事不绝 它是一个对在的确认状态 而病时代是对一个在的非确认状态和追问状态 这就是病这个存在 和我们所说的这个存在的内核差异 因此 他们就会出现这样一个观念 也是在中国文化中没有的 叫现象 它不承认你看见的是实在 请注意 实在和现象是两个概念 我们看到的只是现象 是表现出来的假象 叫现象 现象背后去追问才叫实在 这就是西方存在论 也叫本体论的含义 他认为那个你看不见的 现象背后的东西才是真存 这个概念引出近代本质这个概念 我们今天不断用现象和本质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导源于古希腊对逼应的追问 那么这种追问 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再举赫拉利的一个例子 赫拉利讲 人类的文明 人类的文明起源于虚构 什么意思 就是我不承认我看到的是实在 我要对实在在加以虚构 才构造文明 赫拉利这样举例子 他说一只青猴也就是动物 它们也是有知识的 它们甚至也是有语言的 比如一群青猴 其中有一个青猴 看见了一只老鹰 它会发出一个独特的叫声 说老鹰来了 因为鹰会抓走小猴 于是所有的青猴 都赶紧带着小猴隐蔽起来 这些青猴还会发出 另一种奇怪的叫声 然后告诫整个猴群 说有黑熊来了 熊对它们是威胁 那么人类是怎样表述的呢 人类当年跟猴子一模一样 确认事实 老鹰和黑熊 可当人类有一天 突然开始虚构故事了 他说熊是我们的保护神 文明由此开端 大家知道中国的皇帝 他所在的始祖部落 叫有熊始部落 他说明什么 熊是他们部落的守护神 于是中国的文化始祖是皇帝 当他能够把现实 虚拟成非现实 当他不承认现实就是现实 当他对现实做了一个 存思境的虚构 人类脱离动物的思境 展开文明 这一种具有思想 再造实在的能力 我们在哲学和科学上 把它叫假设 大家知道西方文化 它的基本展开方式 叫假设与证明 什么叫假设 我不承认我看见的是实在 它只是假象或者叫现象 既然我看到的都是假象 那么实在和真存是什么 我就只能假设 这叫虚构 学术上叫假设 有了假设才会去追问 有了假设才需要证明 如果你不做假设 又为什么要证明呢 既然是假设 眼见为实的证明 当然无效 因为眼见的东西都是假象 因此拿眼见的东西 不足以证明 于是假设 所后面给追加的那个证明 就绝不是常规状态下的 私境和见识的总和 这个东西叫证明 大家知道 中国文化自古 缺乏假设这个说法 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是史学 大家知道 对中国文化总结下来 叫经史子集 这四个部分 史学成为中间很重大的一个部分 史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 被我们反复强调 历史不允许假设 也就是中国文化主体上 不接受假设 可大家知道 人类文明 恰恰是从假设开端的 其实中国自古就在假设 只不过他不承认这个东西 于是他就不再追问 于是他的私境就会停留 这就是哲学只发生在不断假设和求证的古希腊的原因 而且大家要注意什么叫证明 我们后面不断的讲 我现在就提醒大家 当我后面讲到广义逻辑这个概念的时候 你才能听懂什么叫证明 可能到那个时候 我不再重复这个问题 我在这里只对证明 做一个现象学上的表述 什么叫证明 你上中学的时候 老师给你除一道二元二次方程 老师说 请你解这道题 你几行就解完了 老师说 请你证明这个方程 你如果不是数学家 你如果没有几十页纸的证明 你完成不了这个方程的证明 这个东西叫证明 在西方有一句话 叫学问就是证明 学问绝不是宣布真理 绝不是说你立即拿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而是你做一个假设 然后在逻辑上一步一步的证明 这叫学问 这叫证明 你读一下牛顿的书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全书只是对什么叫引力 乃至什么叫力 做了一个证明 你读一下我的物言通论 全书只证明了一个原理 低落代常原理 全书只是它的证明 因此读起来特别匪计 因为证明是存逻辑环节 一环套一环 不能有任何缺环的过程 这个过程叫证明 而一切实在和一切学问 居然是假设和证明的结果 这叫本体真存 这叫古希腊哲学的本体论 我在这顺便多说一句 以便引导大家听后面的课程 古希腊人认为 我们的感官是一个近似于真空的孔道 也就是那个时候 古希腊的人还没有意识到 我们的感知本身是有规定性的 因此他直接用私用在对象上 这个阶段在古希腊哲学 叫本体论阶段 也叫自然哲学 随后 也就是从柏拉图以后 其实他们已经发现 我们的感知本身不是真空 如果我们的感知是有规定性的 那么你如果不首先搞清感知是什么 你就没有资格追问存在 是不是这样呢 因为你的感知本身对本体对存在是有规定的 是有扭曲的 于是西方哲学从本体论阶段进入认识论阶段 这是后话 我们以后后面再谈 我们现在先谈古希腊哲学最起点 我们今天的整个重点 我放在古希腊 为什么 它是你引导理解西方哲学私净的基础 所以请记住 当本体论发生的时候 当自然哲学在古希腊发生的时候 它的前提条件是不承认看见的东西为真实 它是要追问后面的东西 而追问本身只能通过假设来进行 如果只是假设 如果我们的感官和感知过程展开 都不足以证明 恰恰提供的都是虚项 那么证明就得通过存逻辑来完成 一个存逻辑的假设 后面跟上一个存逻辑的证明 这才构成哲学和科学追问的开端 从人类文明本人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东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好 下面进入第三 既然是不承认感官提供证明 而要运用假设和假设后面的逻辑来进行证明 那么逻辑怎样证明 这就需要逻辑能够有一个独特的运行方式 这叫精密逻辑证明 所以请注意 当我现在讲思想 讲逻辑 讲推理的时候 我不是一般的推理 我是讲精密推理 叫精密逻辑 什么叫精密逻辑 在人类现有的学问中 大致只有三样学问 需要调动精密逻辑 第一 数学几何学 第二 物理学 第三 哲学 你学学数学试试 那是一环对注一环 数的背后没有任何东西 比如我说三 三是什么 可以是三个杯子 三个电脑 三张桌子 三个人 什么都可以是 但什么都不是 当我把这个存逻辑的负号拉出来 然后进行一环套一环的过程证明 这个过程是不是构成数学几何学的全部 大家知道几何学为什么在古希腊特别重要 是因为人类早年的数学是在几何学上展开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 要知道人类在原始时代是没有数位数列的 那么因此人类早年精密逻辑的计算都是在几何学上展开的 这就是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 早年的几何学和数学是一回事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柏拉图的学员外墙上写一句话 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 这句话相当于写着不懂数学不得入内 这叫精密逻辑 我再举例子 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出生在公元前七世纪 展开他的思想在公元前六世纪 泰勒斯 泰勒斯只留下一句话 水为万物之远 他为什么构成西方第一圣者 哲学第一开山者 这个话题我们后面谈 我们只看一下关于泰勒斯的一些故事 据古希腊哲学史上记载 泰勒斯非常早的时候 他就已经能站在海岸边的悬崖上 看见远处的船只 通过视角的斜线和海平面的直线 构成的三角关系 精确计算船和他的距离 他在探讨的是什么问题 几何学数学问题 古希腊当年的哲学家 环地中海者 大量的人到古埃及 他们站在古埃及金字塔下 可以通过自己的目测三角距离计算 确定或大致确定金字塔的高度 这是典型的几何学数学训练和几何学数学运用 这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开端 什么意思 精密逻辑是证明这个系统得以展开的根据 请注意我前面讲过 我们很少有人真正使用和调动精密逻辑 大家看一下我们人类的意识状态 我们人类和所有生物的意识 我说简单一点 可以分为五层 我前面讲赫拉利 我引申的故事都是他的人类简史这本书 他最近又发表了一本书 我想在座很多人读过 叫未来简史 他在未来简史里讨论了一个问题 他说人类的意识就是算法 也就是精密逻辑的算术 他说今天他才理解这一点 因为电脑时代出现 他甚至说 他说意识实际上在精密逻辑 也就是在算法以外的意识 其实完全是无效的 甚至是有害的 比如机器 计算机 机器人 它是感觉不到疼痛的 疼痛是意识中的东西 你拿针刺人的指尖会有疼痛感 可你拿针刺刺机器人 它是没有疼痛感的 可是机器人算法要比你算的精密的多 也高的多 他说因此说 人类的意识是一个多余 甚至有害的东西 甚至比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他说意识就像飞机 飞机飞动的时候会发出轰鸣的噪音 意识就是这个噪音 这个噪音没有任何用处 它一点都不能推动飞机飞行 赫拉利这个讲法对吗 大错而特错 要知道人类的意识是从哪来的 你得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 人类的意识可以分为五层 我这样表述 叫无意识层 潜意识层 下意识层 上意识层 精密逻辑层 也叫思想意识层 任何生物包括人类 你的整个感知系统奠定在什么基础上 奠定在细胞末的跨末电位和神经系统的生物电传导上 这个部分我们在我们的显意识中是调动不出来的 这个东西叫无意识 请注意我选用的是心理学荣格使用的这个词 但我的含义比它深得多 第二个层面叫潜意识 请注意我用的这个词是佛罗伊德所用的那个词 但我这个词的深意可能比佛罗伊德那个词的含义 近似而要更广大 什么叫潜意识 就是在物理电子感应运动之上建构的整个身体 或者有机体内在结构的内感知维护系统 我们知道生命体有机体一旦形成 形成多细胞有机体多器官有机体 它的内在协调是非常复杂的 因此我们人类的神经系统 是有一个叫植物神经系统 也就是专门调理结构内部的运转 比如你心脏的跳动 呼吸的频率 胃肠的蠕动 你是不用拿显意识支配它的 这个东西是由谁管理的呢 植物神经系统 由于一切生命有机体都是围绕着性增值这个中轴运转的 因此佛罗伊德讲 幼年时期的性亚裔会带来人类严重的精神变态 他把这个东西叫潜意识 那么我给他一个更广泛的表述 就是有机体内在结构的神经整理叫潜意识 这个东西在显意识里你也调动不了 比如你不能用显意识控制自己的心脏跳动 你也不能用显意识来调整自己的胃肠蠕动 这是第二层 第三层 叫下意识 也就是我们的低肌神经中数 比如积碎 我们骑自行车 如果你在没有学会了以后 你很熟练的时候 你可以边骑自行车边想复杂问题 你绝不会摔倒 也不会撞到树上 这个时候谁在主宰你骑自行车呢 你的几岁下意识系统 低肌神经系统 这个部分叫下意识 再下来叫上意识 这已经是第四层了 也叫显意识 也叫动机意识 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 你才开始使用智慧 或者你通常所说的智慧 就是上意识这个部分 心理学上也叫显意识 但是这个上面还有一层 这就叫算法意识 或者叫思想意识 请注意我用思想意识的概念 跟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学上 说这个人思想意识很坏 或者那个人思想意识很好 绝不相关 我所说的思想意识 叫精密逻辑意识 我前面讲过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是靠亿万年 对应外物产生模块化反应 因此我们在显意识层面 也就是第四层层面上 已经把智慧用到满足状态 精密逻辑意识是需要训练的 我前面讲 电脑识别人脸 识别狗脸 猫脸都是非常复杂的 他要用非常高速的计算 每秒上一次计算 得很长时间才能算清这一点 我们人类为什么用不着 压成显意识模块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 在做精密逻辑运用的时候 变得非常困难 困难到什么程度 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学数学 学十几年 大概能变成数学家 把所有问题转化为方程和算法的人 万分之一都不到 他说明什么 我们要调动我们最上层意识的 那个算法意识 它居然是一个超潜能调动 也就是说算法意识 在我们的潜能之中 而不在我们智能的正常实现当中 我们必须用过后天 不断的训练和调动 我把它叫智能储备调动 你才能进入思想意识 也就是精密逻辑意识 这叫精密逻辑 也就是你得不断的后天训练 你不是看到一个障碍 然后走三角形一个边就完成了 而是你要去做勾股定理 或者比达格拉斯定理 你得在这样的细节运算上 和逻辑环节的紧密通套上 实现自己思维的精密运行 这叫精密逻辑 它是人类五层思维序列的最高层 它在人类正常智能中 只表现为一种潜能 它是需要你特殊调动的 而且需要你常年累月的训练 一个人训练十几年 尚不能达成 请想想 古希腊文化 在它哲学的起点上 就是从这个层面开始训练 由此才构成 古希腊狭义哲学的真正起步 我想大家听明白 古希腊哲学重要的基点在哪 它的基本内核 我再重复一遍 第一 无知调动 第二 本体真存 也就是不承认在直观上 就获得知识 第三 精密逻辑 它构成 人类智能储备的深层调动和训练 这才是狭义哲学的基本平台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那么我们下面进入古希腊哲学的描述 我说明我们这一节课不讲西方哲学史 而只讲西方哲学极处综数 因此古希腊哲学 我只给大家一个大框架 理解整个西方侠义哲学的最重要的平台 请理解我前面讲的那几点 那么古希腊哲学 我现在直接从亚里士多德谈起 大家知道亚里士多德 是古希腊哲学的最后一位哲学家 成为古希腊哲学极大成者 我认为什么 在讲古希腊哲学 从他这儿谈起 是因为他做了一个总结 他说你看万物 你要追问存在 请注意我一旦说追问存在 绝不是讲现象层面的直观 他说你一定会追问出四因论 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四因 我现在做一个简单表述 第一叫质量因 第二叫形式因 第三叫动力因 第四叫目的因 我一项一项说明 什么叫质量因 古希腊哲学 他追问 他说万物为什么会有区别 这个追问立即就会导出 一个最简单的答案 就是万物的区别 是因为他内含的质量不同 对不对 比如一个磁被子 他内含的是陶土 比如一个钢被子 他内含的是金属 比如一个木头 他内含的是植物纤维 比如一个人 他内含的是人体细胞 于是我们认为不同的外物 就是因为他内含的质量不同 可是大家要注意 上个世纪 美国出现一个著名物理学家 叫盖尔曼 他是夸克的发现者 他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写过一部科普著作 叫夸克与美洲报 他在这本书中讲过一个问题 他说万物都是由夸克和电子组成的 为什么会有万物的差别 请大家想想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万物的组成质量是相同的 如果这个命题成真 那么为什么会有万物的差别呢 要知道迄今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 所以请注意 当我讲古希腊人追问万物 之所以会有不同 是因为内含的质量有差别的时候 他的含义不是得出结论 他的含义恰恰是形成追问 这叫质量因 不是质量果 那么古希腊第一圣哲泰勒斯 只留下一句话 水为万物之源 水是万物的本源 他竟然成为古希腊第一哲学奠基人 我们今天听这句话 他全然说错了 因为水不是万物之本 水是氢二氧 两个氢原子配一个氧原子 显然水不是万物的本源 因为原子不是万物的本源 请问原子从哪来 你追到粒子 粒子从哪来 显然这个泰勒斯并没有追到本源 但为什么他由此形成西方哲学第一鼻祖 是因为他这里含了这样一个追问 万物本身不是现成平铺的 万物本身是有一个导出的来源的 请注意这句话的含义 它包含两个含义 第一 万物后面还有一个主因 第二万物是演化而来的 请大家回想我讲老子 老子的道也是这个追问 因此我说老子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第一位 乃至唯一一位责人 但是老子的道到此为止 而泰勒斯追问要比老子显得幼稚的多 老子的道 你不知道是什么 你可以无限想象 你可以在这儿视为问题得到圆满回答 而泰勒斯这个问题是得不到圆满回答的 当他说水为万物之源的时候 他应该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麻烦 特勒斯之所以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在直观上看 只要有水的地方 万物就会滋生 有水就会长出粮食 植被就会发生 潮湿的地方就会生躯 就会生出各种各样的东西 由于观察到潮湿和水的存在 会导出原来没有的东西发生 因此泰勒斯做了一个 看起来非常粗浅的论断 说水是万物之源 一方面他表达着 万物后面还有一个需要追问的本因 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对这个本因 做一个试探性的回答 这个回答越幼稚就表达着 对他追问的突破越可能发生 于是他的弟子阿纳克西曼德 就批驳他的老师 说水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发现水本身 还有一个来源需要追问 于是阿纳克西曼德就说 水的后面还有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叫什么 于是阿纳克西曼德给他了一个奇怪的命名 叫无定形 阿纳克西曼德的弟子叫阿纳克西美尼 他说无定形也未免太缥缈了 于是他又给他一个很难定形的定形 叫气 我一说到气大家应该很明白 中国人自古就讲气 这有点类似于阿纳克西美尼 但是到这儿没有终结 随后古希腊一批哲学家开始追问 比如哈纳克西曼德说是火 因为火能够使任何东西变形 火能够再造任何万物 而太阳就是一个火团 所以他的说法是成立的 或者至少相对于前面的追问算得又一个追问 可是火是什么呢 所以接着阿纳克萨格拉提出是种子 他说任何万物在最远处有一个基本的种子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它有点类似于阿纳克西曼德的无定形的回归 希腊人不满足这一点 到恩佩多克勒提出著名四音说 他说万物的组成 在假设和推导上 我可以证明是四样东西的总和 这就是水火土气 他说这四样东西构成了万物的基本质量元素 大家想想 这个东西跟中国战国时候的五行说 已经有点类似了 叫四行说 它叫四音论 四根说 我讲这一点大家应该意识到 中国先秦时代是有类似追问的 可大家注意 质量因在古希腊只是四音论追问的意义 而且到此还不结束 它下面接着就出现了 刘基伯和他的弟子德摩克利特提出的原子论 什么意思 也就是到刘基伯的时候和他的弟子德摩克利特的时候 他们认为你说任何具体的东西作为质量的本源都不成立 因为你能够看到的都是假象 他后面一定有一个你看不到的东西 但他一定真存 他一定才是事物的质量本体 注意我一旦说本体就不在之关键 他说这个东西我们得给一个命名叫原子 也就是最原始的存在界点 大家注意这一脉思路推导出什么 他居然推导出原子论 也就是在刘基伯和德摩克利特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在存逻辑上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 万物不管怎样纷纭 他实际上是由一种或者少数若干种基本粒子组合构成的 这种想法已经是今天物理学的前沿 这叫质量因的追问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们再看 杨利士多总结第二页 叫形式一 我们今天一讲形式 中国人是这样讲的 叫内容与形式 说一个东西总有内容 总有形式 所谓内容就包括资料 所谓形式就是它的外形 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容易得出一个推断 说内容决定形式 听起来很有道理 可你注意 杨利士多德说了一句相反的话 他说形式决定内容 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这句话 这里的关键在于什么叫形式 请记住古希腊哲人绝不在直关键上讨论外形 他所说的形式叫逻辑形式 我用成今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词 叫感知形式 他的第一创始人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比达格拉斯 大家注意比达格拉斯的哲学 其实是整个数论系统 可是比达格拉斯的数论系统 绝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 应用层面上所讲的那个数学 比达格拉斯思想的核心 一句话表述完 叫万物皆数 什么意思 比达格拉斯发现 万物都可以规整为数的逻辑关系 他说万物都是假象 如果我把万物抽象为一个数论系统 一个数学逻辑系统 那么万物都跟这个系统符合 因此这个数论逻辑形式系统 才是万物现象背后的本源 这叫万物皆数 请回向我前面讲 本体真存不在直关界 在直关界后面 那么后面有几种追问 一种追问就是追问后面的质量 于是追出原子论 一种就是追问后面的形式 叫逻辑形式 我想学过数学的人都知道 什么叫数学 叫数论形式系统 叫数学 比达格拉斯说万物皆数 就是万物都只不过是一个数学逻辑形式 由于万物是这个东西作为本体 所以形式决定内容 也就是你的逻辑形式决定了事物前面的假象 所以比达格拉斯是古希腊哲学 唯理论的开善笔足 请注意我在这一说唯理论 中国的教法叫唯心论 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乱批唯心论 你先搞清唯心论思路从哪来 请记住比达格拉斯当年并不认为数论逻辑形式是他主观的东西 他认为他是客观世界背后的决定因素 但是这个决定因素竟然是一个逻辑理序或逻辑理序形式 这叫本体论 这个东西最后经过他的弟子传导到雅典 我前面讲比达格拉斯在意大利版的可罗顿这个地方 那么比达格拉斯逝世以后 他的弟子流散到雅典 然后传达到伯拉图那里 伯拉图才突然理解他的老师曾经提出 也就是苏格拉底曾经提出 你所看到的都是假象 我一无所知 我如果要想有所知 我得找后面的东西 苏格拉底曾经把后面这个东西表达为理念 但是却说不清什么叫理念 于是他给理念表述为神的躯壳 到伯拉图接受比达格拉斯的影响 知道后面的理念居然是一个数理逻辑形式 伯拉图表达出理念论的核心 我一说伯拉图理念论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什么叫理念论 就是一个事物后面的精神逻辑形式 是万事万物得以发生的本存 本真 所以伯拉图说 万物都只不过是这个理念的分涌 我举一个例子 伯拉图也举过类似的例子 他说任何一张桌子 它是会朽坏的 可为什么桌子在世界上永存 是因为木匠的头脑里 有桌子的理念 因此桌子永存 现实中的桌子 只不过是木匠桌子理念的分涌 你今天听起来觉得很荒唐 很难理解 请把这个课慢慢往后听 万事万物 其实只是我们理念的表达 大家注意这个理念是什么 逻辑形式 然后欧基里德 我们今天知道他是几何学家 别搞错 欧基里德是哲学家 他当年做几何学 根本不是为了应用 我再说一遍 古希腊人不关心应用 至少古希腊哲人不关心应用 他们认为凡是能用的东西 都是匠人的东西 根本不值得他们用心去探讨 欧基里德的书叫行论 就像比达格拉斯的数学叫数论 请注意数论跟数学算数有很大区别 中国自古就有算数 算数是用来应用的一种技术 比达格拉斯的数学是数论系统 数论系统是指一个逻辑形式系统 这两者请大家区分开来 一个是计算用的数 是实用的技术 一个是万物的本源 逻辑形式的精密系统 一个是为应用而生 一个是为追问世界的终极而生 那么刀基里德 他为了证明柏拉图的理念论成立 于是他做的书叫行论 相对于比达格拉斯的数论 中国人把它翻译成几何原本 是因为中国人几何这个词是多少的意思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草草的诗 几何是多少的意思 因此中国人借用几何这个词翻译它的形论 奥基里德用存逻辑的方式 组成了所有形的规定 要知道在现实中三角形的山会垮塌 视野看到的地面会发生波动 会发生变形 河流的线会发生改道 可是形论 也就是几何学上三角巨形圆形线形 它却是有明确规定的 却是永恒不变的具有某种逻辑关系 被规定死的 因此奥基里德用几何学 也就是用形论来证明这个世界背后的本源 是理念 然后才有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 大家要注意 人类历史上第一门逻辑学 就是亚里士多德创造的逻辑学 这个逻辑学的名字叫形式逻辑 注意它不是指一个事物的外形 它是指你的思想形式 或者说它是指你的感知形式 在你的思想形式里 2加2永远等于4 3乘3永远等于9 它是不会变化的 这个给定的逻辑形式决定了万物飘荡的假象 其实是被规定死的 从而才能解释万物假象的流变 这叫形式逻辑 他然后讲在逻辑形式上导出了对万物的认识 而逻辑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给一个定义叫必然的导出 也就是当给你一定的素材 你在逻辑上推演的时候 结论是给定的 这个被给定的结论 是被逻辑形式给定的 因此这个逻辑形式才是真合 我讲了质料和形式 这是古希腊早年两路追问 追问质料 追问出原子论 迄今整个人类物理学 走到粒子物理学 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探讨完 形式最终追问出数论形式 几何形式乃至逻辑形式 迄今人类的逻辑学 精密逻辑也没有走完 他就是在这两路追问中 走到今天仍然在追问 亚里士多德接着再总结 他说这两路追问 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处理 就是什么是万物运行或万物存在的动力 于是他提出动力因 然后他说 万物运行追踪的归宿是什么 它的目标在哪里 这叫目的因 万物演化 它是有一定规律的 这个规律或者说万物演化 它的动力从哪来 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 这显然还是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 亚里士多德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古希腊哲人也有过很多的猜测 但在当时条件下 他得不出结论 于是由三个东西被作为结论 抬出 第一 神 这当然是一种逃避 但是苏格拉底讲过 神的后面是无穷追问的一个余所 第二是善 也就是人类追求最美好的那个东西 可能是我们探讨动力因和目的因的一个思路 第三叫智 也叫智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 智和智也是不分的 就是你只有在智和智上无穷的追究 这个问题才能得到回答 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四音论 仍然把这四音都不穷尽 让这四音仍然表达为继续追问态 这就是古希腊哲学的总体呈现 它由此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系统 叫深层追问和精密逻辑 请记住我说的这两点 不停的追问 怎么追问通过假设 而追问的假设要想得到确立 或者至少得到当时的承认 你得通过精密逻辑来求证 我们现在回来看中国 我前面讲 我说老子的道和泰勒死这一系列的追问 都一致 而且老子的道中甚至包含了 资料论以外形式因的追问 大家知道老子有一句话 老子说 不出户之天下 不亏忧见天道 齐出迷远 齐之迷少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不出家门 我就知道天下是 这叫不出户之天下 不亏忧见天道 就是我连窗户都不看一眼 我就知道天道怎样运行 他接着讲 他说齐出迷远 齐之迷少 他说你跑出去门去实践 你实践的越多 你的知识一定越少 大家注意 老子这段话是典型的 古希腊哲学 存智慧追问 他不承认实践出真知 所以我们今天说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这是跟着孔子跑了 孔子周游列国十三年 却是行万里路 中国真正的哲人老子 既追问最原始事物背后 假象背后的道 本体又不承认 感知本身能获得知识 所以老子确实是 中国先秦时代 跟古希腊能对应的哲人 可为什么老子的哲学 到魏晋时代变成三玄之一 中国古代后来的哲学 变成玄学 而没有伸展出哲科思维体系 缺失了什么 缺失了纵深追问 与精密逻辑 中国先秦时代 能够发现古希腊 所有问题的提出点 但却缺失了 纵深追问 和精密逻辑 求证 于是他的哲学起点 终点变成玄学 而古希腊同样的哲学起点 终点变成科学 所以我请大家特别注意 纵深追问 也就是后人不断的追问 不断的批驳 和精密逻辑求证 不断的用精密逻辑 去组织对这个假设系统 破绽的弥补 这个系列数千年的功夫 锻造哲科思维 和科学思维 而且大家要注意 当亚里士都得讲 形式决定内容 当古希腊哲人讲 一个理念是万物的本源的时候 尽管那个时候 唯心主义 也就是认识论问题 精神本身的规定性问题 还没有开始探讨 但是他却已经为他后续的发展 埋下了伏笔 所以你读亚里士多得的书 会讨论范畴 他所说的范畴 不是客观世界的范畴 它是指你的逻辑和思维中 有一些固定的模块 这个东西后来深深的影响了康德 所以大家知道康德 后来也组织了四组 十二个范畴来讨论 这种一脉相承的资料追问 形式追问 逻辑追问 思想追问 构成西方哲科思维的长远伸展 这就是古希腊哲学所奠定的开端 它的开端绝不是 水为万物之源 或者火为万物之源 或者数为万物之源 这些结论 它的展开 是表达了追问和精密求证 假设和证明系统的不断综身 和思想精密论证的不断调动和训练 它的出发点是 我们一切在感知层面上获得的东西 都是需要进一步证明的 而是不能确认的 这就是狭义哲学的开端 这个开端在古希腊经过数百年的锤炼 形成了一脉精密逻辑系统 大家只要读一下 阿波罗尼奥斯 它的圆锥曲线证明 纯数学证明 大家读一下 欧基里德几何学十三卷 大家读一下 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求证 你就知道古希腊哲人 当年走到了怎样深远的 智慧潜能调动高度 这叫狭义哲学的开端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 王冬月的中西哲学 起盲课 我们讲了西方哲学 或者说西方哲学开端的 古希腊哲学 它在思绪上 在思维方式上的底蕴 极其改况 大家回想 这个哲学的底蕴 和思绪的发展 是不是必然导出科学 想想 资料论这一脉的追究 和逻辑形式论这一脉的追究 这两者的结合 是不是今天 科学活动的基本思维方式 和追究方式 那么即使在古希腊时代 科学在亚里士多德之前 表达为博物学 也就是没有分科 各学科会催在一起 但古希腊的博物学 和自然哲学是一回事 而博物学作为科学的前提 它的基本方式 在希腊哲学中 已经逐步导出 那么我们下面就看看 哲学思维 怎样导出科学思维 哲科思维的基础 怎样形成 从泰勒斯 追问万物的本源 米利都学派 一直追问下去 到比达格拉斯 提出数论形式系统 是世界的本源 我早上讲过 所谓数论形式系统 是指精密逻辑 自成的那个系统 跟对象没有任何关系 再加上 波拉图转型 及其理念论的形成 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波拉图转型 我反复提这个字 是因为 波拉图作为 苏格拉底的弟子 苏格拉底除了 比较关注 思维追究以外 他的相当一部分经历 关注在社会问题 波拉图最重要的著作 《理想国》 他的整个探讨 也偏重于这个方面 但是我讲过 比达格拉斯逝世以后 由于比达格拉斯 主政可罗顿 所以在政争中 比达格拉斯被杀 他的学团兴散 其中有一部分学生 流落到雅典 这个时候 波拉图遇到的 比达格拉斯学派的思想 这使得波拉图大为吃惊 他这个时候才知道 在意大利半岛上 古希腊的西面 曾经有过一脉精密逻辑 纯数理探讨 世界本源的思绪 于是波拉图发生 思想形态的重大转变 这就是波拉图学员门口 开始出现不懂几何学 不懂数学者 不得入内的那个点 也就是波拉图 地脉欧片为代表的 那些著作 那么波拉图承接了 比达格拉斯学派 精密书论逻辑的系统 提出理念论 明确把理念论提出 成为科学思想方式 和追究身在本质的 重要思路导向 这就是为什么 到近代 西方出一个著名哲学家 叫怀特海 他曾经说一句话 他说 总各西方哲学和科学的 发展过程 实际上只不过是 给波拉图思想 所做的注脚 这句话的含义 那么波拉图的学生 亚里士多德 他又往前进了一步 亚里士多德转变了 原来事物的本体 在假象后面的说法 提出实体论 所谓实体论 就是前面所谓假象的这个世界 是后面理念的实体表达 你不能完全看空它 你得通过对它的追究 才能找见本体 亚里士多德的这个重要转型 使得整个哲学向着对象实在的研究 目光 开始转进 而且亚里士多德还有一个重大贡献 它是分科之学的开端 我们知道所谓科学 就是博物学或者自然哲学分科化 我们把这个分科之学简称科学 那么到亚里士多德 它从实体论角度探讨分科之学 它当时已经分科物理学 包括第一物理学 第二物理学 形而上学 生物学 政治学 伦理学 居然达十九门之多 分科之学由此出现起点 科学的表达方式由此成为一个开端 那么亚里士多德也有很多失误 它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倒退 就是它对从彼达格拉斯到柏拉图 追究数理精密逻辑方面的一个忽视 但是它用形式逻辑 对它做了相当好的补充 而且你读亚里士多德的分科讨论 你会发现它出现大量错误 可这个错误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这个思路才是最重要的 大家知道 伽利略提出自由落体的这个实验 并且得出定律 其实跟亚里士多德当年的一个错误讨论有关 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三百四百年前 他就已经讨论了关于自由落体的问题 他认为轻的东西一定下落的速度慢 重的东西一定下落的速度快 尽管这符合常识 尽管这个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 但我想问 除了在古希腊 有哪个地方还讨论过这个问题呢 中国人古代的时候会去讨论 关于自由落体的问题吗 也就是说 问题不在于讨论的对还是错 而在于你是不是有这个视角和思路 它是不是成为一个问题聚焦点 这才是关键 由此才会有后向的隐身 再往后 欧基里德几何学出现 我前面讲过 欧基里德几何学 只不过是对柏拉图理念论作证 它纯粹是一个哲学坦坦 我们今天看数学几何学 认为它是科学的工具 别搞错 它是哲学的短造 大家知道欧基里德 到发展到欧基里德 它把精密逻辑 已经做到这样的极致 它用世界上不存在的抽象的点线面 我讲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点线面 你能找一个粉笔点 一个苍蝇点 你能找见一个抽象的点吗 你能找见一个丝线 桌子边缘线 你能找见一个抽象的线吗 你能找见桌面 地面 床面 你能找见一个抽象的面吗 欧基里德居然用这些抽象的东西 然后在他著作几何原本 请注意这个书的原名不叫几何原本 然后在他的这个书最开篇 给了五条公社 五条公理和二十三项定义 我先说他的定义 他说什么叫点 没有部分的那个东西叫点 他说什么叫线 只有长度而没有宽度叫线 他先给这样的定义 诸如此类二十三项 他然后提五条公社建设的社 五条公理 今天我们把公社公理通称公理 也叫公理系统 这是今天任何一个严谨的逻辑工程 必用的方式 叫公理系统方式 就是从欧基里德开端 大家看看他的公社和公理 我举他公社的两条 他说两点之间可以做一条直线 他又说第二公社是 任意直线可以无限延长 也就是他从最简单 已经不正而自明的 那个最简单的点开始 他居然推导出 随后四十八项定义 再结合五公社五公理和四十八项定义 推导出四百七十六项命题 完成整个平面几何十三卷 后人几乎再加不进去任何一条定义 其逻辑严谨程度令人炸舌 大家注意 后来从笛卡尔到斯宾诺沙 到牛顿到爱因斯塔到罗素 所有这些人的哲科启蒙居然都是在少年时代 读了欧基里德的几何原本而大受冲击开断的 因此欧基里德的几何学 奠定了理念论和精密逻辑的整个推导思维系统的模型 那么大家再看 随后在古希腊时代 科学已经展现 比如阿基米德 他在精密逻辑上 求证了几何体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方式 推导出福利定力和杠杆原理 这是古希腊时代的人 他讨论的问题 已经完全跟近代科学讨论的前提问题一致 然后到托勒密 大家知道托勒密的地心说 我们今天视为笑谈 可你要知道 他当年是一个巨大的精密逻辑工程 阿拉伯人把它翻译为天文学大全 这个名字是不对的 希腊原文叫数学汇编十三卷 也就是托勒密 当年把整个天体运动 分成多层天轮 进行精确数学计算 建立了精密的地心说天文体系 影响西方长达1400年 其精确程度几乎在大多数情况下 能预测月时日时 这是西方天文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明确启动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 喜蒙克 大家再往下看 在托勒密时代以前 古希腊人就已经提出日新说 这就是著名的阿利斯塔克 关于阿利斯塔克日新说 为什么后来没有兴起 我们放到广义逻辑再讨论 同时出现一个叫 埃拉托色尼的人 他居然当年就把地球的圆周 几乎做到精确测定 要知道那个时候世界其他各地的人 基本上还没有意识到地球是一个球体 基本上还都处在天元地方所认为 大地是一个平板这样的时代 而埃拉托色尼已经把地球圆周的周长 也就是迟到周长 基本上做了相当精确的计算和测定 我们再看 从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一系列 跟后来科学活动非常近似的 科学行为和人物 比如希罗 他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发现了 空气是可以压缩的 而压缩空气是可以作为动力的 而且 有一个叫阿奇塔的人 最早就已经和一个叫海龙的人 他们早在公元前三四世纪的时代 就已经发现了蒸汽是可以作为动力使用的 因此海龙曾经用蒸汽作动力发明了气动球和多种机械玩具 而阿奇塔那个时候已经制造了像机器人飞行器那样的木质鸽子 动力都是蒸汽动力 我们知道蒸汽作为动力是十八世纪人类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开端 而这些问题的探讨早在古希腊时代自然哲学时代就以科学的前提形态逐步展现 我在这里想说什么 我为什么把哲科思维说成一个体系 是因为所谓科学就是哲学思维模型的分刻化大信息量处理 我们把这种分刻化大信息量处理的哲学思维模型取一个名字 叫科学啊这是大家一定要明白的因此凡是不产生狭义哲学的地方都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系统文化 我在前面讲所谓古希腊哲学 就是古希腊一群大号儿童所玩弄的一种存逻辑游戏 之所以把他们称为大号儿童是因为他们不关心实用 他们只是做逻辑游戏就像小孩子只知道玩游戏而不知道去运用一样 这个幼稚的状态恰恰是他们成就精密逻辑和思维潜能调动的一个前提条件 我们讲所谓存逻辑游戏 就是它一定要摆脱实用的限制 大家知道一个学文一旦能够实用 探讨立即停止 那么如果所有的学问达到实用阶段 那么限于当时的条件 任何学问一旦落实在实用上 它就会中断 甚至只有实用引出的问题才构成思考 那么狭义哲学这一脉纯粹的逻辑游戏就无从展开 而且大家还要注意 我前面讲 古希腊人认为我们所看见的世界是一个假象 我想这个大家很难理解 我们后面会更深入的探讨 我在这里引用古典哲学 大家注意我们一旦说西方近代古典哲学 都指公元后十六十七世纪开端的西方哲学流派 他们实际上是追随古希腊哲学对问题进一步展开 尤其在认识论上展开的一个层面 所以古典哲学请记住 仅止欧洲几百年前开始的古希腊哲学斯麦的继续这个阶段 那么在西方古典哲学时期出现一个人物 叫弗兰西斯佩根 那么弗兰西斯佩根在哲学上的贡献并不是很多 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他 我只想引用佩根提出的四种假象 来给大家先做最表浅的你的知识是假象这个问题的阐述 弗兰西斯佩根曾经说人类所建立的知识超不出四种假象的局限 他说的很生动 所以我在这里引用一下 第一叫种族假象 我把这个词改一下 因为如果说种族假象 大家不容易理解 我把它叫物种假象 就是你每一个人所说的世界图景 一定是你的感知模型 而不是对象的客观反应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蝙蝠和人类 蝙蝠没有眼睛 它是用发出超声波 接受超声回波 获得世界表象 我们人类是靠视觉感光获得世界表象 请大家想想 如果我们人和蝙蝠同样处在一个黑暗的山洞中 由于蝙蝠总是处在黑暗之地 因此视觉感光器官对它无效 因此它的感受器 最主要的是一个超声回波雷达接受系统 那么我们人和蝙蝠处在同一个黑暗的山洞中 蝙蝠由于获得世界表象的方式是超声回波 我们人类获得世界表象的方式是感光 那么你形成的表象一定是不一样的 尽管你们处在的这个山洞是同样的 但你达成的认识形态一定是不同的 它说明你所说的世界永远是你的感知模型 这叫种族假象 我把它说成物种假象 大家更容易理解 弗兰西斯佩根讲到叫洞穴假象 大家都很熟悉 柏拉图曾经提出过一般人在认知上的洞穴困境 我在这里给大家做另外一个解释 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解释 井底之蛙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视野或者知识范围是有限的 就像一个深井里的青蛙 他所看见的天永远只有井口那么大 于是他就会认为天就只有井口那么大 谁都不可能没有局限 因此所有人所说的世界一定是自己那个局限的世界 这是假象得以发生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弗兰西斯佩根把它表述为市场假象 好比一个市场 商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叫卖他的产品 用不同的方式注解他的产品 用不同的方式广告他的产品 你然后受这些不同信息的影响和扰乱 然后你在这一堆分乱的自相矛盾的信息中 做出选择和判断 我们接受外部信息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接受的 如果你不经过精密逻辑的梳理 你所获得的就像市场万般声音的草杂所构成的假象一样 这是佩根所说的第三种假象 第四种假象叫剧场假象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世界一定是自己理念的产物 这就像你去看一个戏或者看一个电影 电影或者戏剧的剧情 它是符合逻辑发展的 如果你紧紧追随剧情 你会认为是剧情自然演化的东西 但它实际上在演剧以前就已经被剧作者给定了一个模型 这叫剧场假象 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心里 实际上是有一个事先的理念性的剧本的 你在这个理念剧本的基础上张眼看这个世界 于是这个世界就展现为你这个理念剧本的逻辑形态 我举一个例子 你如果是唯物主义者 那么你看所有的东西都是物的 你可以举无数的证明 如果你看这个世界是唯心的 如果你是唯心主义的剧本 或者说你是唯心主义的理念 那么你看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感觉的派生 你们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你拿出来的证据本身正是需要追究的问题本身 因此证据永远无效 这叫剧场假设 比如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你是马克思主义者 那么你看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运动 包括社会运动 都是按照那个方式发展的 你认为它就是真理 但是如果你是另外一个理论系统 那么你又会提出所有的证据都证明 那个世界是按照那个理论系统进行的 也就是说 你的任何看法 包括你整个看法铺展开来 实际上是被一个最根本的理念展现出来 这个东西我们在后面还会讨论 因此弗兰西斯佩根 把一般人所获得的所有知识 如果为一家考究的话 他都是假象 他是从这个方面做证明的 这种证明方式呢 听起来也挺生动 足以让我们理解 希腊人看所有的东西都是假象的原因 当然我们会有更好的探讨在后面 从人类文明本人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那么下面 我们就进一步讨论 狭义哲学的三大特点 注意我前面讨论了古希腊哲学的基本内核 我现在讨论哲学的三大特点 哲学的第一特点 叫追究终极 什么意思呢 要知道我们一般人看待任何事物 我们是就我们眼下的具体对象 进行多因素分析来处理问题的 比如你看一个陶瓷烧的杯子 一个瓷杯烧的好不好 诸多因素影响它 比如最初的瓷土质量好不好 比如你研磨这个瓷土的粉碎程度高不高 比如你给它做的制形好不好 折色和上面的绘画好不好 然后你烧摇的时候火候把握的是否到位等等等等 这些因素都在影响一个慈悲是不是烧得好 这叫多因素分析 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你得病感冒 它也是多因素造成的 感冒并不仅仅是你着凉了或者病毒感染了 一场流感病毒过来有人得有人不得 有人轻有人重 为什么 因为你的先天免疫素质是有差异的 而且你当时是否受寒 因为受寒会导致抵抗力临时下降 原来正常寄居的病毒会突然变成致病菌 致病病毒 比如你当时的身体状况焦虑程度 你当时的运动状态 各种因素都可能对你的感冒造成影响 那么多因素分析会出现一系列问题 大家知道科学研究为什么要建实验室 所谓建实验室 就是把所有多因素屏蔽在外面 一回只掉进来一个因素 在其同条件对比下 研究每一个因素对这件事情的作用量 把这一个因素研究清楚 把它甩出去 再把另一个因素再掉进来 进行孤立研究 但是即使你把所有的因素 都在屏蔽实验室中单向做了研究 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因为各因素排列组合是一个无穷大的数字 因此在多因素分析下 任何问题你都永远得不出真正确定的见解和结论 所以哲学在他当年追究的时候 他就不承认多因素讨论问题的方式 是一个可以解决的方式 他在存逻辑游戏上要求必须追究第一因 请大家注意第一因 也就是终极之因 大家注意第一因就排除了因果论 因为第一因就没有第一果 我们知道因果这种链条 因转出果 果又成为因 转出下一个果 在因果链条上讨论问题 是要出严重偏差的 这个话题我们在讲休默的时候再谈 那么第一因的讨论就是找终极原因 这叫第一因探讨方式 第一因探讨方式有两种方式 第一在所谓的本体上找第一因 也就是在外部世界中探求第一因 这就是典型的本体论 第二找逻辑极点 也就是在存逻辑游戏上 找存逻辑的那个启动点 我刚才讲欧基里德 他从公设 公理和定义出发 他为什么从不正自明的 那个最简单的点 最终讨论非常复杂的问题 是他要找见逻辑上的那个极点 所以追究终极 包含有对象的终极 比如神学 哲学是继承神学 追究第一因的思路 这就是我一再讲 神学 哲学和科学是一脉思路的原因 因为神学是追究 终极人类最原始 最粗糟的简单模型的开端 这也就是为什么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上 曾经对神学 科学和哲学 做过一个说明 他说神学和哲学 都是探讨 终极原因的 这就是神学和哲学的一致性 而哲学和科学 也有一个共同点 但是科学是探讨具体问题的 所以科学在这个地方和哲学神学有区别 但哲学和科学又有一个相同点 他们使用的是都是理性这个工具 而神学的不同点是他使用的工具是信仰 罗素这个区分方式虽然太简单 但是他大致说明了哲学思路的第一特征 是他继承了神学追究终极的这个思路 这是哲学不同于一般学问和一般科学的关键点 而且大家要注意 如果我们讲逻辑极点 也是追究终极的一个关键部位 那么你就要注意 这个逻辑极点是漂移的 人类不断的追问 其中就包括这个逻辑极点的前移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欧基里德当年做几何学 他是设定一切几何现象 是发生在平面上 欧基里德那个时代 从来没有人想到过空间是一个区面 那么直到18、19世纪 西方数学界出现一个著名人物叫黎曼 黎曼意识到 这个世界是在曲面上建构的 那么如果这个世界在极点上 也就是在欧基里德推导的逻辑起点上 就发生了一个移位 从平面到曲面的移位 那么整个逻辑学或者说几何学建构 就会被全面颠覆 所以在黎曼几何中 两点之间是做不了一条直线的 第一公设就不成立 因为空间是一个曲面 而且三角形内角之和在平面几何上 等于180度 在曲面几何上大于180度 那么整个几何学的建构就全部重新开始 大家知道这叫逻辑极点前移 黎曼几何后来构成爱因斯坦相对论 时空弯曲的数理表述基础 请大家听懂我在讲什么 追究终极 而且追究逻辑极点终极的飘移 构成哲学思脉的纵深开端 我在这里做一个说明 当罗素表述科学不追究终极 这个说法的时候 它是有失误的 我前面讲因为科学就是哲学的继承 因此科学在本质上是追究终极 我们一般人使用的其实是应用科学 我前面讲过 真正的哲科是不求使用的 我举例子 尤顿当年研究他的经典力学 万有引力学说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它是追究终极的 他是要追问上帝操纵这个世界的方式 牛顿在把他的经典力学著作完成以后 他居然后半生花了近乎十年左右的时间 研究炼金术 成为历史上的笑谈 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 当他认为他把上帝操作世界的方式 搞清以后 他的下一个问题是要搞清上帝制造宇宙的材料 于是他做了多年的炼金术的研究 最后以失败告终 最后英国人为了照顾他 让他出任造币局局长 发点小财过好养老的日子 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真正的科学大家也同样是追究终极的 几乎跟神学哲学追究的方式完全一样 而我们一般人所受到的科学训练 大多是工程科学训练或者叫应用科学训练 也就是工程师水平上的训练 这才使我们脱离了哲科斯迈原本的追究终极的那个境界 由于我们学习科学较多的在学以致用的角度上进行 因此导致我们的科学教育 距离真正意义上深刻的哲科终极思维产生距离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们下面看哲学的第二个特点 我把它叫广义逻辑反思 简称反思 什么叫反思 我们国人现在不停地用这个词 反思这个词的含义是指用思想反过来 思想思想叫反思 什么意思 就是用思想反过来考究感知本身是什么 用思想 用思想考问感知 叫反思 大家注意我们国内现在大量的人用反思把它用成这个词了 反省 反省和反思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反思是什么 反思是用思想反过来 思想思想叫反思 这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开端 首先大家要注意 在古希腊自然哲学期 我们现在读古希腊国内的著本 大多都说它是朴素的唯物主义 这个表述是不对的 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出现对精神和感知的直接追究 也就是心这个东西还没有成为一个问题 所以没有唯物主义这一说 因为唯物一定是相对唯心它才能存在 那么人类早年一定都是朴素的唯物主义 或者直观主义 因为我们根本想不到 我们的感知本身是需要琢磨的 所以古希腊自然哲学期 它直接追究本体 直接追究对象 这种直接追问对象的做法 叫把思施加在外物上 这叫直死 大家想古希腊哲学时代 到彼达格拉斯用树来解释万物的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一个萌芽 我们所说的万物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逻辑形式 到了柏拉图 他已经明确把它总结为理念 说我们的世界的本源 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理念 我换一句话说 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感知模型 当然柏拉图当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时候心这个东西 也就是主观理念这个东西已经复生 到亚里士多德 他已经做出形式逻辑 但是认识论问题 也就是唯心主义仍然没有走上前台 为什么 是因为那个时候 古希腊人还没有意识到 我们的感知是有规定性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比一个例子大家才能反过来理解它 我前面提到四根说的那个典型的古希腊哲学家 叫恩佩多克勒 恩佩多克勒曾经对知是什么 感知是什么 有过一个很典型的表述 他怎么讲呢 他说我们的感知都是真空的孔道 外物放射出一种东西 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流射 你现在可以把它理解为信息 他说外物发出流射 或者我们今天理解为外物发出信息 通过我们真空的孔道 进入我们的意识 他说这个真空的孔道 有一个特点叫同隐一赤 什么意思呢 就是相同的东西 它就吸引 不相同的东西 它就排斥 比如他说 我们的眼睛里面有水和火两个孔道 那么通过火的孔道 我们看到了亮的对象 通过水的孔道 我们看到了黑暗 请大家注意理解的关键点 就是我们的感知是真空的通道 那么我们当然就是客观的认知世界 世界发出流射 发出信息 佩多克勒说 这些信息进入血液 在血液中通过心脏混合 而形成我们的知识 大家听听 这跟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看法完全一样 我们中国人自古讲心理想 跟这个表述是一模一样 只是我们没有像安佩多克勒那样 把它表述为一个哲学追问 就是我们的感知是什么 它是有规定性的呢 还是一个真空的孔道 它的真空的孔道是怎样律行的 或者是怎样接受信息的 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样仔细的讨论 但在朦胧中 我们的看法跟安佩多克勒没有任何区别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唯物反应论 那么我们下面就讲 唯物反应论为什么不成立 大家想古希腊那个时代 心理念逻辑都已经展现 它成为后来追问感知 研究感知是什么的前导 它一定随后要生出一个问题来 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的感知不是真空的孔道 如果我们的感知本身是有规定性的 也就是我们感知要处理信息 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所获得的知 不是主观加工的产物 不是客观对象的原样反应 是不是这样呢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知道感知是什么 如果我们没有考究过感知是什么 我们就没有资格追问对象 因为你无法判断你所说的对象 是客观对象还是你的主观对象 是不是这样呢 因此当古希腊追问外在本体 展开直思的时候 它随后必然引出的是反思 也就是唯心的认识论的追问 是唯物的认识对象问题的 必然后继追问问题 也就是说认识论问题和唯心主义问题 是唯物主义必然导出的高级问题 或者问题的总身 我这里绝不是赞美唯心主义 关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究竟是什么含义 我们应该给什么评价 后面再谈 我在这里只是想提醒大家 当哲学开始追问感知本身是什么 当哲学开始用思想拷问思想的时候 哲学进入第二个纵深阶段 我们把它叫反思 我给大家举例子 我们人类接收外部信息 只有五官 视觉听觉 嗅觉 味觉 触觉 此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通道抵达外物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五大感官 究竟是不是真空的空道 不是 他们全都是有自己明确规定性 比如 我们的视觉 占据我们人类 采集外部信息的80%左右 但是视觉是什么 它只是一个感光器官 也就是说 任何对象 如果它不发光 不反光 不折光 它对视觉来说 它就不存在 而且大家要注意 我们视觉通过感光 获得的是什么 是明亮 要知道光是能量 叫光亮子 光并不是明亮 光打在任何一个物体上 它这个物体都不会产生明亮的感觉 光 刺激视网末 视网末把它转化为生物电 通过传入神经 进入视中属 视中属 把这个光能量 错觉成明亮 然后让我们对外相 有一个在感光方面的轮廓 明亮本身就是对光子能量的曲解 而且更重要的是 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视觉 只看到宇宙光谱中的十万分之一 也就是我们视觉 只能看见400纳米到720纳米波长的光波 这个挟载曲段以外的光波 我们一律看不见 400纳米以下是紫外线 X线 伽玛射线 720纳米以上的长光波是红外线 这两端以外还有成万倍的光谱 一律不在我们人类的视觉范围以内 而且这个世界是没有颜色的 我们所说的颜色 实际上只是对光波波长的错觉 在我们所能看见的320纳米的光波中 我们可以把它至少分辨为150种以上的颜色 大家知道 世界是没有颜色的 颜色只是波长通过视中属产生的错觉 可见我们刚一张开眼睛 我们就扭曲了这个世界 我们把光量子扭曲为明亮 我们把光波长错觉为颜色 而且这个世界也是没有声音的 我们所说的声音 其实是外界振动波这个能量 通过空气震荡传在外耳耳末上 然后外耳耳末的震荡传导到内耳 转化成生物电 通过传入神经进入听中属 听中属把这个震荡能量错觉为轰然作响的声音 请大家想想如果我们的眼睛就是一个光波仪如果我们的耳朵就是一个震荫 那么这个无声无色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你能想象吗 那个东西可能才是真实的世界 仅仅是可能 也就是说我们刚一接触外部信息 我们立即就把它扭曲处理了 我们在接收外部信息的瞬间 所谓外部信息已经变成主观信息 我们所感知的永远是我们的主观世界 而不是客观世界 请大家注意 我在这里要说一句话 请各位深刻理解 我们的感知不是为求真而设定 而是为求存设定的 大家设想 我们为什么要把320纳米的光波分辨为150种颜色的错觉 是因为如果我们要直接处理光波 它会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大家知道光波是连续的 是一个无极变量 从400纳米到720纳米 它是没有任何区割的 而我们却要把它分辨为完全不同的色差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 将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事情 请大家想 你做猴子的时候 你在秋天 在一片黄叶之中 要摘取一个微微发红的桃子 你远远要能够看见那个微微发红的猴子 深藏在一片发黄的树叶中 黄色和红色在波长上只有几纳米 或者几十纳米的差度 如果你不能把它截然去飞闻不同的色差 猴子一定会饿死 是不是这样呢 比如你看到一条五花蛇 如果你现在才开始计算它的波长 那么你的脑子得像教室这么大 你可能都来不及处理 而你瞬间把它错觉为不同的色差 你马上就能够确认一个分辨关系 我们把它叫施变求存模型 因此我们只有错觉这个世界 才能有效的维护我们的生存 因此我们讲 我们的感知不是为求真设定的 而是为求存设定的 可能有人会说 我们的求觉味觉 总该是真知吧 那你就又搞错了 我们为什么品尝水果是甜的 不是水果客观上是甜的 而是因为你必须把它内含的能量 品尝为甜味这种舒适的感觉 你才会去吃它 大家知道水果中包含葡萄糖 它不是以葡萄丹糖的方式存在 葡萄丹糖在生物界 在自然植物界 存量是非常之低的 那么我们人类获得的能量 来自于三个方面 葡萄糖也称碳水化合物 然后脂肪 然后蛋白质 为什么把葡萄糖叫碳水化合物 是因为一个葡萄糖分子 由六个碳 十二个氢 六个氧构成 大家知道水是氢二氧一 十二个氢加六个氧 构成六分子水 再加上六个碳元素 由于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关系 因此把葡萄糖 或者所有的糖类物质 叫碳水化合物 那么在一般的水果中 在自然界中 葡萄糖大多是以双糖形式存在的 也就是两个葡萄糖分子 构成一个糖分子 由于水果中和植物中的甜素 碳水化合物 人体可以利用的这个能量 多以双糖形式存在 因此我们在进化的过程中 才会把双糖体会为明确的甜味 那么后来我们这制造了粮食 培植了粮食 我在前面第一节课讲过 人类过去是找不见淀粉的 因为淀粉存在在草籽之中 淀粉里面含的葡萄糖量多 要比双糖多得多 可是我们为什么今天吃淀粉 没有任何味道 你吃米和面是没有甜味的 是因为你吃它只有几千年的时间 你在进化过程中 没有对它作为能量分辨 产生味觉感受 我们为什么吃肉会觉得比吃水果香 是因为精瘦肉里都含有18%的脂肪 而脂肪的能量 是碳水化合物的一倍以上 一颗碳水化合物只包含四大砍能量 而一颗脂肪包含九大砍能量 因此你吃肉就觉得非常的香 是因为它含着更高的能量 你为什么闻大便是臭的 不是大便里天然就有臭素 而是你在进化的过程中 必须把它修闻为一种非常不舒服的味觉 或者气味的感觉 因为大便是你已经把你能利用的能量 利用完了的残渣 如果你还不把它修为是一种不舒服的感受 你就会回去又吃大便 吃了也是白玩 因此你闻大便一定是臭的 可大家想想 苍蝇为什么总是不断的在大便上爬动 是因为大便里还有苍蝇可以利用的能量 所以苍蝇闻大便一定是香的 否则它整天在大便上爬什么 可见香臭甜这些感觉 不是物质中天然具备这种味素 而是你从榨取能量的角度 在亿万年进化的过程中 必须把它设定为舒适或不舒适的感觉分类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但凡是苦的东西 一定是对人体有害的东西 不是说它客观有苦素 而是由于在亿万年进化的过程中 你如果不把对有机体造成损害的东西品尝为是苦的 你就会被自然选择淘汰 只有在感受的设定上把对有机体造成腔害的东西体会成一种不美好的排斥性感受反应 你才能够获得生存的资格 所以苦不是客观的 而是主观上一定对你造成损害的东西 你都必须把它设定为苦味 因此请各位注意 但凡是苦的东西 都一定是有毒的东西 因此吃苦瓜 你还是要小心为好 至少不能大量食用 因此所有药物 首先是毒药 要知道今天人类缔造了大量的化学品 它是强烈的损害剂 可它却表现为无色无朽无味 为什么 是因为自然界中不存在这个东西 因此我们在感官进化中就没有对它做分辨性处理 于是它今天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战害 我在讲什么 我在告诉大家 你的感觉本身是有规定性的 它是按照对有机体保护寻求能量资源来设定的 而不是按照求真设定 因此在你接受任何信息的一瞬间 你一定要把它错觉为一个最简洁 最节省生物能量的反应方式 来处理这个信息 因此你所说的世界永远是你的主观世界 而不可能是直接表达的客观世界本身 可能有人会说 那我的感觉感性是有问题的 我的理性我的逻辑有可能纠正这个东西 那么如果你这样想 那你就又搞错了 我们下面看我们使用逻辑的方式 要知道我们人类使用逻辑 其实基本上只有三大方式 也就是使用思想 哪三大方式呢 第一 存逻辑思维 比如数学 几何学 但是大家要知道 存逻辑思维会出现一个问题 你不知道它跟对象究竟是什么关系 比如数学 每一个数字后面可以包含任何东西 也可以不包含任何东西 它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逻辑演算数位数列系统 那么存逻辑演算 本身它一按照自己的逻辑格率进行 但它跟世界是什么关系 你永远搞不清楚 因此数学发生到今天有大量的数学模型 在数学上成立 可是我们找不到它的对应关系 所以数学几何学是典型的存逻辑表达 但是你却搞不清 它跟外部世界的终极关系是什么状态 这是我们第一种用之方式 而且是最高深的用之方式 我们再看 我们第二种用之方式 叫归纳法 大家先看归纳法 归纳法是什么 要速总结抽取结论 我比例子 比如你看亚洲的天鹅是白色 你到欧洲看欧洲的天鹅还是白色 你到非洲到美洲天鹅都是白色 于是你归纳出一个结论 说凡天鹅皆为白色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 你把世界上的天鹅并没有穷尽 如果你偶然有一天 你来到澳洲 你突然发现了黑天鹅 于是原来归纳法所得出的凡天鹅皆为白色的结论 立即崩塌 所以大家要注意归纳法是有天然缺陷 它只能证伪不能证明 就是它只能证明你以前所得出的结论是错的 它永远不能证明你当下得出的结论是对的 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你今天得出结论 说凡天鹅不是白色就是黑色 表面上看对 可你只把地球上的天鹅总结完 你怎么知道在外星上另有一个天鹅不是绿色的 不是红色的呢 你永远把宇宙中的天鹅不能穷尽 因此归纳法永远得不出真正有效可以获得证明的结论 这是人类用智的第二个方式 第三个方式叫演绎法 什么叫演绎法 它是归纳法的后续应用 我举例子 你已经知道凡天鹅皆为白色 然后你推倒 如果澳大利亚有天鹅 它也一定是白色 凡天鹅皆为白色叫大前提 澳洲有天鹅叫小前提 澳洲的天鹅必为白色叫结论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典型的三段论 演绎法 但是大家注意 演绎法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前提是归纳得来的 而且由于它的前提是被归纳法限定的 因此它只能证明不能证为 它跟归纳法刚好相反 归纳法只能证为永远不能证明 而演绎法只能证明 却永远无法证为 大家注意 我们人类使用逻辑的方式 只有这三种方式 存逻辑 归纳法和演绎法 可它居然都是有缺陷的 它是被我们的先天格律 思维格律规定死的 它是在我们感官素材的基础上 经过一个被先天给定的思维格律 套死的一个思维模型 因此经它处理的结果 一定是在原来感官扭曲的基础上 进一步扭曲 你才能得出思想性结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一切感知 都不可能是真知的原因 请大家注意我在这里讲什么 我在讲反思 就是用思想反过来拷问思想 我之所以把它叫广义逻辑反思 是因为广义逻辑要包括从感性知性 到理性的全段落 那么我们拿狭义逻辑 也就是拿我们的思维 去考察我们的感官 是我前面讲的部分 我们拿我们的思维 去反过来讨论思维的三个格律 这叫用思想拷问思想 我们在广义逻辑上可以把思想 调过头来考察感知序列和思想序列 这叫反思 这就是认识论的展现 我用最简单的科学表述说这段话 是想告诉大家 唯心主义是有它的道理的 它是唯物的直思世界和对象 必然导出的纵深问题 只有把这个问题考究清楚 你才会知道你的知本身是什么 以及知的局限是什么 进而你的知识是什么 这个问题才能讨论 当然这个问题的讨论非常复杂 我们留在讨论古典哲学的时候 我们再进一步的探究 这是狭义哲学的第二大特点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 中西哲学写盲课 夏宜哲学的第三大特点 叫科学前瞻 我前面讲课 大家应该已经听出来 哲学必然引出科学 因为所谓科学就是 哲学思想模型的 大新西量分科处理状态 比如我们今天讲数学 几何学 这些东西当年都是彼达格拉斯 和欧基里德这一批哲学家缔造的 他们当初绝不是为了缔造科学应用工具 他们是试图寻求这个世界存在的终极音 所以他们是纯粹的哲学产物 尽管他们是我们今天整个科学工具 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再比如原子论 它是当年古希腊哲人 资料论追究的一个终极结论 它是存逻辑推演的产物 那么到19世纪 卢瑟福才把它做成星系模型 中间一个原子核 周边有电子围绕着它在虚空中运转 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的物理学 原子物理学 粒子物理学所探讨的所有问题 其实都是2500年前原子论者 刘基伯和德摩克利特所提出的问题 迄今物理学前沿还没有探讨完毕 我们今天的粒子物理学探讨的问题 仍然是原子论当年提出的问题 这叫科学前瞻 这是哲学的一个重大特点 这是我反复讲哲学和科学 是一回事的原因 那么大家知道 罗素在晚年写过一本小册子 书名叫哲学问题 他曾经专门探讨哲学和科学 既然完全是一路产物 那么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罗素把它表达为 所谓哲学 就是对科学问题的前瞻性 非确定性讨论 这句话请大家回想原子论 也就是在人类距离真正精确的研究 原子问题之前两千多年 哲学家在存逻辑上就已经推导出 世界万物是由一种或若干种基本元素构成的 在当时 它不可能具备非常严谨的原子模型 也无法进行确定性树立处理 这种提前对问题加以讨论 却不能达成精确而确定的讨论结果的状态 叫科学前瞻 叫哲学 哲学问题是科学问题的提前探讨 是信息量不足情况下的预讨论准备 因此它带有科学问题的前导和引领作用 构成科学后继展开的前驱角色 请大家听懂我在这里讲什么 我在网上经常看到有人读我的书 说我的物眼通论 看起来像是一本科学书 而不是哲学书 他为什么这样讨论 讨论错了 是因为他不理解哲学和科学是一回事 哲学是对科学上还不能精确讨论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在信息量不足的情况下 预先发现问题 并加以探究的前导性思维方式 我讨论的低弱带长原理 今天就属于这个状态 比如我现在带不进去参数做精确计算 因此它是哲学 尽管在样态上看 它的讨论方式很接近于科学 而且科学迄今解释不了精神是什么 因为精神进不了实验室 社会是什么 因为社会进不了实验室 因此这些问题 我们今天仍然只能在哲学层面上 以哲学思想模型的方式探讨 这就是我的书《自然哲学论》三卷第一卷中 你看起来它更像科学 而全书实际上是哲学前导性探究的原因 关键在于你必须理解哲学和科学的关系 我在这里顺便说一点 为什么国内搞哲学的人大多是哲学家学家 或者如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所说 他只是哲学工作者而不是哲学家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哲科不分家 哲学和科学是一回事 由于中国近代教育文科文史哲这一块 和数理化这一块是分开的 理科和文科是两路教育 这就使得搞哲学研究的人 绝大多数对自然科学是陌生的 于是他在哲学上就无法纵身 因为哲学和科学从来是部分家的 要知道古希腊时代所有的哲学家 基本上都是当年的博物学家 比如亚里士多德 比如欧基里德是几何学家 比达格拉斯是数学家 而到近代古典哲学 所有重要的哲学家 全都是当年自然科学的大家 比如迪卡尔是数学家 生理学家 生理学家 机械论者 比如康德是康德 拉普拉斯星云学说的提出者 在他进行哲学研究之前 教了近乎二十年四十门以上自然科学课程 比如黑格尔对化学十分熟悉 比如罗素 他的数学知识好到这样的程度 他在十五岁的时候曾经企图自杀 他看着夕阳西下雪样的残阳 他最后没有自杀的原因 他自己说是因为数学实在太美好了 所以他没有自杀 我在这里讲什么 我在告诉大家 西方真正的哲学大家 一定是当时的自然科学家 或者至少对自然科学非常熟悉和精深 这就是国内文理分家以后 使得中国哲学研究停滞的原因 或者难以发展的原因 好 我们下面再讨论一个问题 由于我们国内的哲学素养很差 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 哲科不分的胡搅蛮缠 表面上看它借助了最新的科学 比如我们最近见到网络上 流传着大量关于量子力学的哲学心坦 其中包括某些科学家 本人就是量子力学的物理学学者 都在乱说一起 比如量子力学中出现量子纠缠 于是有人说佛学因此成立 甚至有人做了这样的哲学性的假定 说我们头脑中有一堆量子 我们所说的外部世界实际上是这个量子纠缠的产物 这些说法为什么大成问题 是因为它对哲科思维的精密逻辑 缺乱理解 我举个例子 我建议大家读一下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 雪定俄写的一个小册子 曾经是他的一个演讲材料 整理出来的书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自然与希腊人 他在这里面探讨一个问题 他说量子纠缠问题 首先表达为一系列哲科思维上需要纵深的疑点 比如量子纠缠 也就是跨距超距发现相同的两个量子 总是同时运动 这种超距作用力 雪定俄把它表达为两个问题 赏待追究 第一 空间是否连续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一般人感觉到的空间是连续的 可是空间有可能是不连续的 所谓跨超距量子纠缠 是空间不连续的一种奇怪表现 他说要不然还有一个思路 你得追究 什么叫整体性和个体性 就是你是两个或者多个量子 他们在超距发生纠缠和运动的时候 你把他们视为两个或多个个体 这个看法在概念上是错的 他们有可能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个体 关于人类整体和个体的观念 需要重新修正和考究 大家注意雪定俄的表述方式 他不是瞬间根据一个细小的科学进展 立即对哲学系统加以颠覆 而是对科学研究的这个问题的纵深点 在新讨讨论 这是非常慎重的态度 大家要知道在西方哲学史上和西方科学史上 出现过诸多对新发现的自然科学现象 立即加以胡乱图解而带出来的笑话 比如在17、18世纪 曾经有西方哲人根据对人体和生物体生理学的研究 立即做出社会学只不过是生理内在结构匹配关系的社会学学说 后来被证明完全是笑谈 因此我想说明一点 对于量子力学的最新进展 立即做哲学性的颠覆性假设 可以 但你千万记住 假设后面需要精密逻辑证明 如果证明不能展开 你就一定要探讨你所说的根据本身是否还需要深究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量子力学谈能量 所谓量子就是最小的能量包 也就是能量的最小单位 可迄今物理学包括量子力学在内 说不清能量是什么 要知道人类在过去说不清物质是什么 在爱因斯坦侠义相对论解决时空相对关系以后 它的相继逻辑推导导出能量和物质是一回事 这就是著名的智能方程 也就是E等于mc平方 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 它第一次确立了物质就是能量 这两者是一回事 人类第一次知道了物质在科学上的终极表述 可是留下一个问题 什么叫能量 这个问题迄今即使在相对论 即使在量子力学 仍然没有做最后的回答 那么在一个科学系统的问题 没有得到终极论证以前 你急切的拿它做哲学论证 显然你的证明系统无法达成 所以我要特别告诉大家 哲科虽然不分家 哲科虽然是一个系统 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前瞻性关系 和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 你必须做精密逻辑证明 而不能随便给出结论 那么哲学和科学的关系 为什么做哲学研究的人 一定要有科学素质 是因为科学提供最有效的新信息 请大家听懂我这句话 我们今天是信息时代 大量的信息扑面而来 可信息绝不是知识 信息必须在精密逻辑的整顿之下 才构成知识 信息是客观的 知识是主观 只有经过主观的 广义逻辑精密整顿 信息才转化成知识 由于科学是哲科精密逻辑的伸展产物 因此它提供最有效的新信息增量 从而成为一切新哲学思想得以发生的基础 这就是哲学和科学的关系 我再表述一遍 哲学是科学指前瞻 科学是哲学问题的精确化和确定化 临时表达 那么下面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 我见到国内有学者 自认为对科学非常熟悉的学者 对哲学大加贬低 说哲学死亡了 说哲学讨论的问题都是伪问题 甚至说哲学讨论的问题都是胡搅蛮缠 这种表述 是对哲学和科学的根本内在要素不熟悉的表达 要记住 科学是由哲学引导而发生的 科学本身内涵的是哲学精神 哲学是科学的前导和前瞻性 信息量不足情况下的提前讨论 因此哲学和科学是异价 今天许多只了解科学而对哲学毫无了解的人 才会说哲学全都是胡搅蛮缠 要知道哲学一定比科学长命 要知道科学全都是错的 哲学导出科学 哲学引领科学 尽管科学是对哲学前瞻性问题的精确化表述 但它并不是终极表述 它将在新的哲学前瞻性探求中往前发展 而且科学一定是最短命的东西 因为越高级的东西一定是越飘摇的东西 越低级的东西越原始的东西 才一定是具有奠基性决定性和稳定性 因此我们可以预见 当科学消亡那一天 哲学还在 就像哲学处在动荡时期 神学今天还统治着人类80%以上 是一样的 这里面任何学术都不是真理 它只不过是一脉思绪大心吸量 整顿模型的一个变化方式和变化进程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最后再来谈 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再在这里事先做一个强调 科学绝不是真理 这是西方所有科学家都非常清楚的问题 我前面举过爱因斯坦的例子 我在这里再举一个例子 还是那个量子力学的 创建者之一的学定谔 学定谔在一篇文章 也是一个讲演集中 题目叫科学与人文主义中 他探讨了一个问题 他说科学一定是有偏差的 这个偏差直到量子力学的时候 才开始发现和呈现 就是科学家把自己外置于世界系统 成为一个外置而孤悬的观察者 要知道人是世界客体系统的一个组分 人观察万物一定会干扰万物 而且你观察万物是借用你自己有规定性的属性 使家于外物的偶合产物 你根本不能超脱外物 你也根本不可能孤悬在外面观察外物 但实际科学却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孤悬状态下 观察外物的 因此他的结论是一定会出偏差的 那么过去由于科学只研究宏观问题 这个偏差可能显现不出来 到量子力学 海森博提出测不准原理 就是观察者本身一定会对观察对象产生扰动 大家想从哲学角度上 我前面讲过 按反思的角度 你的感知本身是有规定性的 你怎么可能客观的 孤悬的外置的考察对象 因此请记住 一切学术包括一切科学都只是对象的主观模型 而不是客观对象的真实描述 请大家牢牢记住这一点 那么我对哲学的基本状态做了三点表述 我在这里再做一次重复性的结论性表述 第一追究终极 不在表浅的多因素层面探讨问题 而是不断纵深其中极因 并且在逻辑展开的方式上不断逼近逻辑极点 形成公理逻辑论证 第二 广义逻辑反思 用思想反过来拷问思想拷问感知 从而使得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感知本身 是一个主观扰动模型 这是哲学远远高于科学的一个身在眼量 第三 科学前瞻 它是科学要素和科学问题 在信息量不足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提前探讨 因此它具有引领科学诞生 和引领科学发展的先驱作用 我们把这个思想系统 总称为哲科思维模式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我们前面讨论了哲科思维的基本特点 我们下面可以再对它做一些评价 首先 无用如地基 因为它是存逻辑游戏 因为它不折眼于实用 也就是它不受实际运用的眼界局限 因此它能够纵身展开 这就好比你盖一座大楼 你首先得打地基 地基占掉一座大楼最主要的工程部分 可是地基却是不能住人的 这个地基不能使用的部分 就是我们思想大厦的根基所在 哲学就是奠定这个部分 我举一个例子 古希腊第一哲人派勒斯 传说中有它一个故事 就是它每天晚上仰望星空 大家知道仰望星空这个词 就来自于泰勒斯的这个故事 后人用仰望星空来表达 哲学思静的深远而无用 传说泰勒斯每天晚上观察星空 有一天不小心跌落在一个枯井之中 她的婢女也就是她的女仆 把她从这个枯井上打捞上来 然后就问她 说你连你鼻子跟前的枯井都看不见 你整天仰望星空干什么 泰勒斯很尴尬的一笑 说围起我看不清我鼻子底下的枯井 所以我是泰勒斯 言外之意是 唯一你把鼻子跟前的东西看得很清楚 所以你是女仆 他说明什么 说明眼界深远 思虑纵深 不求实用 极筑经历发掘思想深层的逻辑功力 是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思维调动方式 他的第二个评论叫怪胆而深奥 就是他所研究的问题 看起来都是非常奇怪的问题 甚至是不着边际的问题 我也举例子 大家注意我这节课我再重复一遍 我讲的是西方哲学基础中枢 我尽量不用哲学化语言 我尽量用实力给大家讲问题 尽管这样讲 距离哲学稍微有点远 所以大家听我这节课 只属于获得哲学感 绝不相当于学习了哲学 那么哲学探讨的问题会是一些非常奇怪 和非常偏塞的问题 比如比达格拉斯学派 他们当年全副经历探讨 奥菲士教派的神怎样运作这个世界 他们用纯数学的方式建立了数论的整个逻辑系统 要知道比达格拉斯当年 他居然用数学方式把十二音律全部计算完毕 后人再加不进去任何一条定力 他的学团会去探讨如此抽象的纯数学问题 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无法想象的 大家想想中国先秦 朱子百家 他们讨论的问题 何曾有过纯数学 纯逻辑问题 比达格拉斯有一个学生 名字叫西伯索斯 他有一次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在正方形 也就是正矩形 它的一个边长和对角线的比例关系 居然是无限不循环小数 也就是说小数点后面永远没有结束 这种无限不循环小数 可以在诸多方面发现 比如圆周率 也就是圆的周长和直径的比例 也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 再比如二的开方 都是无限不循环小数 西伯索斯发现无限不循环小数 由于他违背了奥菲斯教派 比达格拉斯学团 用有理术的规范方式解释世界的基本原则 因此引起比达格拉斯学派的巨大震动 大家要知道无限不循环小数是什么 为什么叫它无理术 是因为数字在数轴上 是可以连续排列的 如果突然发现一个在逻辑上探求的数点 这个数点永远找不见它的具体位置 请大家想想 小数点后面是无限不循环的无数量的数字 它就意味着这个数点在数轴上 找不见确定位置 几何学描述的是空间 数学在某种程度上描述的是时间 就我们一般的感觉上 空间和时间都是连续的 因此在数学上 一般的数论 质感上数轴是一个连续统 可是西伯索斯发现无理术 就会出现一个重大麻烦 也就是数轴居然是断裂的 时间和空间有可能是不连续的 也就是在一个数轴中 有一系列点 居然是摇晃永远找不见位置的 这对比达格拉斯学团构成重大冲击 冲击到什么程度 西伯索斯受到学团的猛烈攻击 因为他对奥菲斯宗教构成危险 逼迫着西伯索斯不得不逃亡 他在逃亡的过程中 过一条河的时候 偶然被另外的学生发现 居然为此杀死他 偷尸河中 我在讲什么 我在告诉大家 古希腊人为了研究这些存逻辑游戏 居然认真到要杀人的程度 他表达着他们对这种存逻辑游戏 认真严肃 追究到了这样的程度 真是令人惊诧 毕达格拉斯学团当年其实有很多极荒唐的规定 比如不准吃豆子 不准坐在翻在地上的桶底上 不准俯身在地上捡东西 如果听见白色的攻击打鸣 意味着不祥 等等这样奇怪的想法 他作为一个教派 表现出极为荒诞的一面 但是他从宗教角度探究这个世界的本源 逻辑精密程度 却居然导出无理数的发现 以及对无理数的无穷追究 最终直到十八十九世纪 无理数的真正数学关系 也就是两千多年之后 才真正搞清 我们可以由此看出 他的怪胆程度和深奥程度 我再比一个对应的例子 大家知道明末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 最早最有名的就是利马斗 利马斗来到中国以后 收了一个学生 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徐光奇 徐光奇这个人 跟利马斗一起 后来翻译了欧基里德的几何原本 徐光奇做过一个说明 他说几何原本这本书虽然看起来毫无用处 却是任何人要进行精密逻辑思维训练的基础工具 可见徐光奇对欧基里德的几何学 在当年是有相当深入的理解 徐光奇和利马斗 两个人合作翻译几何原本 这是明末的事情 比古希腊时代已经吃了一千多年 可是徐光奇和利马斗合作只翻译到第六卷 徐光奇的父亲突然逝世 说起来徐光奇本人已经加入了基督教教派 但是中国的重德文化对他构成沉重的压力 按照中国的孝道文化 父亲逝世他必须回家守丧 于是被迫中断 集合原本的翻译 回老家替父亲守丧三年 等第三年他返回来的时候 利马斗已经逝世 徐光奇和利马斗合作翻译的 几何原本中断 直到清朝中期以后 时隔二百多年 几何原本才在中国翻译完毕 我在讲什么 我在讲重德文化和爱智文化的差别 即使是徐光奇这样已经理解爱智文化的精钥 并且已经折手进入这种工作状态 他都会因为重德文化的社会氛围 而使得这项巨量思想工程的翻译中断 这种被社会现实所牵动和存逻辑牵动 存逻辑牵动到要动刀枪杀人的程度 而重德文化强硬到任何人对基本的生活规范都被压制 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文化生活状态 我们就可以看出西方哲学的素质和其他文化的素质有多大的差别 第三 存逻辑共产 也就是他所探讨的问题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我也举一个例子 柏拉图发生转型 也就是和比达格拉斯学派接触以后 他在他的文章中探讨过一个问题 叫正多边形 比如五边形 八边形 十六边形 三十二边形 你可以无穷的放大 把这个边变得越来越多 画一个圆 贴着圆周 不断的做等量 多边形 叫正多边形 柏拉图为什么要探讨这样一个毫无用处的奇怪问题 请大家试想 圆周怎么测量 要知道曲线是无法精确测量的 圆周的计算是无法进行精确测量计算的 他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多边形做的越来越多 以至于做成无穷大的多边形 然后测量每一个边的直线距离 这样才能最贴近于圆周的计算 我讲到这儿大家应该明白 它是什么 微分和积分的早期探索 我们讲微积分是牛顿和莱布尼子同时发明的 它已经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了 可是早在古希腊 柏拉图那里 正多边形和圆形的关系 作为微积分数学的存逻辑探究已经开始 它说明它的这种存逻辑运用 达到了一种怎样的境界 请大家比较一下 我们中国文化跟这种思绪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追究终极 我们这边主体文化的格调 用孔子的原话叫数而不作 就是我只叙述前人的东西 绝不创新和创作 它和追究终极 不断探问 不断纵深 是完全相反的 哲科思维讲假设与证明 证明的过程要求不能出现逻辑断环 在存逻辑上一步一步推进 而中国文化将威严大义 也就是用最少的语言 得出最重大的价值判断和结论 这又跟精密逻辑证明实诚相反 哲学的另一个特点 科学前瞻提前讨论 由存逻辑引出的问题展望 而中国社会的基本文化 我把它叫人伦社会关怀 或者用中国古代的一个词汇 叫涉基关怀 涉是中国对土地神的祭祀 基是对古神的祭祀 中国的涉基这个东西就是指中国的农业文明基础及其相应社会构性 那么中国文化是涉基关怀 而西方哲学文化呢 它却表达的是存逻辑证明 这一种文化对应的差距构成东西方思维方式的重大分野 因此西方哲学 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两句话 它是智慧游戏与逻辑通道 它始于游戏终于通道 介于科学 所谓通道者 开辟精密逻辑的路径 拓展理性思维的前途 第二句话 叫它是理性运动的逻辑基础 请记住 所谓理性运动 就是指存逻辑推理 我们后面还会讨论这个问题 它是整个理性运动的逻辑基础 这句话什么意思 大家看一下现在的电脑 你的电脑里面 你日常使用的叫应用软件 这个应用软件是以什么为平台 以底下一个你无法调动和应用的操作系统作为平台 比如Windows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 如果你不是电脑专家 如果你没有编程能力 这个系统你是调动不出来的 它在你的正常电脑使用上 也就是在应用软件的运作上 它是潜在的 暗含的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操作系统 你的一切应用软件就无从展开 哲学是什么 它的存逻辑游戏就相当于电脑中 你看不见也调动不着的那个基础操作系统 有了这个基础操作系统 应用软件才可以不断的在上面揭续和生发 请设想 如果你的电脑里没有这个基础操作系统 你的电脑会成什么样子 你的应用软件会浅迫到何等程度 这就是理性运动的基础这句话的含义 请注意 当我讲这些部分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明白 在我们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构型中 这些东西恰恰是最为缺乏的 即使我们今天学习西方由哲学导出的科学 我们其实没有脱离我们传统应用学 思维的这么一个浅层运作方式 大家知道中国学术历来讲学以致用 讲知性合一 这跟西方专门研究无用学文的 这个古希腊的思绪完全相反 我下面稍微念一点 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量极重的学者 所表述的学文概念 寻子在他的书中讲 学只欲行而止 就是一个学文 如果达到能够应用 他就达到了最彻底的深度 大家再看中庸中有一段话 表达孔子思想 他的整个思辨或者整个思想的运用 最终落脚的在都行之这一点上 也就是一旦能实行运用 学文到此为止 我们再看 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人朱熹说过一段话 他学学之之薄 未若知之之要 知之之要 未若行之之实 他说学文之薄大 在于要知道知识的额要要点 他说知识的要点 在于能够落实为实际的行为 这都是中国学术的衡量尺度 他表达着中国文化 或者狭义哲学以外文化的基本形态 这就导致人的思想潜能的调动受到限制 这就导致古希腊哲学成为最终 最具有延展性的思想通道 我把课讲到这儿 我想大家应该明白 我们人类的所有知识都不是客观世界的直接反应 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主观感知模型和主观逻辑模型 大家非常熟悉的所谓宇宙观世界观 你都一定要理解 它绝不是宇宙和世界的本质反应 它实质上只不过是一个逻辑观 或者更准确的说 任何宇宙观和世界观 其实都不过是一个主观逻辑模型体系而已 这就是哲学探究最终达成的知识论效果 这也就是我一再讲 一切知识都只是一个主观思维模型 而不是客观世界的本质反应 理解这一点 你才能理解人类文化和思想的精要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那么我在前面讲课的时候 始终在讲一句话 人类文明不是铺垫在客观世界之中 而是铺垫在思想家的思想通道之中 因为所有动物都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 他们为什么不创造文明呢 人类的文明 是在人类思想功利的调动 是在人类虚拟和假设的基础上 求证出符合逻辑的知识体系 延展和铺垫的产物 这都是大家要建立的基本观念 它和我们原有的观念 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你只有理解这些东西 你足不才能理解人类文化 人类文明 乃至人类知识的构成基础 那么我们的知识既然只是一个主观逻辑模型 那么这个逻辑模型 为什么能够指导我们的实际生存 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的感知是在一个封闭通道中进行的 我们并没有感知之外的另一个通道抵达外物 因此我在书中把它描述为行而上学的禁闭 所谓行而上学的禁闭 你可以把它用更简单的方式理解 叫感知通道禁闭 因为我们所说的世界 永远是我们主观感知中的世界 我们并没有主观感知通道以外的 另一条通道抵达外物 这也就是为什么 即使在中国的今天 也有人提出全知论 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 永远是我们主观感知的总和 其实这个观点在西方哲学史上早就证明了 可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是不够的 因为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们的感知是什么 我们的感知既然只是一个封闭的主观感知通道 它为什么跟我们的实际生活和跟外部世界的对接有效 而且我们的感知逻辑模型为什么不断的变革 这些问题仅用全知论都是不足以回答的 所以全知论只说我们所说的世界永远是我们的感知模型 这在哲学上只相当于说吃饱了不羁 说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 可为什么这种表述是有价值的 是因为它纠正了我们认为我们的感知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应 所以请大家理解 我们一切感知 一切思想 一切知识 一切学说 都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应 而仅仅是一个思维模型 但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 这个思维模型为什么是有效的 为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表达为和这个世界重分对接 这是我们后面要逐步讨论的问题 我希望我后面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 并不直接针对这个问题而发 大家能听出其中的滋味 它的难度是很高的 那么大家先看一下 史蒂芬霍金 对这个问题的表述 我之所以引用它 是因为霍金有较大的影响 而且他是当代著名科学家 占据当年牛顿 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首席物理学教授的这个教织 那么我前面讲过 西方真正的伟大科学家对西方哲学都是非常熟悉的 因为哲科思维是一个体系 西方科学家即使不读古希腊乃至西方哲学史上的原著 他们的思想方式都受这些东西的侵染 就像中国人绝大多数人并不读孔子老子韩非子 可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的精神底层其实都有非常深刻的 如然是一样的 那么霍金曾经在他的一本哲学书中叫《大设计》里 他表达了我们知识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他用了这样一个词叫依赖模型的实在论 请注意我在前面一开始讲课我就讲 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在古希腊哲人认为 它不是世界的实在和本真 它只是虚幻之像 实在是假象后面的那个本体真存 那么什么是实在 思想模型才是实在 因此霍金讲 他说人类的知识 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依赖模型的实在论 所依赖的模型就是思想模型 就是感知模型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这就好比鱼被养在圆形的鱼缸中 由于鱼缸是一个曲面 所以鱼缸中的鱼看外部世界 永远是在一个曲面镜中看待这个世界 因此他一定认为这个世界就像我们在哈哈镜里看到的世界 是一个被扭曲的形象 他说我们人类的感知就相当于鱼缸的那个曲面 我们的感知不是真空 不是外部世界的直接反应 因此我们要用我们的感知规定性塑造一个外部世界的鲜艳模型 然后拿这个模型跟外部世界对接 这叫依赖模型的实在论 我想懂自然科学的人应该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比如我们今天在我们人类的感知体系中 我们是生活在四维世界中的 也就是长宽高空间三维和时间一维 因斯坦把这东西融合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四维世界 可是在物理逻辑上 今天已经导出十维十一维的世界模型 哪一个模型是真的我们说不清楚 因为我们的感知是被局限的 那么霍金又比了一个例子 他说科学上所讲的所有东西 都只不过是一个逻辑推导的产物 比如他说科学家从来没有见过电子 尽管我们今天所有科学技术的应用成果 全都奠基在电子之上 可是谁都没见过电子 因为电子只不过是1897年 汤姆逊通过阴极射线所发现的一个现象 从阴极射线管射出来的这个电子流 如果给底下放一个航磁铁 这个电流本身会发生偏移 这就是电子在逻辑上 推导为负电荷系统的来源 请问有谁见过电子 再比如夸克 谁也没有见过夸克 夸克是强子结构中的一个逻辑成分 比如质子属于一个强子结构 夸克在今天的物理学上 从来是打不出来的 也就是物理学在理论上都认为 没有自由夸克 那么夸克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对物理学重子现象的一个逻辑推导产物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见过夸克 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有自由夸克存在 这就是科学 科学是什么 一个精密逻辑的推导模型 所以请大家理解 是在这个体系上 我们建立了我们今天的世界观 宇宙观和知识体系 所以大家读我的书 我在书中 早在二十年前 我就讲我们人类的感知表象 至少可以分三个层次表达 在感性上 我把它叫直观表象 在知性上 我把它叫诗变表象 在理性上 我把它叫模型表象 请注意 跟这个依赖模型的实在论的表述完全一致 大家想想 我们今天构建的世界 是在数学 在坐标系上建构的 这个世界有坐标系吗 坐标只不过是一个理想模型 只不过是一个逻辑模型 但你只有在这个系统上 你才能理解这个世界 所以我再度强调 我们的一切知识 只不过是一个主观思想模型 这是西方科学家都非常清楚的事情 那么霍金接着做了一个表述 他说 分辨模型的好坏 或者建立模型的标准 有四条 第一 它是优雅的 第二 不可任意调整 极精确的 三 可通过预测等加以检验 四 可被证为 就是可以证明他最终是错的 请大家注意听一下这四条标准 什么叫他是优雅的 你怎么判定他优雅还是不优雅 他是精确的 你怎么判定他是精确 如果他最终被证为 就证明他不精确 他是可以加以预测的 所谓预测 就是可以用感官证明 这在科学上叫实证 请注意实证和证明是两个概念 第四 它是可以被证为的 也就是你仔细看这四条 没有一条是非主观的 而且霍金不能回答三项问题 第一 为什么会发生逻辑模型变革 大家知道 人类的宇宙观 世界观和知识体系 是不断变动的 是不断被证为以后 创造新的逻辑模型 和新的理论学说的 那么为什么逻辑模型 不能稳定 第二 他说一个好的逻辑模型 一定是方便的 也就是宇宙这块表壳打不开 你在外面可以猜测 这个表怎样运行 那么你有多个运行模型 你会采取哪一个模型呢 霍金认为哪一个方便用哪一个 可是正确仅仅是方便吗 实际上人类的逻辑模型 或者学说体系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不方便 以至于今天绝大多数人 都沦为科学外行 可见事实上是越来越不方便的 第三个问题 模型 正确 方便 这些概念究竟是什么含义 我们在霍金的著作中都得不到回答 我想说明的是 在哲学问题的探讨上 他还有更加重深的疑问和探求余地 我在这里只是想告诉大家 当你理解古希腊哲学所引出的问题 以及最后发展出科学成果以后 人类的思考虑仍然有无穷的扩展边界 人类的知识 人类对世界的理解 迄今仍然只是一个边缘性的探索 这就是哲学所揭示的 人类知识深度的无穷状态 关于哲学的基础问题 我在这里 我就简单讲到这里 大家听我讲到这儿 应该至少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唯心主义哲学 乃至认识论哲学 乃至对人类精神的探求 实际上是人类思想不断纵深的产物 它不是你简单用批判否定的方式 就可以处理的一个问题 在哲学史上 人类的思境越走越深 才导出科学上不断分化的 细化的研究领域 这是大家要特别小心的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 王冬月的中西哲学 起盲课 我们下面讨论另一个问题 如果听懂前面的部分 我们原来对唯物反应论的这个世界观 会产生基础性动摇 我们下面讨论辩证法 因为我们基本的思想架构 是辩证唯物主义 那么我们稍微讨论一下辩证法 我一点都不想颠覆大家原有的看法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如果你要想了解西方哲学 如果你要想了解科学的根基 你必须知道人类思想伸展和运用的方式 那么我们下面简单看一下辩证法的思想方式 我在老子课上已经讲过 我说辩证法或辩证逻辑 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初级阶段 请大家记住我这句话 因为在国内 由于马克思主义重要来源是黑格尔的辩证法 因此在国内把辩证法抬高到吓人的程度 认为辩证逻辑是人类思维逻辑的最高端 由于这是一个重大误解 因此我针对这个问题做一个最简单的表述 我们不用存哲学的方式表述 我尽量用大家能听明白的方式表述 尽管我下面讨论形式逻辑和理想逻辑的时候 可能会涉及一点稍微复杂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讲的让大家通透 我们尝试一下 辩证逻辑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低级阶段 这句话什么意思 首先大家要知道 从人类思想史上看 辩证逻辑是人类最早的理性逻辑形态 中国早在3300年前 甲骨文还没有形成以前 以易经为代表的阴阳两摇文化 就已经普行 所以中国原始思维的基本奠基就实现在辩证法上 而这个话题我们将来在讲易经的时候再展开 大家知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思想家 比如老子 比如孔子 讲中庸建立的都是辩证观念 西方照样 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 包括巴门尼德 包括波拉图 他们使用的都是辩证法思维 那么辩证法思维表达为人类思想史上最早期的思维模型 为什么 是因为人类早期他的信息量很低 用辩证逻辑处理理性问题表现出最简洁的状态 辩证法的简洁状态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 最典型的表述就是AB两点可以互相转化 用我们中国人的表述叫矛盾论 大家看看辩证法的思维模型 简单到何等程度 他说A之外通称为B 相当于我们在矛盾说中说 矛之外通通是顿 大家要知道 矛以外还有万千五项 并不都是顿 可是辩证逻辑怎么处理呢 他把A以外的东西全处理成B 把矛以外的东西通称为顿 矛以外的东西太多了 比如杯子 比如麦克风 比如电脑 比如桌子 它都不是顿 可是在辩证逻辑中 统统把它归为顿 或者A以外统统归为B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模型 它处理什么问题 处理知性形式逻辑的同一律 A等于A 这个话什么意思 我们后面再谈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辩证逻辑是人类处理同一律问题 A等于A 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思想模型 那么辩证逻辑是一个典型的 相对主义的主观建构模型 什么意思 比如在辩证法上 我们却不说辩证法 就是我们在日常运用概念上 我们是怎样运用的 比如前 前后上下左右 什么叫前 以你为终点 前面叫前 后面叫后 那么你往后退呢 那个后就又变成了前 也就是前后高下左右 这些概念全是相对主义概念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处理概念 我们为什么没有确定的前 确定的后 确定的上 确定的下 确定的左 确定的右 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生存处在 失位时空状态 这个话我很难用非哲学的方式表述 我只能说 它是人类失位性失存状态的一种 定位寻求方式 这话含义是什么 只能请各位自己琢磨了 那么辩证逻辑 它是人类确定的建立 失变方式的一个动摇状态的整理 什么意思 我在前面讲过 我说人类的感知 是必须把外物的无极变量 分解为明确的边界变量 比如你把连续320纳米的光波 要分割为150种以上截然不同的色觉 它表达的是建立失变反应的需要 那么这个失变反应是非常复杂的 当对象无限复多化的时候 失变过程就会发生混乱和动摇 于是辩证逻辑就是用最简洁的方式 克服这种动摇的一个主观整顿模型 我讲到这儿可能大家还没有完全理解 我们下面讲形式逻辑在讨论 那么人类在早年认识世界的时候 就像我们是儿童时代 那个时候我们看世界是完整的 恒定的或者说是稳定的 我们只有长到一定程度 智力伸展到一定程度 信息量大到一定程度 我们才会理解和发现 这个世界居然是流变的 那么到这个阶段 辩证逻辑就要处理一个问题 或者人类知性逻辑就要处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万物为什么会流变 以及如何变化 辩证逻辑是对这个 最基本问题的最简单处理 这就是AB之间可以互相转化的 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模型的来源 首先大家一定要明白 辩证逻辑属于知性逻辑 这是黑格尔本人的表述 黑格尔认为在知性逻辑以后 他比辩证逻辑更高端的一个逻辑 他把它叫思辨逻辑 可见黑格尔本人也认为辩证逻辑不是最高端的逻辑 那么辩证逻辑为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最大的用途 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绝大多数情况 甚至95%以上的情况 我们都运用的是辩证逻辑 是因为越原始越低级的东西 越具有奠基性决定性和稳定性 越简单的模型越有效 使用起来越便捷越稳定 因此我们在日常情况下使用逻辑模型 都是选择最简单最原始的模型运用 我在前面讲过 我说人类的下中数叫下意识 由积随决定 比如你骑自行车 其实是真正你熟练以后 你是把它交给积随管理的 你两脚做圆形运动 你脑子可以想复杂问题 但是自行车绝不会撞在树上 反而是你初学自行车的时候 你得调动高端思想 大脑皮层 使劲控制自己 你还会摔倒 它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人类运用智慧的方式 是尽可能把思维方式交给低端逻辑来运行 所以一旦你熟练化以后 你骑自行车就已经不用大脑皮层控制 而是由几岁控制做机械圆周两腿运动 自行车就在有效的运行 它说明越低端的东西越有效越稳定 这就是人类的用智方式 因此辩证逻辑为其低端性和稳定性 而表达出它的有效性 这都是辩证逻辑的基本特点 所以千万不要把辩证逻辑视为人类的高端逻辑 那么当你面临诸多复杂条件 更多对象呈现 你已经无法用简单的逻辑模型来处理的时候 高端逻辑自会呈现 所以把逻辑学叫做思想方法 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思想方法这个词 很容易给我们产生一种错觉 以为这种思想方法你是可以选择的 但实际上我们用智的方式是不由我们选择的 当你处在原始低信息阶段 或者处理的问题是低信息量的简单问题的时候 你不自觉的就会用低端逻辑 当你面临高端复杂问题的处理的时候 你不自觉的就得选用高端逻辑来处理 这里没有选择的余地 黑格尔有一句表述 他说一个人不懂得食道如何蠕动的生理学 一点都不妨碍他的食道继续蠕动 这句话的意思就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你的思想方法不在于显意识中能是否主动调动 而在你面对处理问题的信息量的时候 自然对应调动的思想方法 就是我们的不同逻辑层级的显示 那么黑格尔在讨论辩证法问题的时候 讨论的极为复杂 但实际上他的这个讨论非常过时 因为早在两千多年前 古希腊哲人和中国的易经 易知到老子的道德经 都在深入的讨论辩证思维 那么黑格尔为什么要用辩证逻辑 是因为他要讨论康德探讨理性终极问题 遗留下来的二律背反困境 以及对象和自在之物和精神的关系 所以要读懂黑格尔 前提条件是你必须读懂康德 然后你必须读懂黑格尔绝对精神是什么含义 黑格尔讲绝对精神的异化就是对象系统 感知他又使他回归理念 这叫辩证法正反合的运作 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表达的深有道理 他就是伯拉图理念论在近代古典哲学 清楚认识到我们的感知是一个主观封闭通道以后 对万物或者对我们人类所说的对象是什么 所进行的探讨 只不过他找不见恰当的探讨方式 因此借用人类最原始最简洁的辩证逻辑模型来胡缠 所以读懂黑格尔哲学的关键 在于读懂绝对理念的感知封闭系统本身的要素 这是读懂黑格尔的关键 由于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中 对辩证法做了过度不恰当的表述 因此现代逻辑重要创始人之一的罗素 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上 曾经给黑格尔哲学这样一个原话表述和评价 他说黑格尔的学说几乎全部是错误的 请注意我并不认为罗素的评价是正确的 但是罗素在逻辑学上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是有道理的 他站在高端逻辑上 对原始低端辩证逻辑本身被过高抬高 所给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这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下面简单讲一下辩证逻辑和高端逻辑的关系 这个部分稍微有点抽象 非哲学的表述 我不知道怎样表述好 我尽量给大家做一些直观表述 我们先看亚里士多德表述的形式逻辑 国内经常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使用两个由黑格尔创立的对应词 一个叫辩证法 一个叫行而上学 我想大家从中学大学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这两个词汇应该很熟悉 所谓行而上学 在马哲理或者在黑格尔那里就表述为静止的看待问题的哲学方式 所谓辩证法 就指的运动的看待问题的哲学表述方式 但实际上什么叫行而上学 我在前面表述过 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物理学之后 所以行而上学这个词站在古希腊狭义哲学的基础和纵深程度上讲 它是哲学这个词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有效表述 或者恰当翻译 那么辩证法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建立的逻辑学叫形式逻辑 所谓形式逻辑 就是抽调对象的具体要素 看逻辑形式怎样运行 被亚里士多德总结为三条 叫同一律 排中律 矛盾律 以后被德国近代古典哲学的沃尔夫和莱布尼子追加上第四律 叫宠足理由律 黑格尔把它准确的表述为是知性逻辑的典型形态 我们下面看一下形式逻辑的三律和四律的状态 形式逻辑的第一律叫同一律 最简单的表述叫A等于A 大家听起来觉得这完全是一个同与反复 主语和畏语没有任何区别 它为什么是形式逻辑的最重要核心定律 要知道 人类的感知系统是为了达成诗变反应 我下面讲的部分请大家仔细听 听懂多少算多少 大家想如果我们面临的对象是单一的 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失辩对象 也就没有必要去识别对象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假设在宇宙刚刚发生的时候 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 跨客和轻子 那么对于电子轻子或者对于跨客来说 它的对象是单一的 这叫A等于A 也就是当物从一分化为多的时候 如果对象仍然表现单一 那么你跟对象的一存就没有障碍 可是大家设想 这个宇宙的演化过程是一个分化过程 读我的书 弱化进程就是分化进程 请大家想 宇宙最初是一个基点 被巴门尼德表述为存在是一 大家再想老子说一句话 到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这里都表达的是分化进程 那么宇宙最初 从能量这一个一的基点分化出 跨客 轻子 玻色子 分化出多 这些最基本的粒子 在演化出或者说构合分化出 更多的基本粒子和92种天然元素 这92种天然元素继续分化出近千万种分子物质 这些分子物质在构合分化的下一步进程中 再分化中上亿万种生物 我们会发现宇宙的物质演化过程 就是一个分化过程 当你面对诸多对象的时候 你在单位时间内只能依存一个对象 要知道分化过程 就是原来那个一的残化 因此所有分化物都有一种内在追求合一的穷向 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依存 也叫做结构 我们达成依存和结构的手段 叫感应属性 或者叫感知 那么当对象负多化的时候 你所有的对象都是你的依存物 或者说都是你的存在条件 或者说都是你的生存条件 而你在单位时间只能依存一个对象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你当然得在诸多对象中 确立当时最首要的那一个依存对象 而不能在诸多对象中发生混乱和动摇 这叫A等于A 听懂了吗 我再往下表述 五亿年前 最原始的动物 低等水生动物 扁形动物开始出现视觉 大家知道在单细胞生物的时候 是没有感官的 细胞进行外部物质识别和外部能量代谢 是通过细胞末上的受体进行的 它只能分辨宇宙中的原子和部分离子 当世界分化越来越复杂 到扁形动物阶段出现视觉 也就是五官中最早发生的感官 据生物学家研究 最原始的视觉 比如扁形动物 它并不能看见负多的对象 它只能看见跟它生存相关的依存条件 这叫A等于A 我再比个例子 我们讲哲学课非常困难 因为我如果用A等于A这些话表述 大家一定全都渴睡 因此我不得不借用科学的语言和实验的直观东西 来给大家讲课 这个讲课方式距离你真正读懂哲学 存逻辑推道 相距甚远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这节课 视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哲学课 它只算哲学集组综术和启蒙 我讲一个实验 生物学家做一个圆盘 在上面放一个铲除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癞蛤蟆 他发现铲除的视觉 只能看见运动的平行调形物 也就是一个调形物 处在平行状态 放倒的状态 而且这个调形物必须运动 铲除的视觉才有效 也就是铲除才能看见这个东西 科学家做实验 在这个圆盘上扣一个玻璃罩子 把铲除扣在其中 然后在外面挂一个像昆虫一样的调形物 但是把它纵立起来 然后在外面旋转 铲除不做丝毫反应 表明铲除看不见它 那么当它把这个调形物在外面放倒 然后让它做出适当振动的时候 那么这个圆盘再转 铲除始终跟着这个调形物转 它说明什么 这个时候铲除看见 它说明发展到铲除这样高等动物的时候 它的视觉居然是局限的 只能看见它所要依赖的调形爬虫 也就是对它其他的视觉以外的 辅多对象 它在感性过程中会自动排除 这叫A等于A 我如果这样讲 大家还没有听明白 我再比个例子 这个时候你已经不是变形动物 也不是铲除了 你已经变成了一只鸟 你已经变成了脊椎飞行动物 这个时候在你的感官中 对象是负多的 一只鸟要在树上吃到一条虫子 它的感知却是对象负多化 它既能看见树干 又能看见树枝 还能看见树叶 还能看见树皮上的各种条纹 然后它在这些负多的对象中 必须找见那一条虫子 而不能随便撞在树干上 或者随便不断的扰着树叶乱飞 这样会过度的消耗 它的生物能量 属于无效消耗 于是它必须在ABCD等 无限负多的对象中 选择到那条虫子 这叫A等于A 也就是在负多对象中 单位时间找见首要依存物的失变反应 叫A等于A 那么大家再看 形式逻辑的第二律 叫排中律 它的哲学表述是 A是B或不是B 它是什么含义 它的意思是 当负多对象呈现 ABCD都出现 我要依存A的时候 B却在干扰我 我得不断的在A和B之间做出分辨 请注意 我前面用诗变这个词 它在分辨的过程中 得确定 它所要依存的那个对象A 这叫排中律 可见排中律是什么 A等于A不能保持 A等于A被负多对象干扰 叫排中律 大家再看 形式逻辑的第三项叫矛盾律 也叫不矛盾律 称矛盾律比较合适 它的哲学表述是 A不是非A 什么意思 它是讲 A已经在排中律那里发生了动摇 已经很难确定 我得在诸多对象中 诗变确定 我诗变完以后 还得再度确认 我没有诗变错误 或者没有诗变扰乱 这叫A不是非A 它是A等于A 经过排中律 A是B或不是B的诗变之后 再对A本身加以确认的动摇克服状态 所以它叫知性逻辑 请注意我在这里表述什么叫知性 知性是负多对象发生动摇 发生确认对象的动摇 不得不产生判断行为 叫知性 大家注意判断这个词 叫判别求断 只有对象负多化才需要判别 如果你只有一个对象 比如电子只有一个直子 那么他就用不着判别 当对象负多化 你必须在对象中加以判别 判别完才能做出决断 才能发生依存反应 叫判断 所以在哲学上 判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而判别求断位置知性 如果对象单一化 叫感性 所以最原始的感性 是不需要判断 比如电子面对知子 是不需要判断 比如缠除面对竖起来的调形物 是不需要判断 他就不在他的视觉范围以内 那么因此形式逻辑 被黑格尔表述为 是知性逻辑 什么叫理性逻辑 对象负多化到无穷之多 我们已经无法在实体反应上 面对无穷多的对象 产生推导反应 和A等于A的识别确认 于是我们必须把对象归类为概念 然后在概念上 而非实在对象上处理模型推演 然后再回归实物反应 这叫理性运动 也就是理性运动是把对象抽象和归类简化为概念 然后做软性推理反应 其目的仍然是对负多对象加以判断 只不过这个时候硬态实物判断 以无从进行 必须在软态逻辑概念砂盘上运行 这叫理性 那么亚里士多德所表达的知性逻辑 同一律 排中律 矛盾律 这个表述本身是理性的 是抽象的 是概念化的 但他所回答和解释的问题 是知性判断问题 我想大家应该听明白我这段话的含义 就是形式逻辑处理的是知性判断问题 但不是像鸟那样处理成实物对象 而是在理性逻辑层面上 以理性概念的方式处理知性 实物分辨状态的理性模型 而达成的效果是对知性逻辑 反应形态的模型说明 这叫知性形式逻辑 他后来被沃尔夫和莱布尼子 追加宠足理由率 就是当你做AB等判断的时候 你的判断得有延续性的根据 追加的这一条 已经从知性逻辑进展到理性逻辑的过渡 这就是第四律 不在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中的原因 也就是宠足理由率 已经表达为理性逻辑的后续中介状态 我想大家多少有点原理物理 可我只能表述到这个状态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那么我们下面 我简单表述一下 知性形式逻辑 进一步发展为理性逻辑的状态 大家听起来仍然会非常费劲 可你听起来非常费劲 会把你导入原理物理的状态 才是真正的哲学状态 那么高端逻辑 我们今天不讲逻辑学 因为逻辑学非常复杂 它甚至要借用非文字符号才能推导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读一下罗素 等等逻辑学家的书 那么我在这里 现在只想就形式逻辑 往上推演和发展 所形成的理性逻辑高端状态的简单总结 我要说明一点 当人类进入哲科思维状态 也就是在伯拉图之后 亚里士多德之后 乃至近代科学时代以后 真正的思想 大家在研究真正复杂的问题系统的时候 是绝不可能运用辩证逻辑来处理问题 这个时候的信息量和复杂处理的状态 已经必须借助高端理性逻辑 理性逻辑的范畴很宽 从最基础的辩证逻辑 逐步发展到理想逻辑 我先解释理想逻辑这个词 我先说明 当我在这儿讲逻辑的时候 都是指狭义逻辑 我们明天再展开对逻辑本身 乃至广义逻辑含义的伸展和解释 那么理性逻辑的高端状态 我把它叫理想逻辑 请大家特别注意理想这个词 我们今天一说理想 就是指一个乌托邦式的愿望 我们把这个东西叫理想 可大家要注意理想这个词 和中文的原概念 什么叫理想 纯粹推理之想 叫理想 什么叫纯粹推理之想 请回顾我刚才的讲课 我说一只鸟 面对树 树干 树枝 树叶 树皮条纹和虫 它是面对食物产生判别球段 当对象无限副多化 在食物上产生判别球段 判断过程已经无法进行 于是把成千上万的食物归类为简洁的缩略化了的概念 然后进行推理球段判别球段 这叫理性 那么当理性逻辑展开的时候 感性要素 也就是食物对象要素 从概念中抽离 也就是概念中已经没有食物对象 这叫纯粹推理之想 请注意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纯粹推理之想 比如数学 三指任何东西 也不指任何东西 在食物对象上永远没有三 它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概念符号 它后面已经没有食物要素来支撑 然后在这个上面进行推演 叫纯粹推理之想 我们一般所说的思想和推理 都是在直观要素的掺杂中表述的 比如我们说杯子 这个世界上你是找不见杯子的 你只能找见一个瓷缸子 一个桃缸子 一个刚刚子 你给我找一个杯 你是永远找不见的 杯子是一个抽象 但是当你说杯子的时候 这个食物对象仍然在背后支撑 也就是这个概念没有排除感性素材 尽管你说杯子的时候 它已经抽象化了 它已经概念化了 但它没有把感性素材排除干净 所以它不是纯粹推理之想 它是掺杂感性要素之想 当你把抽象度提高 由于对象富多程度极高 你不得不在更高程度上推演 进行逻辑推演 比如生物 请问有谁见过生物 你首先见过某一个马 某一皮狼 某一只羊 某一棵树 然后你把它分别说 这叫动物 这叫植物 这已经是抽象 然后还不够 你再把它进一步抽象 说动物和植物都是有生命的 这叫生物 这又在植物和动物上抽象一层 这个时候你不断抽象 你的感性要素就逐步在概念中撒掉 当你把所有的概念抽象到最高度 感性要素完全吃离 只做纯粹推理之想的时候 我们把它叫理想 我请大家听明白这一点 在纯粹推理之想上进行逻辑思维推理 叫理想逻辑 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是做的一个理想逻辑实验 他在讲 当你以光速运行的时候 事物会呈现什么状态 时间和空间会呈现什么状态 你能够以光速运行吗 你是根本无法以光速运行的 他的整个科学理论模型 是在一个存逻辑的推演中 存理想的推演中进行的 这叫理想实验 我们把这种思维模型 叫理性逻辑的高端状态 我把它叫理想逻辑 我再重复一遍 纯粹推理之想 叫理想 那么我们下面就看 撒掉了感性要素的 纯粹推理之想 它在模型上 对应形式逻辑的表达方式 第一叫简一律 什么意思呢 它对应的是知性逻辑的同一律 请记住我们人类乃至所有动物的感知 只是为了达成失辩 遗存反应 请记住 就牢牢记住这一点 我们的感知不是为求真设定的 而是为求存设定的 求存是在附多对象的分化残化系列中达成的 因此你必须再把你的感知状态展开为一个失辩状态 也就是附多对象的失辩状态 当附多对象很少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感性和知性的对应 当附多对象太多的时候 你必须把它从实物状态变成软性概念状态 进行虚性虚拟推导 这个过程叫理性过程 那么既然我们的感知都只是失辩反应的求存过程 那么当在对象极多的时候 同一律A等于A的失辩依存就转化为减一律 所谓减一律就是把A等于A转化成A系等于A里 所谓A系就是达成A的这一个整系列 ABCDEFG这一个跟A相关的系列 我把它整顿成一个逻辑脉络 叫减一律 请各位听懂这一段的意思 对象在概念中都附多化 然后在附多概念中再把它整理成一个A 叫减一律 我这样讲可能大家听起来还有点原理物理 那么我再比一个例子 比如我们人类使用力是各种各样的情况 今天工业时代你做一个磁轮 做一个曲轴 做一个连杆 你都得用力 可是你在力是什么这个问题上 你如果把它不能整顿成一个点 一个A系 这个力你就永远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人类使用力使用了几千年 人类在上万年前就已经使用头枪 标枪 不列动物 就已经在运用力 履力 比例 可人类在牛顿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力 直到牛顿最终把它整为一个方程 引力方程 大家知道引力方程是 力 引力等于两个物体质量的乘积 做分子 两个物体距离的平方 做分母 乘上引力常数 把整个力 变成这样一个方程 力是什么 得到终极回答 至少在牛顿那儿 做到减一回答 万千力的状态表达为引力 或者我再比一个例子 力的动量 它把引力下面划分为三大定律 第二定律 动量定律 这样表述 F等于MA 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 它把万千力的样态 它的动量样态 表达为一个最简单的方程 这叫把A系 也就是万千力的样态 表达为一个A力 这叫简一律 它相当于一只鸟 在万千树林的物象中 只盯住一个虫子一样 它在万千物象的概念中 只盯住一个点 并拿着一个点 能够统阔万千物象的整顿 这就是理性逻辑 跨越知性逻辑 处理更大信息量的 A等于A的升级状态 叫简一律 表达为A系等于A力 我已经说的很完整了 好 我们再看掉 叫排序律 请大家记住知性逻辑 叫排中律 排中律在知性形式逻辑中 表达为A是B或不是B 也就是单位时间依存一个对象的 这个判断反应发生动摇 于是必须在A和B之间 在复多对象之间摇摆选择加以确认 这叫排中律 那么道理性逻辑的高端理想逻辑状态 它转化为A是B 以及C以及D 以及E以及F等等 也就是它不再去做排中 而是去做排序 也就是它把A和所有非A之间的 关系理清 使得A和非A之间的关系贯通 叫排序律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都不恰当 请大家记住 当我以非逻辑的直观方式 举例表述问题的时候 它都是不精确 它仅仅是为了协助大家理解哲学抽象表述 好 我下面举一个例子 我再说一说明它不精确 比如在达尔文建立 它的生物进化论之前 生物学非常复杂 大家知道万物主要指生物 因为无机物只有几百万种 而在分子形态上只有几百万种 但是在生物界包括灭绝的生物 竟大上百亿种 因此此前人类最伟大知识最渊博 学问最复杂的是生物分类学 像林奈 俱维叶这些人 即使把亿万种生物简化归类 借门 钢 木 磕 鼠 种 种要上百亿种 然后往上归 上面有磕 磕就会减少 把多磕再归病 鼠 鼠就会减少 那么这样一直归最后归到门 动物门 比如各种物种再往上归 叫戒 比如动物戒 植物戒 真菌戒 它越归越少 但即便如此 用这七个层级归类 对象仍然是无数之多 而到达尔文 他怎么处理 他用自然选择这一个原理 把所有生物排序为一个进化层级 于是万物的呈现 形成在一个排序系列上的清楚链条 我这个比例并不准确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从排中率升华到存理性的排序率的一个可能模型状态 这叫排序率 第三叫消矛盾率 它对应的是矛盾率 知性逻辑 形式逻辑中的矛盾率是A 不是非A 也就是再度对动摇了的A等于A 加以确认 一定要搞清楚 绝不能让非A混淆其中 这叫矛盾率 那么到了高端理想逻辑 它表达为消矛盾率 而不是把所有A以外的东西排除 所以它在逻辑上表达为 A只为A正在于它源自非A或导致非A 这叫消矛盾率 请大家想想 我前面讲达尔文 他讲生物是从一个点导出另一个点 或者还原为一个点 比如万物 所有的生物都是从单细胞生物演化而来的 比如脊椎爬行动物往前 往原始方向 可以归类为水生脊缩动物 往后可以归类为两栖爬行动物 这种在A只所以为A 正在于它源自非A或导致非A的状态上 消除A和非A之间的断裂和矛盾 这叫理想逻辑高端的消矛盾率 第四叫追本溯源率 它对应的是宠足理由率 因为我前面讲过 所谓宠足理由率实际上不免导入多因素分析状态 而多因素分析状态会带来思维混乱 那么因此在高端理想逻辑上 它必须追本溯源到一个终极点上 所以宠足理由率最终表达为追本溯源率的终极追索 我讲到这儿大家应该立即联想 它达成的是什么结果 回归减一率 也就是追本溯源率 是在最终整理多要素对象的时候 从概念上复归第一率最重要的那个率 简一率相当于知性逻辑A等于A的确认非动摇状态 只不过一个是在实物上确认 一个是在概念大信息量上整理确认 听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 不管你听懂多少 你至少应该明白 人类高端理性逻辑 是动物知性逻辑的顺势延展 而不是辩证逻辑的反向过渡 辩证逻辑表达为A和非A之间互相转化 而实际上人类的逻辑进展 是在知性逻辑理性逻辑理想逻辑这一脉上 不断纵深和顺眼发展 它的内涵实质上是处理信息量 或者叫处理信息增量的差别 这就是理想逻辑状态 请注意我在这里想纠正一点什么 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表述中 他说形式逻辑是静止的看待问题 辩证逻辑才是动态的看待问题 这个表述显然是不对的 因为即使是形式逻辑 或者是形式逻辑顺言的理性逻辑 他虽然要确定A等于A 但他绝不是说A永远不变 他恰恰是在理性逻辑的顺言中 处理A等于A 这个A的变量的逻辑关系 这就好比我们说细胞 你要想研究细胞 你必须让细胞表达为一个静态模型 你才能研究 可他绝不排斥细胞是可以变化的 从原核细胞变化为真核细胞 从单细胞变化为多细胞 你如果不在静态上把它琢磨清楚 你说的动态就是一个混沌模型 你静态上把它琢磨清楚 它的动量和动音才能够进入精确分析 所以静态思维和静态形式逻辑概念的严格追究 绝不表达否认对象的动态思索 把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表输为 一个是静态一个是动态的这种说法 在动物知性逻辑状态也许成立 但是在人类的形式逻辑理性化的整理 和形式逻辑延续化的理想逻辑形态中 静态研究问题是动态变量隐身的基础 我希望大家听懂我这段话 从而明白辩证法过去的那种狭隘的对形式逻辑的批评 是不成立的 那么我把课讲到这儿 我们今天至少大家可以感觉到 哲学思维它的基础运行状态 它的追究方式 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我们得理解 西方哲学是从这样一个最基础的思径开端 从一个逻辑游戏开端 逐步导出人类思维模型的精致化分解 然后把这个思维模型不断雕琢 在这个抽象化的存思维模型中 也就是跟务实和经验乃至实用没有任何关联 在这个存思维模型中不断输入更大信息量 从而进行精密逻辑整顿 这个过程构成人类思想能力的潜质调动 这个潜质调动 一方面表达为哲学思维脉络和逻辑学的研究 一方面表达为对象和对象后面东西的追究 以及精密逻辑模型的建构 最终实现哲科思维在科学时代的分科化展现 由此形成哲科思维体系 如果你把我最后这一段总结 大致听出三分味道 你算没有白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们下面接着讲课 我们重点讲解了古希腊哲学起源的基本思想状态和哲学思维底蕴 大家应该能够明白 哲科思维是一个思维体系 那么我们今天把重点放在西方近代古典哲学 所讨论的那些繁难问题上 那么通过课程 我想大家应该能够听明白 哲学思维是科学思维的底层逻辑 请各位试想欧基里德几何学的哲学逻辑延展 如果我们上中学 学几何学 不是现在这种应试方式 学生只是做一大堆演算题 而是追随欧基里德的公理系统的逻辑脉络 给学生讲课 那么大家受到的教育和建立起来的思想方式 及其思想模型 将会是一个怎样缜密的系统 要知道当年牛顿 爱因斯坦 莱布尼子 斯宾诺沙 罗素 都是在青少年阶段 读到 欧基里德的几何原本而深受震撼 开启了他们的哲科思维活动 我讲这一点是想说明哲学表面上看起来毫无用处 但它却是思想的底层铺垫 一个人的行为 一个人的思想 是受自己底层逻辑模型的规定 这个东西决定着展现在你表象中的世界途径 你的世界途径 你的世界模型 是你的思维模型的产物 你的行为方式是在你的思维模型和世界模型 或者叫世界观模型上运行的 请想想这种思维底层的训练 是一种怎样重要的功课 确实了这个东西 仅讲应用层面的科学技术 会带来多大的遗憾和确实 好我再谈一个问题 古希腊思绪 除了被我昨天讲到的阿拉伯文明 给了一个传新的作用 其实其中还有一脉 为什么西方在史学上 把自己的文化之根 追缩为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系 是因为古罗马经历了三个时代 最早期叫王政时代 所谓王政时代做最简单的理解 就相当于始族部落 乃至部落联盟时代 古罗马的第二期 叫罗马共和时代 到公元前后 以凯撒为标志 古罗马才进入 古罗马帝国时代 在古罗马建政的早中期 也就是在古罗马共和时代 古罗马的基本文化 承接的是古希腊文化 大家知道我昨天展开的 那个古希腊地图 其中就包括意大利半岛 整个南部 所以古罗马共和时代的 基本思想氛围 甚至基本政治社会结构 都是希腊结构 包括它的两院民主制 贵族元老院 公民大会 执政官 保民官的选举制度 那么到帝国时代 是因为罗马共和时代 逐步扩张 逐步向亚平营半岛 也就是意大利半岛的 北部推动 而意大利半岛北部地区 已经成为 十一于农业发展的 自然午后条件 一旦进入农业 为主体的生存结构 共和制度就会散失 帝国时代来临 那么由于这个原因 罗马帝国在公元 四世纪到五世纪分裂 大家知道 后来东罗马帝国 在今天土耳其那一带地方 建立自己的首区 今天土耳其的首都 伊斯坦布尔 当年叫军事坦丁布 在东罗马帝国早期 古希腊的一部分思想和文献 在东罗马帝国保留 这成为后来文艺复兴 古希腊思想和文献 得到复兴和找回的第二个通道和来源 我在这里只做简单说明 那么我们今天揭续昨天而言 但昨天的古希腊哲学的整个基础 是你理解今天后面课程的一个重要前提 我们今天重点讲 西方近代古典哲学探讨的基本问题 叫知与在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的探讨 其实极为深奥而缜密 我今天不去讲古典哲学史 因为时间根本不够 我仍然以昨天的方式 只讲它的基本思脉 要知道古典哲学 从十七世纪初业 以底卡尔为代表开端 到十八十九世纪 以黑格尔为标志结束 这个阶段 锤炼了科学思维的 基本思维逻辑方法系统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所探讨的问题 远远超出了科学视野的局限 它因此为未来后科学时代 人类的文化奠基 以及对科学的批判 建构了一个基本的武器系统 因此理解今天的课程 可能不仅对于你理解科学时代的基本精神会有帮助 而且对于科学系统的批判 和未来后科学时代的基础建构 会起到某种启迪作用 我们昨天讲古希腊时代追问本体论 但他们在追问本体论的过程中 始终不能扫除精神投射的背景 从彼达格拉斯的数论系统 到柏拉图的理念论 到欧基里德的行论 本体的追问和精神的追问 其实呈现为一个系统 直到亚里士多德 形式逻辑的表达 使得精神问题的探讨 成为一个基本的课题 但在这个阶段 精神问题已经凸显 但却没有走上前台 但是他已经暗含了一系列奇怪的问题 就是知和在混淆不清 因为当你说在的时候 你说的是感知中 或投射在精神中的在 当你总结在 总结实在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总结 任何结论和构形 只不过是一个理念模型 那么知和在的问题 在这个混淆状态中不加分辨 却形成基础问题的显现 于是从追问对象直思的 这就是古典哲学的基本特征 它设计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几乎是常识性的问题 却极为反难 比如知是什么 在 在何方 如何能够证明在 因为你做的证明都是逻辑证明 你怎么知道你的逻辑证明 所指向的 是实在 知的内涵是什么 知的动量是什么 知的延续性 怎样表达 诸如此类的基本问题 构成近代古典哲学的 重大课题和疑问 再从古希腊说起 大家知道 古希腊最早提出 存在这个概念的人 是巴门尼德 埃利亚学派 巴门尼德提出 存在 笔影 识论 同时提出 非存在 那么他所说的 非存在是什么 哲学界探讨 纷纭 也就是 非识 那么 存在 是指某种 假象后面 要追问的 那个是 的延伸 那么 非存在是什么 就构成了一个 严重的疑问 所以 巴门尼德的 非存在 有可能 在不同角度上的 解读之一方 认为他就是 直观精神 世界表象 因为古希腊 追问的是这个 虚假表象 后面的实在 认为那个东西 才是存在 同时 巴门尼德的弟子 自诺 做过四项 著名的 悖论推演 对存在 对什么是一 什么是多 什么是动 什么是静 换句话说 也就是对什么是空间 什么是时间 做出了一系列 奇怪的推演论证 这些细节 我都不谈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找资料 去读一读 我想说一个人物 实在令人惊讶 此人名字叫高尔吉亚 他居然在古希腊时代 提出了著名三名题 他说 第一 无物存在 没有物质存在 因为你所说的存在 都是表象或假象后面的理念 他接着又做了一个推论 他说即使有物存在 也无可认知 就是即使有一个真实的存在 你也无从认识 因为你的认识所达成的 只是虚像或现象 接着做了第三层表述 他说即使有所认知 也无从言表 他非常惊人的 恰好说明了 西方哲学的三大进程 第一 本体论 到底存在是什么 有没有存在 第二 认识论 即使有存在 也无法认识 这恰好是第二阶段 西方古典哲学 所探讨的认识论的 核心难点所在 第三 就是当代或现代哲学的 语义论转向 也就是认为 既然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 是一个主观感知 逻辑体系 那么这个逻辑体系的体现 是以语言结构系统 表达的 而语言结构系统 有自己的内在规定性 这就导致语言的运行 会超脱逻辑的牵绊 而走向自己独立的运行状态 从而导致对逻辑体系的扰动 这是当代哲学 与议论转向所要探讨的问题 而高尔吉亚 恰恰在第三段中讲 他说即使有所认识 也无可言表 请大家注意 高尔吉亚在古希腊时代 居然预判了整个西方哲学史的走向 和基本问题的提出 这确实令人十分惊诧 我们见不到高尔吉亚的整个论证过程 仅从高尔吉亚的这一段 希腊时代的表述 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古希腊哲思的萌芽之中 包含着后来整个西方哲学演化的 全部基因和种子 后系的哲学发展 只不过是古希腊哲学思绪的延展和迭代 而且我们还会发现 早在高尔吉亚那个时代 哲学就已经表达出越来越脱离终极本源追问的深度 也就是从追问世界的本源 不得不飘离到追问感知的状态 从追问感知的状态 不得不再飘移到或者轻浮到追问语言的状态 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形成西方哲学走向逐步浅薄化的总趋势 这也就是为什么20世纪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要返回古希腊 重新追问存在的原因 我简括的讲这个部分 是希望大家理解 我们今天的讲课 你必须以古希腊哲学思绪为基础 否则我们下面讨论的问题 你会很难听明白 而且你也很难做伸展意义上的思想扩张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那么我们下面讲近代西方古典哲学第一人 迪卡尔 迪卡尔17世纪法国哲学家 是著名数学家 物理学家 生理学家 机械论者 我们今天使用的坐标系 平面直角坐标系和斜角坐标系 就是迪卡尔的发明 故称其为迪卡尔坐标系 解析几何 就是迪卡尔发明的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 迪卡尔在自然科学和哲学方面 他的基本思想功力 我前面一再讲 哲学和科学是不分的 一旦分开 一旦脱离自然科学 这个知识面 哲学根本无从探讨 哲学思路也根本无从展开 甚至你要想理解真正意义上的哲学 都会变得十分困难 那么迪卡尔作为法国人 由于法国当时还处在专制时代 距离法国大革命 还有一百多年时间 因此迪卡尔真正的人生 是流落到荷兰以后展开的 荷兰 大家知道 它是西方最早完成资产阶级革命 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 它在脱离西班牙统治时代 经过近乎五十年左右的战争 在1609年完成尼德兰革命 这比英国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 要早得多 因此荷兰这个地方 它在17世纪初业或者上半叶 它的政治文化氛围相对宽松 这是迪卡尔作为法国人 流落到荷兰 最后做出自己思想发展的原因 那么迪卡尔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表述 迪卡尔的哲学 最简单的说法叫二元论 所谓二元论 就是迪卡尔认为 这个世界要在两个方向上讨论 他说这个世界有物质实体 另有一个叫心灵实体 他说物质实体的属性是广言 所谓广言就是时间和空间 他说心灵实体的属性是思想 然后迪卡尔讨论一个问题 他说我们所讨论的世界 究竟是心灵实体的生发 还是物质实体的映照 他竟然从这样一个基本点出发 他说他发现他在做梦的时候 他的梦境是非常真实的 他在梦境中丝毫不能发现 自己的梦境是一场虚幻 等他醒来以后 他发现梦境只是梦境 于是他做了一个追问 他说我怎么知道 我醒来的时候 不是在另一重梦境之中呢 因此我们的感知本身的确证性 是一个疑问 我讲到这儿 大家应该立即联想起 中国先秦时代庄子的一段表述 这就是著名典故庄周梦蝶 庄子在他的书中讲 他说他晚上做梦 梦见他是蝴蝶 须须然蝶也 他醒来以后发现 他变成了庄周 须须然周也 也就是他做梦的时候 他觉得他是活生生的 逼真的蝴蝶 醒来了 他又发现 他是逼真的活生生的庄周 于是他追问自己 他说究竟是蝴蝶变成了庄周 还是庄周变成了蝴蝶 他已经搞不清自己是谁了 大家注意 庄周梦蝶这个典故 和底卡尔出发讨论之何在的这个开端 几乎完全一样 区别点在于 庄周梦蝶作为一个有趣的鸡坛 停在那里 而底卡尔展开追问 这就是深层追问 纵深追问和精密逻辑求证 与紧紧停留在深层问题上打悬 从而形成玄学体系的差别 那么底卡尔对自己的感知提出怀疑 由此 他说我要能证明任何东西存在都非常困难 因为既然我所说的在都是发展发生在感知系统中的在 而我的感知系统本身却不能确证 那么我怎么表达对在的追问 于是提出著名论题 我思 故我在 请大家听懂我这一段表述 也就是说 底卡尔认为其他的外物追问都是疑问 我唯一能够确证的在只有我思 就是我的思想在 我的怀疑精神在 我能够证明的在只有这个东西在 这可以说是唯一对在是什么的一个非逻辑执政 唯一有效的执政 大家注意这里面这句话很复杂 他说我思故我在 很多人把它理解为 底卡尔说我思 所以我在 我的肉体在 别搞错 底卡尔讲我思故我在 是在讲我思 所以我只能证明我的思想在 很多人把它理解为我在 包括我的肉体 这个物质实体都在 这个理解是不对的 因为你读一下底卡尔的原文 他专门讨论 我怎样证明我的思想在以后 我还能牵挂出我的身体在 他专门讨论 他专门讨论了一个叫松果腺的脑组织 在脑垂体部分 他说这个地方产生心深交感 然后我才能牵出我的身体物质在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底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这个在仅止私在 这是对在唯一有效的证明 大家还要注意 底卡尔的表述叫我思故我在 英文翻译把这个故也翻译出来 中文从英文翻译也翻译出来 但是这里没有推理关系 因此没有因果关系 故是因为什么所以什么的含义 因此这个翻译是有问题的 或者说有可能底卡尔的表述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思不是我在的原因 所以故这个字的存在是语并 他的表述应该是我思我在 或我思及我在 而我纠正这一点特别重要 为什么 大家读我的书第二章 我们从一个基本功力推出 我思及他在 这是后话 我们在这里不再隐身 那么底卡尔通过我思我在的这个有效证明 证明思想在 但他又不能否认外部世界的存在 或者他在质感上 无法排除外部世界的存在 于是他要经过一系列的逻辑推导 逐步推演出 外物存在 其推导方式非常复杂 甚至非常怪大 我在这里不再展开 而且底卡尔提出一个看法 他说我们的知识 最核心的部分是天赋观念 他说然后 我们又有两个得来知识的通道 一个叫感官得来的观念 一个叫心灵制造的观念 大家如果对国内马哲 在学习过程中 对底卡尔的批判熟悉的话 你会知道 底卡尔的天赋观念说 是被严重批判的 因为在唯物反应论看来 天赋观念说 完全是扯淡 可大家要知道 后来康德有效的先验论证明 证明了底卡尔没有伸展开来的 天赋观念的合理性 这个话题 我们放在讲康德的时候再谈 大家只记住 康德的先验直观形式 和先验逻辑形式 其实是底卡尔没有展开的 天赋观念的证明版本 这表明 底卡尔在认识论问题 或者说把精神和知作为一个独立问题 来家里探讨的时候 他实际上已经触及到问题的某些根本深层 只是论证系统当时还无从展开 那么底卡尔的二元论 必然带出一个问题 请大家在存逻辑上思考这个问题 不要在直观上讨论问题 我反复强调 我们人类运用思想 尤其到今天 或者到文明中后期以后 你得尽可能摆脱感官 展开存思续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 请大家想想 我们的感官系统是干什么 是我们当年生活在丛林中的 基本认知方式和生存维护方式 比如你到非洲大草原 狮子猎狗狼群豹子围绕着你 这个时候你凭什么生存 你凭耳从目明 你的眼睛得非常明亮 大家知道 动物的视觉比我们高得多 当你还没有看见动物的时候 动物早就看见你了 当你看见动物的时候 动物已经准备扑食你了 你的耳朵要能听见 森林中细碎的声音 否则动物的潜伏行为可能对你构成威胁 你的嗅觉得在顺风方向甚至逆风方向 嗅到对你构成威胁的动物的气味 甚至嗅到异味求偶的气味 乃至食物的气味 因此你在丛林中生活凭借什么 凭借感官 凭借感性的敏锐 可是当你逐步超脱 丛林时代 所谓文明时代 是人类自然界不再给人类提供任何生存资料 人类的一切生活资料都得由人类自己制备 当进入这个时代 人类的能力已经进入整个生物食物链的顶端 人类一定不必把自己的主要精力 顾及在应付丛林中的威胁 而得把自己主要的精力 应付在理解和缔造这个世界的时代 它会是一个什么过程 感官退化过程 从而达成思绪茂盛的余地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人类 尽视眼大规模发声 听力总体退化 朽觉基本消失的原因 所以我想说明什么 当你进入人类超信息量 处理生存问题的境界之时 你必须摆脱感官的束缚 你得在感性认知的上个层面 运行自己的感知和精神认知体系 从而达成对生存条件的高分化追缩 这就是人类 这就是人类哲科思维 调动智能储备潜力的原因 我希望这一段话大家听明白 因此在这个基础上 当我们讲深刻哲学思绪的时候 请你始终注意摆脱直观的束缚 进入存逻辑的私境 那么底卡尔展开的二元论 在逻辑上一定呈现一个问题 既然你只能证明你的知在 既然你所说的在都是知中的在 你并没有感知之外的另一条通道 抵达外物 那么你凭什么说有外物存在 也就是底卡尔的二元论 尽管从古典哲学启动上 第一次把精神作为一个对象 叫心灵实体 摆成正面课题 加以追究和探讨 但是它立即生出一个严重的麻烦 就是如果我们所说的在 只是感知中的在 而感知是一个封闭通道 我们并没有感知之外的 另外一个通道抵达外物 那么你凭什么说外物存在 你怎么知道 你所说的存在 不是纯粹的精神派生 这当然在存逻辑上 构成一个严重的疑斗 也就是说 底卡尔的在的证明 是一个独断 我一说独断这个词 大家就应该想起休默 我从这里 请大家理解 我展开的是古典哲学 基本思绪的问题导向式讲课 因为只有用这样的方式 你才能明白他们的思脉 怎样展开 由此在底卡尔半为物 半为新的二元状态中 必然带出下一个明确的答案 这就是贝克兰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 中西哲学启蒙克 大家知道 贝克兰被称为主观唯信主义 如果你不深言哲学 你会认为 贝克兰完全是一个疯子 贝克兰当年提出他的学说的时候 即使在盛产哲思的西欧 也被普遍社会认定为 他是精神病人 贝克兰提出这样的讨论 他说我无法证明外物存在 基于底卡尔提出的问题 基于贝克兰对牛顿光学的了解 贝克兰直接提出物事观念的集合 那么既然 贝克兰的二元论 你只能证明知这一元 那么物质实体这一元 你就无从证明 那么如果我说 你所说的在都是感知中的在 请注意 不是迪卡尔 而是我们所有人 你所说的在都是你感知中的在 请记住我说的这句话 那么你怎么知道 你所说的外物存在 不是你观念的集合 因此贝克拉提出著名三论 叫物事观念的集合 存在就是被感知 对象和感觉 原是同一种东西 贝克兰的表达非常极端 他完全否定有外部世界存在 但是在逻辑上成立 因此贝克兰对知勾销在的证明 成为一个哲学上的有效命题 由此对修默 英国经验主义者修默 构成严重冲击 修默接触贝克莱的东西 才突然意识到 我们所谓的知识 居然是一个严重的空洞 我们根本不知道知识是什么 我们知的内涵是什么 因为一般我们认为 我们的知识是对外物对象的知识 可贝克兰有效证明 你所说的知跟外物无关 或者至少你不能证明和外物有关 大家注意在古典哲学时代 大致分出两个派别 一个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经验论派别 一个是以德国哲学系为代表的 唯理论派别 所谓经验论派别 就是认为感知就是对外物的经验 所谓唯理论派别 就是在德国系列中表达为 哲学问题和知语在问题的探讨 是一个存逻辑问题的证明过程 那么修默是彻底的经验论者 非常彻底 从经验论上讲 他的表层是唯物主义 就是我们一切知识来源于对外物的经验 或者说对外物的感知 这是典型的唯物主义 可大家注意 恰恰是典型的唯物主义 一定导出典型的唯心主义 两者是一回事 或者在逻辑推导上是一个必然联系 那么修默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修默说既然我们的知识 只不过是经验的产物 大家知道 洛克曾经提出白板论 就是我们的精神是一个白板 外物在白板上的投影和书写 就是我们精神的内容 就是我们的知识体系 这是典型的唯物主义表述 但这个表述请大家注意 请你联想我昨天讲古希腊的恩佩多克勒 洛克的表述里显然带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他认为我们的感知是真空的孔道 感知是没有规定性的 这是白板说的实质 这显然是一个极为粗浅的看法 而且是明显错误的看法 我昨天讲反思 讲感官视觉听觉的规定性 以及归纳演绎逻辑等等的规定性 你就知道感知不是空白 不是白板 不是真空的通道 那么即使坚持如此唯物主义的白板论 从修默的角度看 如果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客观事物的经验性反应 那么马上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修默得出结论 从特称判断中不能导出全程判断 注意这句话的含义 我以最简洁的方式讲 而严格的讲 判断还分单程判断 特程判断 全程判断 我在这里只做最简单的表述 什么意思 我们经验中所看到的都是具象 我仍然拿马做例子 你经验中直观上只能看见 大马小马 黄马 红马 公马 木马 你何曾看见过马 马是一个抽象 马是一个全程判断 可在经验中没有马 那么你的马是从哪来的 你的全程判断是从哪来的 请注意这是一个严重问题 因为我们人类的一切知识 一定是建立在全程判断系列之上 也就是我们要找见任何事物的普遍性才能建构知识 请试想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里所包含的知识 哪一个是个程判断和特程判断 当你说马是一种动物的时候 从马这个概念到动物这个概念都是全程判断 都是在经验中找不见的东西 你在经验中给我找一个动物 你只能找见具体的猴子 具体的马 具体的鳄鱼 具体的大象 你何成能找见一个动物 动物是一个全程判断 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几乎不构成知识的话里 马是一种动物 在经验中这句话都不成立 因此修莫论证 我们的一切知识和经验无关 我们经验获得的只是具象要素 而我们的知识是普遍要素 是全程判断的构成 那么我们通常的这个知识 在经验以外的这个东西怎么建构 修莫接着存逻辑的再探讨一个问题 他说我们人类的一切知识 是建立在因果律的思维原则上 大家想想是不是 一棵树之所以能长起来 是因为它有种子 它的种子是树的原因 一个人之所以能生出来 是因为他有母亲 母亲是他得以出生的原因 好了我们再说深一点 基因是生命的原因 总而言之 你的一切知识建构在一个因果律的思维序列上 可你注意 你的经验里没有因果律 你的经验里只有你 只有你母亲 你的经验里只有树 只有种子 但你的经验里没有种子 就是树的前身的全部过程 你所说的因果关系 在经验中 尤其在特成半段的经验中 不存在 而人类的一切知识 是在因果论序列上建构的 这就使得修默从存为物存经验的角度上 反而否定了一切人类知识建构的基础 而他的否定和质疑 叫怀疑论哲学 是有确切逻辑根据 而且 修默接着讨讨论 他说那么我们说的因果是什么 在经验上考察 它只是一个事物在时间和空间排列序列上的反复呈现 就是一个事物在时间空间上总是在前面出现 随后发生另一个事物 于是你把这种之间的关系 非经验的主观设定为因果关系 但是这种设定是不成立的 有一个原因 因为你还没有搞清什么叫时间 什么叫空间 请注意 这些我们认为是指当然的东西 所谓自明的东西 正是哲学家要追问的东西 修默提出 如果我们所谓的因果联系 这个联系本身在经验中并不直接呈现 而它表达为是在时空中前后排列的反复呈现 那么我们就必须追究什么叫时间和空间 如果这个问题我们追究不清 因果律不成立 整个知识架构就会溃散 而时间和空间是不是真实存在 以及它究竟是什么 它究竟是一个精神现象还是一个客观现象 修默提出怀疑 这是非常彻底的怀疑论 但是它却建构在一个极为杂实的逻辑追问之中 大家要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因果讨论大多是混乱的 因果律是不成立的 在经验中是不成立的 比如从时空关系上 你可以这样表述 甚至古人确有这样表述 说鸡叫是太阳升起的原因 每到四五点钟鸡就叫了 鸡叫完太阳就升出来 从时间排序上 鸡叫总在前面 这个因果关系成立吗 逻辑上你会觉得很可笑 可是在经验序列上成立 罗素做了一个更有趣的表达 他说一个养鸡人养了一群火鸡 在火鸡看来 这个主人就是他食物的原因 他每天按时来喂火鸡 所以火鸡可以认定 主人就是食物的原因 可是他没有想到 终有一天 主人提着一把猎枪或者一把刀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 维特根斯坦会提出一个问题 休默当年也提出这样的问题 说太阳从东边升起 只是一个假设 因为你说太阳从东边升起 是经验的产物 而且是归纳法经验的产物 可归纳你永远不能穷尽 所以太阳从东边升起 是一个假说 是一个不成立的假说 我们今天知道 这个说法是对的 因为太阳在41年以后 将会变成红巨星 它绝不会从东边升起 它会当头落下 直到把地球溶解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休默讨论的怀疑论 提出在经验层面上 我们永远不能获得知识 而且明确证明归纳法无效 而我们人类的一切实在知识的确立 全都建立在归纳法基础上 这是显而易见 因此整个人类的知识大厦夸踏 因为休默的证明有效 这叫不可知论的开端 因此休默提出 此前对因果律 全称判断 所有知识建构 乃至实在本身 是什么的坦荡 全都不过是 逻辑上的读断 休默的这一番论证 深刻的震动了 康德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 看世界 欢迎收听 王冬月的中西哲学 启蒙课 请大家注意 康德 他是西方近代古典哲学的最高峰 康德在46岁到48岁以前 从来没有研究过哲学 他在大学里教书 教的全是自然科学课 他教了20年左右的科学课 他从来没有意识到 知识本身居然是一个问题 他偶然读到休默的书 大受震动 他发现他讲了20年的知识 而所谓知识 居然本身就是一个漏洞 就是一个疑斗 就是一个根本性的疑问 这才促使康德开始思考 知识究竟是什么 我们人类的认知是怎样建构的 他当然得从休默提出的基本疑点开始 那就是什么是空间 什么是世界 因为休默曾经论证 在经验上对空间和时间的感知 无法明细化 他只不过是事物连续发生的一个背景表象 那么康德因此追问什么叫时间和空间 什么叫因果联系 什么叫全称判断 他从哪里来 由此提出先言论 要讲康德 我们必须先讲三组词汇或者三组概念 第一经验 请注意哲学上的经验和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经验这个词不同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谓的经验 是指我们在食物活动中的知识积累 经验原意不是这个意思 是指我们用感知获得对象 或者用感官获得对象要素 叫经验 比如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第二个概念 先言 先生的先 经验的言 什么叫先言 经验已先就被规定的东西 叫先言 也就是在你经验还没有发生以前 已经规定了你的经验模式和经验系统的那个东西 叫先言 第三个词 叫超言 也就是超乎于经验之外的那些追究 我先把这三个概念说清楚 休默如果证明经验不能达成 从特程判断到全程判断的到处 经验中没有因果联系的直接要素 归纳法不成立 那么康德当然就要讨讨论 那么我们的经验是什么 我们联系经验的后面的那个作用力 来自何方 我们的全程判断 因果判断 所有这些东西 也就是知识基础构架的东西 在经验以外的什么地方 他提出 先言 在你经验已先 就被主观规定给死了 他开始做系统推动 大家要注意 他当年没有我们今天的信息量 我昨天讲 我们的视觉 只不过是感光 我们把光感成明亮 是一种鲜艳规定 我们把波长 错觉为颜色 是一种在我们张开眼睛以前 就被规定死了的视觉模型 其实我昨天就在讲鲜艳规定性 我只是没有用那个词而已 要知道当年的康德 没有这个信息量 他居然推导出 我们的感知是有鲜艳规定性的 就是在你经验发生以前 一个规定经验的格律 或者规定经验方式的平台 早已速成 然后他提出 他说时间和空间 只不过是鲜艳直观形式 请注意形式这个词 我一旦用这个词 大家立即要回到古希腊 运用这个词的那个概念上去 也就是说 时间和空间 是不是客观存在 我们无从讨论 康德说 我只知道 我的经验如果要发生 他必须有一个平台 这是我的语言 我不用康德本身的话 因为说起来太拗口 大家现在有注意理解 我改成现代语言 那么我的感觉和经验 本身要发生 必须有一个载体 有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时间和空间 时间和空间 是我们的鲜艳直观形式 他接着讲 他说所谓因果联系 所谓全称判断 它来自于鲜艳的范畴规定 大家注意范畴这个字 范畴这个词 在我们日常用语中 跟范围很有区别 可是它在哲学上 是一个专用词 最早探讨范畴 雅里士多多久探讨 到康德 进一步探讨 康德说 我们的全程判断和因果联系 是在鲜艳范畴上建构的 我举个例子 他分了四组十二项范畴 我不一项项展开 我只举一个例子 比如我说 小布什必然是美国总统 你听了一定觉得有问题 可是我如果说 二加二必然等于四 你听了没有问题 世界上没有二这个东西 二是一个存仇项符号 可为什么我说 二加二等于四 二乘二等于四 你没有疑问呢 这个存逻辑的范畴 就是必然偶然或然 这个在你先天逻辑模型中 建构的经验已先 给定的规定带出来的结果 所以你一听小布什 必然是美国总统 你就会觉得有问题 问题在哪 在你的鲜艳范畴中 不能接受 二加二等于四 世界上没有 可在你的鲜艳范畴中 他成立 康德接着推讨 说你的逻辑形式和你的逻辑规定来自哪里 仍然来自鲜艳规定 他把这个超经验层面的逻辑规定另取一组概念 叫鲜艳逻辑形式 我刚才讲时间空间经验 叫鲜艳直观形式 你在逻辑上能够整理的所有的东西 包括因果联系等等 它是鲜艳逻辑形式 换句话说 是在经验已先就给定的感知规定性 他说经验只提供现象信息 并不提供现象信息背后的联系 因此我们感知的世界永远是现象界 我们所说的存在 永远是感知中的现象体系 他说那么客观的物体 物本身在哪里 在彼岸 他取一个词 叫物自体 也叫自在之物 他说那个我们感知够不着的 客观世界本身 不在我们的感知范围以内 这就是著名的彼岸说 现象 现象界和物字体被划分开了 不可知论的证明 达成 我前面讲过 西方文化界的主流思想是不可知论 大家想想 康德的证明 是不是对人类知识是什么的最有效证明 你的知识是什么 不是外部世界的反应 外部世界只给你提供了一些凌乱的信息 怎样整顿这个信息 却是你的主观规定性本身 在你接受信息的经验之先就被规定了 这就是我前面讲 感知不是为求真而设定 而是为求存而设定 你的鲜艳是被什么东西赋育的 是被生存进化过程中维护生存的适应性要求 宿定的 是不是这样呢 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尝试 可是在古典哲学时期 它是需要用致密的逻辑推导 一层一层去证明的 而且康德接着提出了一个更麻烦的问题 他说我们人类总有一种把自己的智慧 或者理性调动到极致的倾向 但是一旦你把自己的智慧或者理性调动到极致 你在思维倾向上就总是追求达成一个绝对的 不可分割的 无限的 永恒的理念 大家想想 康德这个说法是非常成立的 我们一般人一定会认为 这个世界的存在是绝对的 古希腊人认为 在这个世界假象后面 一定有一个稳定的 不可分割的 永恒存在的真存 比如我们今天科学时代 在牛顿时代 人们不自觉的就会认为 万有引力定力是绝对的 是无限的 是涵盖一切的 到今天相对论时代 我们会认为爱因斯坦的学说及其宇宙论 是绝对的 是包容一切的 我们人们总是在把自己的理性和智慧调动到极致的时候 追求达成一个圆满的绝对的无限的理念 可康德讲我们的经验永远是有限的 你的经验根本不在无限中展开 无限跟经验没有任何关系 请想想 你看到的都是具体的对象 你能看到无限的宇宙吗 你看到的是具体的人 具体的桌子 具体的星星 具体的太阳 你所看见的都是有限存在者 经验只在有限范围内展开 知性只在有限过程中运行 可调动理性达极致追求的却是无限和绝对 一切经验和感知只在相对系统中运行 却总是在最高理念和最高理性的调动上 追求无限 这构成理性运用的重大弊端 他说人类因此一旦进入这种高度调动理性的状态 立即就会发生二律被返 所谓二律被返 就是不能兼容的矛盾结论一概成立 结果最终导致根本知识的混乱 可见康德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意识到 人类的感知经验及其狭义逻辑 都是有弊端或者有局限的 而且人类把自己的理性调动到越高的程度 这个弊端和局限就展现的越为明确 康德通过对休莫问题的反思 由此建立先艳论认识系统 使人类第一次明确知道我们所说的知识究竟是什么 我提醒大家听懂我这一段话 你仔细想想你的知识是什么 你所谓的知识绝不是外物的单纯反应 请想想休莫的那些论证 你所说的知识是外部信息和你主观给定的感知规定性 或叫鲜艳规定格律组合出来的一个系统 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问题直到康德鲜艳论证明完毕 人类才第一次知道人类的知识是什么 知识架构是什么 我讲到这里请大家听明白 如果你没有感知系统 思想系统 逻辑系统的调动和训练 你接受的不叫知识 只叫信息 如果你拿一个有漏洞的鲜艳感知系统 或逻辑系统整理信息 它会出现什么局面可想而知 而人类的高端感知部分 不在人类显性感知的表层 它只是一种潜能 需要后天调动其储备能力加以训练 由此构成信息处理系统达成的鲜艳整理模型 为之知识 因此大家在这里一定要把信息和知识分开 我顺便就证一个大家经常说错的话 人们说 知识是无穷尽的 而我们只是知识海洋中的遗塑 庄子有一个表述 他说 物生也有牙 而知也无牙 以有牙 随无牙 待以 他的意思是说 我的人生是有限的 而知识是无限的 以有限的人生去追求无限的知识 危险 听起来这个话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错了 请记住 知识是有限的 它是随着你的鲜艳感知能度而建构 而感知能力是一个逐步发生的东西 感知结构和感知能力发展到哪一个程度 知识才到哪一个程度 请千万不要把信息的无牙和知识的无牙搞混 而且信息是不是无牙 是不是无限 也是需要追缩的 什么叫信息 信息是存在是一万物分化产生的边缘依存效应 也就是如果万物不分化就没有信息 宇宙的弱化展开过程就是分化过程 分化过程就是信息生发过程 如果宇宙的演化是在一个有限区间内实现 那么信息总量也一定是有限 在这个有限的信息海洋中 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物种处理这个信息 即使他不能处理这个有限信息量的全部 他处理的知识量一定是被他的感知能力或信息能力所给定的 因此不但知识是有限的 信息也是有限的 因此说知识的海洋是无限的 我们的知识只是知识海洋中的一速 这说法不对 庄子说已有牙随无牙 也不对 理解知识是什么 理解知识和信息的关系 理解现象界和物字体的分离 理解客体和对象的概念区别 在逻辑上是我们建立知识的基础问题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好下面我再简单说两个话题 当康德提出 客体在彼岸 物字体在彼岸 我们的感知只是现象界 世界的本质是不可知的 这使得知和在之间画出一条鸿沟 大家要知道 这条鸿沟算是一个重大进步 因为在贝克莱和休默那里 知识什么在是否存在 都已经是疑问了 在已经可以被抽离了 知识什么全然是一个空洞 所以到康德这里已经是一个重大建树 然后康德接着讲 说我们把智慧和理性调动到极致 所达成的是二律备反 这个二律备反的意思 请大家自己去查索 康德的有关住所去读 我们在后面其他课程中也会偶然涉猎 黑格尔是为了处理这个问题 建立他的精神现象学习的 也就是说黑格尔很清楚 他从近代古典哲学乃至古希腊理念论中 已经明确意识到 我们人类所说的对象体系和存在 其实只是封闭感知通道中的存在 因此我们没有资格讨论 这个感知以外有没有存在 这个问题在逻辑上 这是一个伪问题 根本就不成立 因此他提出回到古希腊柏拉图的状态 他说这个世界的本源是一个绝对精神 所谓绝对精神 我们放成一个浅显的理解 就是你所说的世界永远是你精神界中的存在 这个东西你无法超脱 你也无法打破边缘 我们如果要找见一个东西 它到底处在什么状态 我们必须找见它的边界 然后把边界两端的条件加以比较 我们才能够搞清它的状态 可感知的这个通道是封闭的 这个感知通道的边界你是打不开的 因此这个边界两端的条件比较不能进行 因此你所说的世界永远是你的精神世界 此话一点都不错 黑格尔据此提出 绝对精神才是世界的本源 或者合理的讲 至少我们人类所说的世界 永远只是一个打不开的绝对精神 在这一点上 黑格尔学说核心成立 那么世界是什么 对象是什么 底卡尔所谓的物质实体是什么 我们在质感上所说的外部存在是什么 康德那里画出的那一条红沟 怎样消除 黑格尔由此端出最原始的辩证法 说外部对象只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异化 成现 A和B互相转化而又同一 你对这个绝对精神的外部转化 异化形态视为对象 当你对他有所认识的时候 他有回归你的绝对精神 这叫辩证法正反合论证 请大家听明白 黑格尔哲学的合理要素在哪里 在对感知封闭的确认 这是他的合理要素 也就是他维新主义的那个提法成立 恰恰是他说绝对理念的异化呈现 达成外部世界存在的辩证表述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真正读懂黑格尔 你会发现他真正合理的要素 恰恰是我们所要批判的要素的原因 要理解黑格尔必须读懂康德 要理解康德必须读懂修默 要理解修默必须读懂贝克莱 要理解贝克莱必须读懂此前的经验论学说和迪卡尔 这是思想脉络的一路发展 到康德到黑格尔古典哲学终结 知何在的问题被处理完毕 如果你确认康德是高点 知何在的问题就处理成一个不可知论的确定模型 如果你接受黑格尔的说法 知何在的二元关系在绝对精神中消解 知何在的根本问题至此达成讨论终结 我讲到这里 大家一定是不满意的 因为显然更多的问题随之呈现 我们的知是从哪里来的 什么叫精神 精神的渊源何在 什么叫鲜艳规定 为什么必须有鲜艳规定 鲜艳规定是被什么东西塑成的 如果我们的知只是精神封闭通道内部的主观设定 那为什么我们的知或者说我们的知识在运用中会有效 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成为更严重的麻烦呈现 除非你闭眼不看这个问题 你才能够说古典哲学问题获得答案 这也就是为什么 到十九世纪末期 西方出现以科尔凯郭尔为代表的一系列现代哲学的萌样 他们不再追究世界的本源和精神的本源规定性 他们不再追求这些根本性问题 他们就认为这些问题要么已经探讨完毕 要么根本无从探讨 于是他们回到对自我的追问 这就是典型的存在主义哲学 大家知道海德格尔的词在 其实表达的是知的自我性和我的自知性的问题追究 他既不追究我来自何方 他也不追究知来自何方 他把一切事物的起点设定在我的定在这个点上开端讨论 我的定知这个点上确定讨论 此在这个词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 叫定在 他本来是一个有疑问的问题 在西方现代哲学呈现为终极追问的起点 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倒退 尽管他在逻辑的论证上表现出某种合理性 因此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让大家明白 进入古典哲学 精神追问和认识论追问 成为一个必然的唯物追问和对象追问的后继问题 这个追问建立了我们知识论的基础 建立了科学系统得以建构的基础 而且还建立了未来后科学系统 或者说批判科学系统的基本思维武器 尽管它是一个未完成的探求 但却是人类当今科学时代的基本思脉追索 和未来超越科学时代的一个重要思脉端口 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顺便多说两句 你只有在这个思路上 你才能理解西方哲学近代以来 讨论问题的那个框架和思路运行 比如莱布尼子提出无创单子论 非常难理解 什么叫无创单子 莱布尼子讲 他说无稽物和植物也有知识 叫微知识 大家想寒羞草 它是一个植物 它的树叶能够感受到你的触碰 你触碰它 它的叶子会收缩 所以莱布尼子的说法是不错的 植物也是有感知的 无稽物也是有感知的 请想想什么叫分子 是一个原子 通过外壳层电子云能量 跟另外的原子 构成一种电磁感应关系 这不是一种微感知吗 莱布尼子又说 他说动物有感性灵魂 这说法很准确 我前面讲 其实我们人类 如果你回到丛林中 你凭什么生存 凭感性 凭敏锐的视觉 听觉和嗅觉等等 所以他说动物有感性灵魂 他说法成立 他说人类的自我意识 叫理性灵魂 这个表述也非常准确 我前面讲过 当你脱离丛林 进入思想构建的文明时代 你得把感性逐步洒脱 然后建立存理性的逻辑建构 他把这个东西叫理性灵魂 他说但是这样 你仍然够不着事物的本源 因此他在上面设定一个 更高的精神总和 叫上帝之志 请注意我一旦说上帝说神 请回到苏格拉底 对神事终极追问的 余所和通道 这个思路上来 那么莱布尼子讲无疮单子 讲的是什么 请回想古希腊的原子论 古希腊人推导出万物是由几种 一种或者若干种 基本元素构成的 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实践基础 存逻辑推导 今天物理学被证明是成立的 我们今天的整个世界构造 是在原子物理学 粒子物理学上搭建的 但是到认识论阶段 我们所说的世界 是我们感知通道中的封闭精神世界 精神的基础元素 因为如果我们所说的世界只是精神世界 那么精神世界的基本元素是什么 这当然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是递进一致的 这叫预定和谐论 你如果听不明白古典哲学所探讨的存在 和古希腊所探讨的存在的差别 莱布尼茨的书你就无法读懂 我再举个例子 树本华 大家读树本华的书非常难读 他自己总结两句话 世界是我的意志 世界是我的表象 什么意思 为什么把树本华的哲学叫意志论哲学 是因为树本华发现 任何人 任何生物 都有一种被驱动的意志 我们的感知 也就是世界是我的表象 是我们不能克制的意志欲求的推动成 于是 他说一般哲学只研究感知和表象层面 而没有追究更深层的推动表象和感知运动的身在力量 实际上是求存意志 意志是你不能控制的 它却是一切你的主观能力得以推展的原动力 他说万物都有意志 只不过这个意志是在不断增大的 然后他说康德仍在彼岸的那个物质体 其实就是意志 他用意志的存在 驱动感知表象的存在 来化解康德现象界 感知界和物质体之间的轰沟 他因此认为他有重大的突破 请注意 你只有理解康德 你才能理解树本华 而树本华的意志论 展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讨论范畴 他使得我们后面的美学讨论 美的本质的呈现 有了一个进行讨论的逻辑台阶 有关这个话题 请大家读我五眼通论第104章以后的各章节 我想说明什么 就是人类在知识上 在思境上的拓展 从古希腊追问本体 到近代古典哲学 展开精神探讨和认识论分析 展开和铺垫人类精神世界的全貌 那么我讲到这里 很容易给大家造成一个很严重的误解 就是大家认为我是违心主义者 别搞错 我一再讲明 违心主义没有处理一个根本问题 心是什么 精神是什么 感知是什么 精神和感知从哪里来 它究竟是怎样运行的 它的发展动量是什么 它的运行规定性怎样速成 这显然都是违心主义不能回答的问题 但你不能批判违心主义 因为违心主义明确的回答了人类的精神构造和感知通道不是真空 而是有规定性 这样一个重大课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迪卡尔以后出极个别人 但凡是违物主义者 批判违心主义的违物主义者 其实已经沦为哲学外行 他们已经不知道 这个时代的哲学家究竟在探讨什么问题 但是我绝不是违心主义 请大家注意什么是违物主义 它的早期呈现为对先的无意识 它根本不知道感知本身是有规定性的 感知本身居然是一个需要探究的对象和课题 这表达着违物主义的极端幼稚 这表达着人类运用智慧的初级阶段 请大家想想 一只狼看到一只羊 他会怀疑这个羊是精神的 还是物质的这个问题吗 一个人不展开思索 他像动物一样在质感状态上 他一定是违物的 泛富走卒 你问他这个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他一定会笑你是精神病 所以唯物主义表达为对精神和感知 毫无认识 并且对它有规定性 毫无所知的盲目 这是唯物主义的初级阶段 但是唯物主义 还有一个阶段 就是你只有探讨物眼的进程 你才能说明心是什么 精神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 它为什么只是物的一种属性 而不是实体 关于这个问题 大家读我的物眼通论 我在讲什么 我不是唯心主义 虽然我对唯心主义高度评价 但我也不是唯物主义 因为你得把唯这个字抠掉 物是包含感知和精神的 精神是物的属性 感知是物的感应属性代偿 这个话我后面略微展开 因此请记住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 毫无意义 因为早期的唯物主义者 比如古希腊自然哲学期 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有心这个问题存在 也就是他没有敌方 他不会形成争论 到唯心主义时代 你对精神规定性没有了解 你就没有资格指认对象 所以他也不争 没有争论的前提 如果我们要在物和物属性 也就是感应属性之间讨论 他完全一致是一回事 更不争 所以唯物唯心主义之争 纯属无畏的争论 纯属各自对对方深在内涵 缺乏了解的表现 我们再看不可知论 我们说不可知论 他有一个问题 所谓不可知 是他前提上默认了我们能获得真知 他由于认为我们的知是不能得真的 我们的知只浮现在现象面 我们的真永远是我们鲜艳感知形式的扭曲产物 因此他认为不可知 可如果大家听懂我的课 我在讲 知不是为求真设定的 而是为求存设定的 他原本就不是求真的 他是求存求实的 他跟求真没有任何关系 求真是一个枉坛 是一个全无意义的虚构 那么不可知论 这个问题就化解掉了 因为既然知不是求真 而是求存 而知达成了求存的代偿效果 怎么能叫不可知呢 所以我再重复一遍 不可知论的缺陷 在于他默认了知是求真的妄想 这就是不可知论的毛病所在 因此我在这里重申 我既不是唯心主义者 也不是典型的唯物主义者 因为我对唯心主义给予高度评价 但我认为唯心主义讨论问题 没有触及根本 没有探讨心和感知 以及精神的本源 不可知论 底下有一个虚云的求真 默认 这就是哲学上这三大派别 实际的状态 和站在一个另一个高点上的化解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下面简单表述一下 知是什么这个话题 我这个表述以物眼通论为产本 但是我用最简洁的方式 只讨论知和在的关系这个问题 大家想 底卡尔表述说 世界是二元 物质实体的属性是广言 心灵实体的属性是思想 它把感知心灵和精神 设定为在平行横轴上的二元对立关系 而且它的根据是 我思 故我在 可大家想 我如果做一个相反的命题 我思 故他在 或我思 他在 这个命题成立 请想想 为什么有我思 如果没有对象 如果你不是相对存在 如果你就是绝对存在 你需要思吗 你需要感知吗 假定世界是一 存在是一 比如积点状态 宇宙在没有分化以前的最原始存态 这个时候万物就是一 其结果是什么 是这个积点能量存态 没有任何属性可言 因此物理学上把它叫积点 奇怪的奇 也叫奇点 什么叫积点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没有任何可感知属性 或者说它没有任何属性 因为我们的感知 只是对物的属性的感知 如果一个物没有属性 这个物就无从感知 这就是为什么 物理学把它叫积点 所谓积点 就是你用任何方式 包括物理方式 数学方式和其他科学仪器方式 你对它没有任何可以表述的要素 也就是它没有任何属性可以呈现 那么积点是存在度最高的状态 它在这个点上 如果存在度最高的点在这儿 那么积点由于存在度极高 因此它没有属性发生 而万物的演化 是一个弱化衰变进程 那么当物衰变的同时 弱化就是分化 或者在我的书中表述为弱化等于分化 等于残化 存在是一 逐步分化为存在是多 任何多都是一的分有 或者说只存在是一的残体 残化了的部分 总有一种回归合一的内在冲动 由此形成感应属性发生 也就是它只有借助于感应属性 它才能达成自己丢失残体部分的回归 这叫移存 属性由此发生 属性很多 从最基本属性 广延属性 所谓广延属性 时间和空间属性 大家知道按照现代宇宙论 在基点状态是没有时间和空间 再下来 感应属性 比如最初分化 质子和电子 那么电子要回归质子的合一 它用什么方式回归 它必须用自己的负电和属性 去偶合质子的正电和属性 这在物理学上叫电磁感应 它其实就是后来感知的前提 由于物质存在度越高的时候 属性发生量越低 物质存在度越低的时候 属性代常量越高 我们从这样的关系里 可以发现 最初基点最高的存在状态 其实规定了一个基本的存在预值 叫存在预谱式常量 如果没有这个预值 没有这个常量规定 那么物质存在度的衰减 就没有必要达成属性发生的地步增益关系 那么感应属性 它的发展进程和增益增量过程 最终形成感知属性 这就是人类的精神渊源和精神来源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什么 精神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实体 底卡尔的表述错误 因为如果我思我在是一个证明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 为什么会有我思 我思一定是因为我在发生了问题 一定是因为有他在 而我跟他在不可分割 我跟他在是一个必定的依存联系 我思才能够发生 所以他的反正同样成立 我思他在 那么我们会从这个微知识 感性灵魂 理性灵魂 我用莱布尼子的话讲 我们会发现万物的演化进程 就是感应属性的增益进程 存在度的衰减是一个衰变量 带长度 属性带长的增量 是一个反比函数 属性很多 比如广延属性 时空属性 比如感应属性 后来发展为感知属性 比如能动属性 后来发展成自由属性 比如结构属性 最原始的万物 结构极为简单 早期的基点没有结构 分化才导致合一状态 冲动的达成 叫结构 所以越高级的存在形式 结构越复杂 它都是随着万物存在度 衰变进程而发生的 代偿增益的产物 如果我们只关注感应属性 这就是精神哲学 得以展开的基本样貌 那么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感知是有上下规定向线的 也就是感知并不是随意的 比如一个电子 感应一个质子 它的感知能力 在物理学上叫感应 表达为极为低下的状态 它只能感应到一个正电荷 而且大家会发现 我们感知的局限性 也就是不能真感的局限性 在感应属性最初发生的一瞬间就表达 比如电子感应质子 大家知道一个质子 外面围绕一个电子运转 这就是化学元素周期表上的第一号元素 氢 电子感应质子 它永远不知道质子的其他要素 比如它不会知道质子的质量 它不会知道质子的形状 它不会知道质子的颜色 它只能用它的主观感应属性 也就是这个质电荷 去感应质子的对应可感属性 也就是那个正电荷 而且它连那个正电荷都不能真感 因为它在感的那一瞬间 它的质电荷就偶合了正电荷 达成的是电中性 我这样讲 如果你还没有听明白 那么我进入分子阶段再讨论 那么到分子阶段 比如酸碱 大家注意我这样讲的时候 你要听明白 什么叫主体 什么叫客体 我已经在开始讨论了 主体是什么 主体就是镜像式的客体 它在原始阶段 残化着的任意方 你可以把它设定为主体 那么它的比方就是客体 但反过来 当你说它的比方设定为主体的时候 它的对象就是客体 可见主体是什么 主体在原始状态 就是客体系统的可换位状态 这就是主体的本源 所以我前面一再讲 我们人类只不过是客观世界中 不能抽离的一个客体分子 所以科学把自己孤悬在外 假定自己跟客体无关 外置自身而作为观察者 这本身就注定了科学的麻烦 那么如果一个酸分子 你设定它为主体 你把减分子设定为客体 当然你可以反过来设定 那么酸分子以其酸根作为感应属性 它并不能感知整个碱分子的分子结构 它只能感应碱分子的碱基部分 而且它得出的感知成果绝不是碱 而是酸偶合碱一瞬间所达成的盐 我想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 酸碱中和反应的产物是盐 因此如果你问酸 碱是什么 它回答你一定不是酸 而是盐 也就是感知的一瞬间 你的主观感知属性 一定是对客体 可感对应属性的偶合扭曲 由此才能达成感应反应的依存关系 是不是这样 而且你的感知限度是 你并不求全职 就像电子用不着知道质子的质量 形状颜色等等要素 它只要知道对象的正电荷 甚至把对象的正电荷扭曲为电中性 它的感知已经满足了 满足什么 满足电子和质子之间的稳定依存关系 是不是这样 这叫支 这叫支的原始感应规定 请记住我们人体 整个神经系统的最基础架构是什么 我前面讲过 电磁感应 细胞末跨末电位 传入神经的神经生物电冲动 然后在中数 视中数 听中数 脑中数 对这个电子感应系统的整顿 是不是这样 它是我们一切精神活动的最基层 我在前面把它表述为无意识基层 我们只不过是在这个基层上 一步一步的在上面代偿架构 五亿年前 扁形动物出现视觉 以后出现神经网 以后出现神经节 它是神经中数的前提 以后出现下中数 以后出现上中数 然后出现高级皮层 这样一个叠加的过程 才构成从感应 到扁形动物的感性 到脊椎动物的下中属性 知性 到人类额叶前皮层的底性 也就是说 自然物眼结构中感应属性的增量 和增益进程 在我们人体神经精神感知系统架构中 层层实现 一步都不缺掉 它由此在最基本点上 注定了你的感知本身不是求真 而是求得有效依存结构反应 因此到人类的感知 你仍然受此规定 在康德的学说中 精神在整个认识论 及西方哲学中 从来没有找见知识的源头 以至于迪卡尔认为 心灵实体是和物质实体 对应的一个存在体系 实体体系 而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模型中 非常清楚地看到 世界只有一个系统 精神只不过是物眼系统的 属性增益产物 而且 康德不能解释 为什么我们的感知 只能停留在现象界 什么叫现象 感应属性偶合 也就是你的感知 不是平白发生 你的感知是你身上 有主观感应属性 从电子 负电荷属性 到酸分子的酸根属性 到人类的感知属性 你是用你的主观属性 去偶合对象的 对应可感属性 而偶合过程就是扭曲过程 因为扭曲过程达成的结果 是依存结果 因此它满足感知求存效应 这就是现象的来源 由于感知只是属性偶合 因此属性下面的派生者 永远不在感知 可以追究的范畴之内 此位之物字体 这就是康德所说的 所谓物字体 是不是这些问题 得到明确的呈现 而且 我们会发现 感知是有上下限度的 也就是 当你的存在度很高的时候 你的感应属性 你的感知度一定是很低的 当你的存在度很低的时候 你的感应属性 这个时候发展为感知属性 它的感知属性量 一定是很高的 也就是你的感知能力 表现为很高 要知道 这个过程是被规定死的 你绝不可能看到一条 会做四则运算的鱼 你也绝不可能看到一条 会做微积分的猴子 为什么 因为这个感知增量 或感应属性增量 跟它的存在状态不匹配 我比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一个蚊子 它吸动物的血 包括吸人的血 它在秋季繁殖的时候 它会不顾死活 全体性攻击 以达成吸血效应 因为瓷蚊只有吸到动物的血 它才具有繁殖的营养和能量 由于蚊子的存在度极高 产卵量极大 因此它的感知属性 保持在很低的状态 也就是当它进攻人 吸一血的时候 它是奋不顾身的 如果你处在防御状态 十个蚊子进攻你 可能只有一两个蚊子 能吸到血 八九个都被你拍死 从道理上讲 蚊子很盲目 它不能感知 它的损失量和收益量的计算 我们正常人 如果你的日常行为反应 是你在任何一个动作中 亏损量大于收益量 持续进行的结果 你一定灭亡 是因为你的存在度太低了 你的感知计算度必须很高 你才能维系自己微弱的生存 蚊子繁殖量极大 它每次排卵数百例之多 而它的繁殖期极短 如果它具有人那样的感知度 发现自己的成功概率不到百分之五十而退缩 蚊子早就灭绝了 它恰恰因为它的愚蠢 而保证了它的有效延续 可见低感知度是一种保护效应 高感知度是一种微存效应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请回想我在讲这节课刚开端的时候 我讲了罗素说过的一句话 智慧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智慧不是一种精炼的愚蠢呢 如果你听懂我这段话 你就会明白 智慧其实是一种精炼的愚蠢 它标志着你存在度极低的一种 不良微存状态 那么我们在这个系统上 就可以清楚地解释 知的上下限度 它的下部限度 被你的存在度所决定 它的上部限度 被你的求存满足 常量预值所限定 这就是我们的感知 我们的知识 不是一个随意进取量 而是一个自然规定量的标述和原因 那么我们在这个模型中 既找到了精神的源头 也找到了精神的动量 还找到了精神运作的基本规定 这就像研究生命 你要想研究生命的基本状态 你拿人来研究是很困难的 你回到哪里 回到细胞学的研究上去 这就像今天人类做基因工程 在实验室中 全是用最基本的单细胞生物 比如大肠杆菌来做研究 因为在最简单的模型上 表达着最复杂的 所有属性的前存简单形式 那么我们要想解剖精神 回到它的原始点上去做探求 它会呈现为非常明晰的状态 所有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之间的矛盾 深层问题的答案 由此步步实现 我在这里只做了感应属性增益 这个最简单的模型表述 我想说什么 知的程度受限于在的程度 你的能知是你能在的状态的属性表达 然后你的能知状态和能知规定性 决定了你的所知形态和所知内涵 这就是精神现象的根本原因 或者在今天大信息量的精神存在模型 所以当我讲感知的时候 我是把它分为感应 感性 知性 理性 一系来做表达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在人的精神层次中 精神藏垒中 我们说感性 知性 都已经不纯粹了 因为我们所说的东西 是在理性笼罩下的总体状态 而从发生学上讲 最初有感应的时候 没有感性 比如电子和质子 比如酸根和剪辑 它是没有感官的 它是没有感性这个东西的 它是纯粹的感应 最初发生的感性 比如扁性动物只有视觉 而且它的视觉只能看见它的遗存物 此外的东西看不见 这叫纯粹的感性 这个时候它没有知性 因为它的对象是单一的 或者它的视觉对象是单一的 因此它没有附多对象判别求断的必要 这叫纯粹感性 然后到脊梭动物和脊椎动物 对象附多化 于是呈现判断知性反应 判别求断反应 我讲过 这是纯粹知性 没有理性 这个时候理性不存在 然后到人类的理性 当人类的理性迭代发生的时候 它在说知性和感性乃至感应 它说的感性其实已经砸入了知性 它说的知性其实已经混入了理性 也就是在感应感性知性理性的全序列上 你已经无法把它做单纯剥离 所以在人类使用感知的时候 感应感性知性理性 做不到纯粹感性 纯粹知性 纯粹理性 因为你已经剥离不出来了 它们是一个无极变量 或没有分别的连续增量 大家注意 康德为了探讨这个问题 不自觉的使用了纯粹理性批判 这样的书名 尽可能探讨纯粹的知性 理性 感性是怎么回事 其实这种剥离是非常困难 而我在讲课的时候讲 当人类处在存在度极低 依存对象量极大 大到在实物状态上 加以判别球段 以无从进行 不得不在概念虚言上 大规模大数量化的进行虚言推理 也叫虚拟推理 这个时候进入理性状态 而越高端的理性 越表达为阳气 或舍弃感性素材的状态 我把它叫理想逻辑 也就是力争达到纯粹理性 但由于越高端的东西 是代常之高端 因此它一定是越飘摇的状态 因为它是存在度降低的属性代常 存在度越低的状态 是越失稳的状态 因此代常度越高的状态 也一定是越失稳的状态 这就是我在讲课中 一再讲一句话的道理所在 越原始越低级的东西 越具有点击性 决定性和规定性 这句话的来源 我们在感知层面上 也会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感应属性在我们无法调动的潜意识 无意识之下 我们不说 大家看感性 感性一定比知性稳定的多 因此我们看 植物总是绿色的 其实绿色是一个假象 只不过是一个波长的错觉 可是我们看植物永远是绿色的 在感性上 它绝不会变化 我们甚至在猴子以前 就已经看植物是绿色的了 它从来没有变化过 即使我们今天意识到绿色 也只不过是一个波长的错觉 树叶仍然呈现为绿色 理性一点都不能改变感性 可是当我们进入知性 也就是对任何一个绿色的东西 进行判别球段 看它跟我们依存的关系 比如在一片绿树叶中 寻找一个青苹果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要做出判断 找见它是否能够实用 就成为一个非常动荡的状态 比如青苹果也许长熟了 青苹果也许没有长熟 没有长熟的青苹果 吃起来是苦涩的 我前面讲过 不是它客观上是苦涩的 而是它在没有长熟的时候 为了保护内部的种子 因为种子没有成熟 它之所以后来长成香甜的形态 是为了让动物去吞食它 然后动物不能消化内部的苹果核 在粪便中帮它博散种子 所以在它没有长熟的时候 它一定把自己表达为一种对动物有害的毒素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吃没有长熟的青苹果会非常苦涩的原因 而且你吃了是会受到伤害的 因为代谢中间产物对人体是有害的 比如亚硝酸盐 于是当你判定在一片绿色之中选择哪一个依存物的时候 它是一个动荡的状态 是一个不能确定的或者很难确定的状态 它跟我们看它是绿色这个存感性的表现的稳定度完全不同 而到理性状态 当我们讲为什么植物会生长 为什么植物会进化 这已经成为理性逻辑推导的产物 于是它没有任何稳定性可言 古代我们说这是神的缔造 中世纪西方说它是因为里面有活素 生命素 以后被植物学家做分类 以后被达尔文说成进化论的产物 以后又被孟德尔说成是遗传基因的规定 也就是在理性模型上 它是一个不断变构的不稳定状态 也就是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感知属性代偿层面上 它仍然表达着越底层越稳定 越高层越动荡的原因 一个形态 而原因就出于这种状态的规定 这也就是为什么最高明的哲学家 比如康德 他在没有这个信息量 没有这个模型的情况下 居然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推断 他说纯粹理性的高度发扬 会带出二律被返的不恰当绝对理念 而且康德说过一句名言 他说理性只不过是激情的奴仆而已 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 我们的低层感知 比如激情 它实际上是知性的一种表达 它左右着我们的理性 而不是我们的理性左右着知性 因此高明的哲人早在数百年前 就已经对人类高度使用智慧提出质疑 因此我们会听见罗素说 你怎么知道智慧不是一种极精炼的愚蠢呢 所以要想知道精神是什么 感知是什么 精神的规定性是什么 甚至对象是什么 客体是什么 主体是什么 你都得在一个更大信息量的模型建构中 重新探讨 但这些模型建构的前提是 人类此前数千年先哲探讨的逻辑路径和逻辑台阶铺垫的结果 没有这个结果 我们后面的所有探索无忧发生 所以我说明 即使到西方古典哲学 人类关于哲学问题的探讨远未穷尽 说哲学终结了这句话 是对哲学问题的呈现毫无所知的表现 而且我也要在这里声明 我现在讲课的这些内容 你在我的著作中是见不到的 因为我没有必要重复前人已经讨论过的问题 我只在前人讨论过问题 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上进行探讨 因此我的学说 只不过是对一个基本原理的证明 而且这个证明系统贯穿 自然存在 精神存在和社会存在三大领域 这是此前没有任何人能做到的 用一个原理贯通三大系统 因为我们所说的宇宙存在总系统超不出这三块 而科学家只面对自然存在探讨 那么如果我的这个模型要想建立 它就必须在原由此前者人所讨论过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因此我做系统证明的时候 我绝不把前人讨论的问题再度讨论 我只是在做原理证明 单线所证明的过程中 走到哪里 牵涉出相关问题 说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式的点评 我以这样的方式把整个系统证明完 同时把哲学史做点状评数 这就是我五眼同论的那个结构 读起来非常困难的原因 原因就在于你必须知道此前先者讨论过的问题进入什么状态 以及遗留什么漏洞 而这些问题我却又不能再行复述 而且他后面还有一个整个自然科学有效信息量的提取 这就使得他的难度很高 但如果读明白他 其实只是一个极简单的原理 我在这里顺便通过西方近代古典哲学的讨论 说明他们讨论的高度 呈现他们讨论的问题 简述这些问题的新模型解决形态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客 我们大致梳理了西方近代古典哲学 接续古希腊哲学思续所进行的认识论讨论层次 那么我们今天下午呢 讨论一些相关的其他非系统问题 但是解决这些概念的问题 可能对于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 有一定作用 我们首先讨论逻辑 逻辑这个概念最早在古希腊不明确 表达为罗格斯 拉丁文表述为罗格斯 它的意思是言词与秩序的含义 大家听这个话的意思 也就是某种不分主客关系的规律表述 那么他随后认清感知对象 和感知本身的关系 可能是一回事的时候 罗格斯的概念 逐步引申出逻辑这个概念 logic 那么最早使用逻辑这个概念 是亚里士多德 但是他用的不是这个词 这个词是后来从拉丁文 罗格斯演化过来的 那么亚里士多德给逻辑了一个定义 叫必然的导出 也就是当年亚里士多德所承认的逻辑 仅值演绎逻辑 也就是如果给出大前提 再给出小前提 结论是必定的 是唯一的 他把这个东西叫逻辑 那么根据我们探讨整个认识论的层次 以及后来逻辑学的扩展性发展 我们今天知道逻辑包含着两重意义 一个是思维推理的鲜艳格律 一个是必然的倒出 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逻辑 仅止思维逻辑 或者叫理性思维逻辑 也就是我们过去的逻辑概念 仅表达在理性推理阶段 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理性逻辑和知性感性 乃至更底层的感应的贯通关系是什么 这个问题就无从探讨 而且既往哲学家 包括康德 包括黑格 包括当代逻辑学家 所有学者都认为 逻辑理性 甚至感性知性理性的总和 只有人类具备 他们把这个东西称作理智 称作智慧 称作精神 视为人类所独享 但到二十世纪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 自然科学的发展 我们今天已经非常清楚 人类的感知系统 是在生物进化的层次一种 逐步造就的 而且我们会发现 理性逻辑的基础 是知性逻辑 形式逻辑 就是知性逻辑的理性表达 我前面讲过 那么知性逻辑的基础是什么 感性逻辑 我们过去一旦说感官 感性 感觉 绝不会让它和逻辑连在一起 可是我们今天知道 它只是在我们显意识底层 或显意识后面 有一个格律化的整顿序列 它当然也叫逻辑 我比一个例子 我们今天给电脑 只是输入了零和一 大量的数码 可是电脑会给我们呈现出来 十分逼真的整个图像 比如你做游戏 电子游戏 虚拟游戏 你在这个足球场上可以踢足球 你可以开汽车 场面逼真 和你给它输进去的是什么 你给它输进去的是一系列零和一的信息元素 那么大家想想我们的感性是什么 外界给我们输入的只是光亮子 对视觉而言 对听觉而言 它给我们只是输入的震动波 对朽觉位阶而言 它给我们输入的只是某种分子 对我们身体有利或不利的分子 那么我们却把它整顿出一个形象必真的表象 很明显 它一定背后在视中数 听中数 以及整个感知中数中 它一定底下有一个我们不能调动的整理逻辑系统 也就是按格律 按某种秩序 进行这些信息整顿的系统 这个整顿的结果才是我们的感性表象 因此 即使我们把它今天调动不出来 找不见它的具体的这个格律表达方式 但我们可以肯定 它后面有一个鲜艳整顿格律 于是我们把它视为是感性逻辑 我相信随着人类信息量的进一步增大 这个东西最终会被整理出来 那么这样我们就出现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通道 严格的讲 它下面还有一层 这就是电磁感应逻辑 比如电子以正电荷碰到质子 它的这个反应方式也是按某种固定的格律进行的 只是在这个逻辑通道 我把它叫广义逻辑 我们把过去的思维理性逻辑 因此而命名为狭义逻辑 过去我们只讨论狭义逻辑 不讨论广义逻辑 不讨论广义逻辑 就会发生一系列问题 就是逻辑的来源是什么 逻辑的演运程式是怎样展开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广义逻辑的通道中 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越原始越低级的逻辑 它的逻辑结构和逻辑格律一定越简单 越高级带长度越高的高端逻辑形态 它的逻辑结构和逻辑格律一定越复杂 这和物质实体结构完全一致 也就是在物眼结构上 我们会看见物眼结构是一个 不断叠加累序的进程 粒子结构上面叠加原子结构 原子继续组分结构 这就是分子结构 分子结构继续组 这就是细胞结构 或者基因结构到细胞结构 细胞继续残化 整顿成多细胞有机体 这叫机体结构 机体结构 在机体外部层面上的继续残化 形成的结构 这就是社会结构 我们会发现物质实体结构 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 叠加累序过程 那么相应的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结构的演化中 感应属性增量匹配进行 也由简单到复杂 发生相应的结构代偿 和属性代偿的并未延展 这样我们就导出广义逻辑的概念 我们为什么要导出广义逻辑的概念 我们后面专探 我在这里先稍微说一下 我们看一下 在当今生物学研究方面 所能提供的某些实证 我说过 我讲哲学课 尽可能用直观的 或者科学的方式表述 以便于大家更容易理解 我们看一看 当代生物学研究 在生物感知序列上的表达 无稽部分 我前面谈过 电磁感应 分子不狼运动 细胞末上的受体反应 这些我们不再谈 我们下面就谈 神经反应系统 或者亚神经反应系统的 感应代偿增量状态 在生物学实验上的直观表达 我们谈这个问题 是为了说明 既往哲学家 把感知 逻辑这些东西 认为是人类所独有 是一种多么狭隘的眼光 从而也导致 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认知 产生严重偏差 要知道 最原始的生物 单细胞生物 就已经有某种感知能力 它在生物实验上表达为 动趣反应 我比一个例子 比如一个厌氧单细胞 也就是 它不需要氧气 对这样的单细胞 生物学家做实验 这些单细胞都是在水中的 水生生物 那么生物学家 给这厌氧单细胞的水中 滴入一个氧气气泡 那么这些单细胞会不断游移 最终远离这个氧气泡 这叫动趣反应 也就是在单细胞阶段 它还没有感官 更没有神经 它仅有细胞末上的受体反应 它已经能够在依存识别上 产生最初级的定向运动 再下来叫去性 所谓去性 我仍然举例子 比如所有细胞的去光性 大家知道 所有细胞 包括单细胞生物 以及所有生命 它的能量来源 归根结底都是太阳能 那么异氧型动物 包括我们人类 其实你采集的所有食物 只不过是太阳能的集聚 它只不过是把太阳能量 集中在植物上 动物吃植物 你又去吃动物肉 归根结底 它是太阳能 那么由于地球上的能量 最主要的都来自太阳能 那么因此所有的 38亿年前的原始单细胞 就都有一个去光反应 也就是追逐光源 而生存的这个反应 这个反应叫生物去光性 它甚至表达在昆虫上的 灯额扑火现象 它也表达在眼睛的发生上 也就是眼睛这个复杂的器官 其实是原始单细胞 去光性在漫长的上一年时间中 逐步发展出来的一个感光结构 大家知道这种去光性 从原始单细胞 38亿年前 一直表达到今天 非常顽固 比如 新生儿 刚刚睁开眼睛 如果你给家里挂一个灯泡 它躺在小摇篮里 你会发现 它的眼睛始终盯着灯泡 这是原始生物 去光性 在人类身上的表达 因此你要特别注意 养婴儿 家里挂的那个灯泡 一定要非常的暗 否则过墙的灯泡 会造成婴儿视觉的受伤 这叫去性反应 去性反应很多 比如 植物表达的复去地性 也就是 它总是反着地心引力生长 因此叫复去地性 你把一棵树扳倒 只要它还活着 这棵树后面的枝芽 又拐回来挣长 这叫复去地性 这种去性在生物上表达的 非常的顽固 这些去光性 去地性 复去地性 这都是去性的反应 好了 再往后 叫反射 它已经是神经壶出现以后的 叫高级反应状态了 那么所谓反射 就是感受器 比如我们的感官 获得信息 形成生物电 通过传入神经 进入中枢 中枢处理完 然后通过传出神经 以生物电的方式 传导给效应器 比如胳膊 比如腿 把这样一个 从感受到中枢整理 到输出为一个行为效果 叫反射弧 它已经形成神经网络系统的 智力反应状态了 再下来 叫本能 大家知道 动物是有本能的 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 一书中专门表述动物本能 动物的本能是非常厉害的 比如达尔文在特种本能中 讨论了蜜蜂剑巢 它的那个六棱形 槽形 是占缔造最大空间 消耗最小材料的一种建筑结构 如果拿数学上计算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数学方程 才能推到出来 可是蜜蜂用不着做数学 它拿本能就可以把这个蜂槽 建成一个最节省材料 容积量最大 然后还最稳固的一个结构 这种模块化 复杂反应的模式叫本能 我们人类在大多数情况下 基本反应仍然被本能所束缚 这个时候知性已经显现 再下来叫动机 动机行为标志着自主意识 建此萌芽 也就是你已经有设定目标的 行为规划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 启蒙克 再下来就发展到意识自由或意志自由 我们会发现 在生物38亿年的演化过程中 感知能度不断提高 是一个循序渐进 一脉传承的过程 而且大家还要知道 既往认为 智慧这个东西只有人类有 学习这个能力只有人类有 这又完全搞错了 生物学家当代研究发现 学习这个现象 居然早在五亿年前的 扁形软体动物那儿就已经发生 比如章鱼 如果你给它电机 放两个卡片 白色卡片 给它的是食物 黄色卡片 给它的是电机 那么生物学家就不断的让章鱼 在这两个卡片中做选择 一旦黄色卡片出现 就电机 一旦白色卡片出现 就放食物 章鱼经过至少24次电机以后 从此见到白色卡片 也就是电机卡片 它就退缩 见到食物卡片 它就前进反应 这表明 在软体动物这个低级水生生物阶段 学习现象已经发生 再比如 让蜗牛这样原始的昆虫走迷宫 设计一个简单的迷宫 让蜗牛走迷宫 最初蜗牛是走不出去的 反复训练之下 最终蜗牛可以一次走出最初它无论如何走不出去的迷宫 表达在蜗牛上已经有学习能力 达尔文当年做贝格尔剑环球考察 走到太平洋南部中部地区 著名的加拉帕哥斯群岛 他在这个群岛上发现同样的地确 却出现了不同的叫声 当然他发现了很多 包括他的会 也就是鸟嘴的形状 会有轻微的差异 这些东西导致他发现歼变物种 从而推翻物种是由上帝固定给定的这个观念 那么达尔文同时就在那个地方发现 在这个群岛不同岛屿之间 距离虽然很近 同一个鸟种居然有不同的叫声 他证明这个鸟的叫声是学习得来的 再举一个例子 生物学家做一个实验 比如有一种鸟叫七鹏 如果把这个鸟生出来 就让它脱离它的副本和母本 那么它天然的叫声是非常难听的 可是如果让这个鸟生出来 随着自己的父母 那么这个鸟最终的叫声是非常婉转悦耳的 证明这个鸟的叫声是学习得来的 它只有用婉转的叫声才能引诱异性 它是一个求偶学习过程 这表明学习这个现象绝不仅仅是人类才有 而是非常原始的低等动物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生物学家逐步研究这个学习进程在生物进化中的增长过程 把它总结为如下情形 最原始最简单的学习叫惯化学习 所谓惯化学习就是学会对反复发生的无关刺激 不于反应以节约体能的这样一个学习 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用音叉给蜘蛛 一个爬在蜘蛛网上的蜘蛛 你用音叉发出噪音 蜘蛛最初是十分惊慌的 可是如果你让这个音叉的噪音不断的在这个地方呈现 蜘蛛最终对这个噪音不再做任何无畏的反应 这表明蜘蛛已经通过学习适应了这个环境 这叫惯化学习 那这是很低级很原始的初步学习 再下面叫印随学习 记忆能力见增并对日后行为产生指导作用 这叫印随学习 我比一个例子 一只小鸭子刚刚生出来 生物学家就把它和母体脱离 这个小鸭子一睁开眼睛 看到的第一个对象 假定是一个绿盒子 纸糊的绿盒子 生物学家不断的牵动这个绿盒子 然后这个小鸭就总是跟着这个绿盒子运动 那么等到这个小鸭子长大 他始终不认他的母亲 他甚至求偶的时候 他的求偶对象都必须扣在绿盒子里 他才产生兴趣 这叫印随学习 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对我们人类也有很深刻的影响 比如第一印象 我们人类通常对一个事物产生的第一次感知建立的印象是非常顽固的 即使这个印象是不对的 是错误的 你后面要就证它都变得非常困难 这实际上是原始印随学习在人类智能中的沉淀 再下来 叫联系学习 也就是被若干相互关联的刺激 诱发形成预备反应程序 它的最典型表现就是条件反射 而我一说条件反射 大家就应该想起苏联生物学家巴弗洛夫所做的那个实验 比如给狗喂食以前 每次进食以前就先敲响一个钟 那么如果敲完钟就给它喂食 反复这样刺激 最终你只要敲钟 哪怕后面不给它喂食 它的唾液和消化液的分泌都会开始进行 这叫条件反射 它实际上是联系学习 再下面叫试错学习 也就是通过行为效果的体验 反复调整自身行为方式 比如走迷宫的实验 再下来叫洞察学习 也就是依据既往经验 达成对处理当前陌生事态的能力和方法 比如给动物放一个玻璃板 玻璃板后面放上食物 那么一般的动物会不断地冲撞这个玻璃板 低等动物一直会冲撞这个玻璃板 那么稍微高级一点动物冲撞几次以后 它就明白扰到玻璃板后面去取食 绝不会再在玻璃板上无谓地冲撞 这叫洞察学习 最后进入推理思维 也就是借助概念和一般原则 来应付予以复杂的具体境遇和问题 到这里 理性展露头角 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 无论是感知能力的逐步提升 还是学习能力的逐步扩展 它都是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逐步发生的 因此人类的感知能力 或者说人类的智慧 绝不是人类独有的 也绝不是人类突然发生的 而是一个雾眼的产物 那么我们要说广义逻辑 它要处理什么问题 就是大家要明白 我前面一再讲 我们的感知 我们对事物达成的认识 都只是一个思想模型 或者叫逻辑模型 它并不是事物的真实反应 那么它为什么会有效 我们的感知为什么是有效的 而且信息量越大 这种感知代偿的功能 似乎也就越强 我们的感知不真 为什么会感知有效 是因为我们的模型 在广义逻辑跟外界的沟通上 是一个完整的通道 因此这个模型 也就是依赖这个模型 可以形成和外部实在的有效对接 只有把广义逻辑模型通洽 和外部事物的关系 在模型依赖上说清楚 我们才能搞明白 为什么我们的感知非真而有效 这个问题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表达 那就是逻辑变革 也就是我们的感知过程 为什么是一个逻辑模型 狭义逻辑模型 或者说理论模型 学说模型 它都不是世界的真实反应 它只不过是我们鲜艳逻辑本身的 处理信息的一个构造 那么我们的这个逻辑模型 为什么是不断变革的 大家知道我们的认识世界并不固定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不断变化的 我们通过不断变化认知模型 而提升我们的文明进程 我举例子 我们人类的宇宙观 最少发生五次大改变 最早 改天说 天元地方说 说大地是一个平板 天空像一个穷龙扣在大地上 这是人类最早的宇宙观 想想原始部落民站在自己的部落门口 看待大地 看待宇宙 他在感性直观上建立的宇宙观 当然是改天说 这个改天说的宇宙观 跟什么匹配 跟当年采集狩猎生存方式匹配 跟当年小范围领地化生存相匹配 随后进入地心说 这个时候地心说的出现 他需要信息量变大 那么在地心说的模型下 至少在西方 在托罗密模型上 他有效维系西方农业文明 长达一千四百年 再下来 哥白尼的日心说 他启动了科学时代的大门 再下来 牛顿的绝对时空说 他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大门 再下来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和由相对论奠基的现代宇宙论 他开启了今天的爱因斯坦时代 核时代和电子时代 以及信息时代 第三次产业革命 都在这个基础上发生 我们发现 我们的逻辑模型 包括宇宙观逻辑模型 都是在不断变革的 大家要知道 逻辑模型变革表明什么 表明我们的宇宙观 绝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应 它只是一个主观逻辑模型 我想说这个道理应该很清楚 大家知道 仅就太阳系而言 太阳系要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它至少需要90到100亿年 太阳系今天已经存在了50亿年 大约在4050亿年以后 今天的太阳 才会交耗完自己内在的 氢核聚变能量 进入红巨星 太阳系的整个格局 才会发生重大改观 可是我们关于宇宙观的状态 仅在短短3000年 至少发生了五次大改变 它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宇宙观 不是客观世界的反应 如果我们的宇宙观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应 它就应该稳定50亿年到100亿年 不发生任何变革 那么我们的宇宙观逻辑的变革 引领着我们人类文明的扩展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那么逻辑变革的状态是什么 这是我们首先要谈究的问题 这又涉及到广义逻辑 大家注意我们讲广义逻辑有两种状态 第一叫广义逻辑通洽 或者叫广义逻辑自洽 第二叫广义逻辑诗洽 所谓广义逻辑通洽 或者广义逻辑自洽 就是从理性知性感性各层面上 在逻辑内部结构上 不发生冲突和拘余 这就是一个问题得到确认的状态 反之当信息量进一步增大 原有的广义逻辑不能维系通洽状态 而发生失洽 我们把它叫做广义逻辑失洽 由此必然带来逻辑变革 我给大家举例子 大家知道托勒密的学说 地心说我们今天知道他是错的 可是当年托勒密的学说 代表当时天文学最高水平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逻辑工程 在希腊原文上 它的标题叫数学汇编十三卷 做非常复杂的表述 要知道地心说 在表述天伦运动上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行星和地球一起 原本是围绕着太阳运行的 现在你要让地球作为中心 太阳和所有的星 包括恒星和行星都要围绕地球运动 你要把它整顿出一个完整自洽的模型 其难度可想而知 那么托勒密怎么办呢 他竟然要把天轮分成两层 本轮和军轮 大家想想行星运动 是个何等复杂的运动 它绕着太阳跟地球轨道 在不同轨道和不同圆周上 以不同速度共同运行 所以你站在地球上 看当年可以直接肉眼看见的五大行星 金木水火土 这些行星的运行 站在地球上看 居然是不规则的 是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的 以地球为中心 要把它们在这样的形式下 总结成一个规律状态 它的难度可想而知 可为什么托勒密的地心说 在当年成立竟达上千年之久 是因为它跟我们的底层逻辑 低端逻辑 感性逻辑相符 因为我们眼睁睁地看着 太阳从东面升起 从西面落下 在我们的感官上 显然是太阳围着地球转 因此 托勒密的地心说 从感性逻辑 到理性逻辑的模型上 他必须找见两者的匹配 他只有把这两者的匹配打通 这个学说才能被认可 这叫广义逻辑自洽 我如果这样讲 还没有说服大家 或者你还没太听明白 我就再举一个例子 要知道在托勒密之前 数百年 公元前三世纪 古希腊出现了一个著名学者 叫阿里斯塔克 他居然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提出日新说 可是他却被淹没在历史之中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日新说 那么他就一定是地动说 也就是地球一定是要运动的 那么如果是地动状态 而且是大尺度的围绕着太阳运动 那么会发生两个当年 在广义逻辑底层 也就是在感性逻辑上 不能匹配的现象 大家想想 我们看任何一个物体 如果那个物体是静止的 我们如果是运动的 那么这个物体的相对位置 一定是移动的 你三点乘一线 你把这两点设定 如果你这一个点动 那这三点这一线的关系 就会不断的摇晃 是不是这样 可是站在地球上看恒星 它居然是永远不动的 当年这个问题是无法解释的 因为如果地动 恒星就不能恒 这个问题回答不了 直到近代 伽利略之后 光形差和恒星视差 这个理论问题的解决 才把这个问题处理完 大家在想 它还面临一个难题 如果地球是运动的 我们却不说地球是个球体 自转这个运动 带来的麻烦 我们还不讨论这个问题 大家想 在当年没有引力理论的情况下 如果地球是自转的 那么没有引力这个概念 地球转人不是掉下去了吗 我们现在姑且还不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只想地球运动 那么地球的运动速度是非常高的 当年按照太阳日新说 可以做一个大致的轨道计算 它的运动速度极高 日行四万里这样的运动速度 那么请想想 如果地球是高速运动 你抛起一个球 你怎么可能同时接到这个球呢 那么地球的运动 这个球一定跑在外面去了 可是我们确实在地球上 是能把这个抛起来的球 接回到手上来的 这个问题当年无法处理 只有牛顿惯性力 这个问题说明以后 这个事情才能处理 也就是说阿利斯塔克 当年提出日新说 在狭义逻辑上 及时摆成一个格局 在广义逻辑 也就是在感性校验上 不匹配 不自洽 于是阿利斯塔克的学说 被淹没在历史中 我在讲什么 广义逻辑 是一个理论或一个学说 或一个思想模型 达成当时稳定正确被接受的基本条件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广义逻辑本身状态的重要性 那么随着信息量的增加 原有的广义逻辑 原有的广义逻辑 通洽的广义逻辑 就会发生矛盾 这个时候标志着原有的理论模型破溃 这叫逻辑变革 引领人类文明发展 那么逻辑变革 是一个什么力量引导它 这就是信息增量 我在前面一再讲 一个宇宙的万物的发展过程 就是信息增量过程 这个自然进程在人类文明中继续表达 因此人类文明程度越低 信息量越低 文明程度越高 处理的信息量越高 所谓逻辑变革 是自然信息代偿增量的一个产物 当信息量达到一定程度 原来低信息量整顿的模型 不能容纳新的信息量 原有的逻辑或思想模型就破亏 我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看牛顿 牛顿的学说被反复证明是真理 他竟然能够有效的预测行星的运行 牛顿的学说最初出现的时候 物理学界 物理学教授大多都读不懂 因为数学方程 微积分是他自己的发明 牛顿的学说逐步被接受 被人惊呼为是神一样的发现了自然界的规律 他的预测准确度高到这样的程度 随着望远镜的发展 发现了一颗星叫天王星 这是金木水火土 肉眼可以看见的行星之外的第一颗肉眼看不到的行星 结果发现天王星的运行轨道不符合牛顿力学的计算结果 这个时候人们不说牛顿学说错了 说天王星运行错了 因为按照牛顿力学的计算 有学者认为是在外围另一个轨道上 有某种质量的行星干扰了天王星的运行 于是人们事先按牛顿的力学方式 都已经计算出那个星应该运行的轨道和质量 随着望远镜继续发展 数十年后果然找见这颗星 这就是著名的海王星 牛顿的学说就这样反复被证明是真理 可是呢 牛顿的学说只能处理宏观世界 引力只能处理宏观力 宏观物质运动可以拿引力来解释 到微观现象出现 也就是有了微观世界的新信息增量 比如法拉第发现电磁现象 麦克斯韦做出电磁场方程 这个时候微观世界的运动 拿引力无论如何无法解释 因为引力需要质量极大的物体才会发生 引力在物理学四例中是一个最弱的力 大家想挪大的一个地球所具有的引力 居然抵挡不住 当然这个说法不准确 一个磁铁所具有的电磁力 你把一串钥匙扔在地上 你拿磁铁可以把这个钥匙提起到地面以上 引力就如此之微弱 这样微弱的力怎么能够解释微观世界的粒子运动呢 因此牛顿的学说 在这个新信息量下完全不能匹配 牛顿学说崩溃 爱因斯坦相对论出现 相对论的出现是因为用它调整时空的方式 可以有效的解释宏观世界运动和围观世界运动的统一作用原理 这叫逻辑变革 这叫逻辑变革随信息增量而发生破溃和变革 所以我们只有在广义逻辑系统 自洽和失洽的不断运行中 在逻辑变革随着自然信息量的增大过程中 你才能理解人类知识增益和知识翻新的含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对人类的整体知识状况和人类的整体认知格局 大致有了一个哪怕是模糊的感受 下面我们讨论一些边缘性问题 我们讨论一下什么叫真理 真理这个词非常重要 这个观念也非常重要 追求真理历来是人类的梦想 或者是人类精神的动能 但是大家如果听懂我前面的课 你就应该明白 求真是一个在真正认识论深层上很难达成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真理 我们通常的真理观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层 我们通常所说的最有意义的真理 指符合论真理观 所谓符合论真理 就是指你的主观感知和客观对象完全相符 这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真理 也是最普遍的真理观 我们把它叫符合论真理观 下面四项其实不重要 所以我只稍微列举一下不再多说 再一个叫自洽论 就是只要在理论上能够自洽 那么就叫真理 这显然是不行的 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对自己所要说的任何东西 达成一个非精密逻辑的自原学说 自原解释体系 所以自洽论不成立 第三就是实用论 所谓实用论 它典型的表达在实用哲学上 也就是认为能够有实践效果的就是真理 但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成立 我们后面会讨论 再下来叫公约论 也就是任何意见 只要得到绝大多数的人公认 就算真理 但实际上这是全盲哲学 因为真理历来掌握在小数人手里 这个说法很容易批驳 最后直观论 就是眼见为实论 这都我们不用再讲 我们现在只讨论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 我前面一再讲过 我说我们的感知不是求真的 在我们接受外部信息的一瞬间 我们就必须在感官上把外部信息扭曲 把光亮子感受为明亮 把光波长感受为颜色 把振动波能量感受为或错觉为轰然作响的声音等等 因此我们的感知本身绝不给我们提供真相 而我们在上面架构的思维逻辑 狭义逻辑也不能纠正这个偏向 它恰恰是以这个感性提供的扭曲素材 建构上一步鲜艳主观格律的再次整顿 因此它一定是扭曲之上的再一次简阅化扭曲 因此从感知模型上讲 我们不可能获得真理 大家要注意 真和理这两个字本身就放不到一起 所谓真一定是你的感 你的逻辑 也就是你的理 没有使加在上面的那个本真 那就是课题 所谓理就是你的感知属性覆盖在上面 对它加以扭曲才获得信息 形成逻辑理脉 所以有真就无理 有理就无真 真理这个词不成立 这就像客观这个词不成立 你要观 它就一定不是客 你一旦是客 它就一定不被你观 所以这个词汇本身就不成立 因此大家要注意 我们所谓的真理这个观念 应该从我们的知识和认知体系中提出 那么我们下面要处理一个问题 这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大家知道中国很著名的一句话 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就是实用论哲学或者实践论哲学 必然导出的结论 但是大家要注意 实践能不能检验真理 这是一个需要琢磨的问题 因为我们发现在真正的西方哲学系中 我们见不到这样的表述 斯宾诺莎和黑格尔曾经有过一个关于真理尺度的表述 他这样说 他说真理的尺度就是真理本身 这句话相当于说真理是什么 真理就是真理 这是一个重言式 这是一个同于反复 为于所给丝毫不比 足于所问 要多出来什么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无效的回答 但为什么作为哲学家的他们会给出这样一个同于反复的表述 是因为实践不能检验真理 大家注意我在这里只是探讨全哲学问题 我们不涉及政治问题 中国当年提出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 是邓小平改革遇到障碍 不得不用这样一个哲学方式 寻求对既往理论框架和政治格局的变革 这跟我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我讨论这个问题也不针对这个政治争论 我们现在只就存学术 存哲学方面探讨这个问题 大家想想 真理能否被实践检验 为什么斯宾诺莎和黑格尔要说 真理的尺度就是真理本身 我仍然拿蝙蝠做例子 大家想 蝙蝠作为一个跟我们人类感知模式完全不同的物种 它以超声回波的雷达反应方式捕捉外物 捕捉对象 我们人类主体80%的信息量来自于视觉 也就是我们以感光方式建立世界表象 如果我们和蝙蝠处在同一个山洞中 仅因为我们各自的感知模式不一样 这个山洞给蝙蝠和我们人类提供的表象一定是不同的 那么实践能检验谁对谁错吗 要知道蝙蝠的那个模型 那个表象在实践中非常有效 它可以在一个蚊虫高速飞行的状态下 蝙蝠自身也高速运动 它居然通过雷达式的超声回波 准确的捕捉一个高速飞行的小昆虫 其准确程度不亚于我们人类放一颗导弹打下一个飞机 实践检验如果有效则为真理 那么蝙蝠有真理 可蝙蝠的真理跟我们人类的世界图景完全不同 而我们人类用视觉建立起来的表象 行为也同样有效 那么谁是真理呢 可见实践不能检验真理 我或者说实践不能检验感知 因为一切实践和一切活动 都是在一个感知平台上被给定的 感知平台上的不自觉认真 也就是你不会自觉到你的感知是是真的 如果不经过反思 那么你是不会觉察自己的感官 实际上是对对象的扭曲 因此我们的一切行为 一切实践是在不自觉认真的 非真感知平台上进行的 因此你的实践行为和你的感知方式 一定是天然匹配的 因此实践是不可能检验真理的 我想这个逻辑关系应该非常清楚 因此实践检验真理无效 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 就是当一个东西在广义逻辑上自洽 形成实践效果反复证明其有效的状态 恰恰是这个真理要破溃的表证 也就是实践不但不能检验真理 反而只能检验真理的破溃 我举个例子 地心说 你在实践上感官上 数千年的西方农业文明都建立在地心说上 甚至中国的盖天说 都有效的指导中国的农业文明 视觉上看 太阳分明扰着地球转 在实践和经验操作的层面上 你怎么检验 它都是对的 可是当你反复检验它没有问题的时候 它形状破溃了 我再举个例子 亚里士多德 他曾经在古希腊时代 就对自由落体这个问题做过讨论 他按照常识 按照实践的方式证明 一个重的物体和一个轻的物体 重的物体一定先落地 这个如果你操作是绝不会错的 你拿一块石头 你拿一片纸 你同时抛下 石头一定先落地 它在实践上反复检验 绝不会出错 这个东西怎么突破呢 伽利略居然是用一个纯粹的理想逻辑实验 把他推翻了 大家知道伽利略的这个逻辑实验 叫规谬法 他在存逻辑上推导 他说如果一个重的东西下落速度快 而轻的东西下落速度慢 那么我把轻重两个东西绑在一起 会出现什么格局 从道理上讲 轻重两个东西绑在一起 重量更大了 它应该下落速度更快 但从另一面讲 轻的东西下落速度慢 如果把轻重两个东西绑在一起 轻的东西就会拖累重的东西 使之减速 因此在逻辑上 两者矛盾 不能自洽 由此伽利略 在逻辑上确定 轻重东西的下落速度一定是一样的 他然后只做斜坡实验 就把这个问题处理完了 他根本用不着跑到比萨斜塔上 抛下大小两个铁球 这件事情在科学史上 根本不存在 完全是杜撰 是一个传奇故事 他说明什么 一个在实践上 在经验上 反复检验没有问题的真理 其实表达着 他行将破溃的状态 所以实践不能检验真理 他反而只能检验真理的破溃 这是我们在存哲学上 讨论这个问题的结论和方式 我们下面讨论一下真理的趋势 我们在一般情况下总会说一句话 我们人类在认识的场合中 是逐步从相对真理 逼近于绝对真理 也就是我们的感知是越来越逼真的 这在我们的日常感觉上 和在我们的一般思想史表述上 几乎是一个常识 我们会发现越高级的理论 似乎越准确 越能够纠正此前的失误 因此在常识上 在质感上 我们人类在认知常合的趋势 是趋向于越来越逼真的 可是大家注意 如果我前面讲 而且这个东西能够证明 就是我们的感知不是真空的空道 我们的感知是靠自己的主观感知属性 捕捉对应客体的可感属性 偶合而成感知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 而我在前面一再证明 这个说法成立 我们的感知不是真空的空道 即使在物理感应那个阶段 电子感应之子也是靠它的负电核属性 而不是靠它的真空感应之子 即使在酸碱分子阶段 酸感知碱也不是靠真空 而是靠它的酸根感应减分子的减积 你不可能用自己的真空去感受对方 你的感知过程是用自己的主观属性 或叫主观感应属性 或叫代偿增益的感知属性 捕捉对象 捕捉对象的对应可感属性 比如你眼睛只能感光 于是你只能感应对应的发光和反光 这个在物理学上 感官生理学上 逻辑上 我们都是可以清楚证明的 那么如果我们的感知 是通过自己的主观感知属性 捕捉信息和处理信息 叫鲜艳感知形式 或鲜艳感知规定 而且 我们会发现在生物的物眼进程中 乃至生物进化过程中 你的知识增量 是通过你的感知属性增益 而达成的 比如电子的感应属性 极为单薄 只有负电荷 于是他所采集的信息量也就极低 只有正电荷或电中性 到分子 它的感应属性也很低 于是他只能拿酸根去感应剪辑 感成炎 到脊椎动物 到扁形动物 它只有视觉 到脊椎动物 它产生五官和下中属 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 在物眼的进程中 感应属性 及其增益的感知属性 是不断增大的 你子所以处理的信息量越来越大 前提条件是 你的主观感知属性在增大 如果这一点成立 那么在逻辑上讲 你的感知量越大 你处理的信息量越大 你的知识形态越先进 它一定是附加在你的感知中的 主观要素越多 感知偶合 也就是感知扭曲量越大 是不是这样 在逻辑上 我们只能得出这个结论 因此从逻辑上退到 感应或感知进程 一定是一个符合论意义上的 感知逼真性越来越低的进程 或者用我在物眼通论第二卷 精神哲学论中的表述叫 信息含量增大 而含真量递减 因为你的信息量越大 一定标志着你的主观感知 属性量越大 偶合和扭曲对象的成分越多 因此我们的感知一定不是越来越 逼近于本真 而一定反而是越来越远离于本真 这在逻辑上是通恰的 它跟一个什么东西匹配呢 跟我们人类的知识 有效度和维系度 被证为的速度越来越快相匹配 大家知道我们知识越发展 它被证明是错了的速度就越快 我们今天信息时代 我们说每十年我们的知识就翻新一遍 这话什么意思 十年以前的知识全错了 它说明我们越高级的知识模型 思想模型 理论模型 它其实含真量越低 因此它的动摇度越高 它和我前面讲 感知越原始的层级越稳定 越高级的层级越飘摇 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大家注意 我们从存哲学和存理性的角度 如果要推导真理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趋势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感知是越来越茫然化的 或者感知失真率是越来越高的进程 它从精神认识论角度 再度表达着 人类文明进程的危机化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下面讨论一个问题 什么叫正确 因为既然我们的知识 与真理无缘 也就是我们的任何知识 学说 包括科学体系 都不含有真理判断 那么我们怎样检验 一个思想模型 一个学说 一个理论 适当或者叫正确 我不知道用哪一个词更好 因为我们日常使用的词是正确 也许用适当 适宜 这些词更好 它的内涵是 跟真理不真理无关 而跟你的存在度带长区配关系相容 或者叫 你的带长量达成存在度地失地补量的存在欲满足值 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有效带长感知 我把它换成非哲学表述 或者变换成我们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表述 就是一切知识和一切感知 那么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判断 它适当或者正确 我们有三条指标 在哲学上或者叫在广义逻辑上 有三条指标叫逻辑三恰 请大家注意 当我讲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回想我开课时候就讲 证明仅止逻辑证明 这句话的含义 一个学说 一个思想模型 适当和正确的第一指标 叫自洽 它分两个层面来讲 第一 狭义逻辑自洽 也就是在你的理性逻辑上 你的理论和学说 在精密逻辑证明中 不发生自相矛盾 比如我刚才讲到的 伽利略规谬法 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常识 在狭义逻辑上不能自洽 因此它被颠覆 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 它还包含一层意思 广义逻辑自洽 就是你不但在理论层面 理性层面 它不发生矛盾 而且它要和整个感知通道 知性逻辑和感性逻辑匹配 我刚才讲到的阿利斯塔克日新论 不获承认 就是因为广义逻辑不能自洽 在感性层面上 在基础逻辑层面上 不能和地动说相容 于是尽管它实际上是对的 但是它在当年不表达为正确 不被接受 这叫逻辑自洽 注意是两个方面 广义逻辑自洽 狭义逻辑自洽 和广义逻辑自洽 第二项标准 它洽 所谓它洽 就是对你不能否证的其他学说 你不能与之发生矛盾 除非你能够否定它 我举个例子 我前面讲 唯物反应论不成立 因为如果唯物反应论成立 那么物理学 光学 波长和颜色 感官生理学 必须颠覆 如果你不能否证 也许这些东西是错的 可你今天如果不能否证它们 不能今天证明它是错的 那么你的学说 就必须跟它匹配 这叫他洽 我再举个例子 爱因斯坦的学说出现 它不能完全否证 牛顿学说 在宏观领域的匹配和正确 它不能完全否证这一点 因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在狭义相对论处理完以后 它必须处理广义相对论 它必须处理引力和时空弯曲 相对理论的匹配关系 它把这个问题处理完 相对论才成立 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匹配的是非常好的 我举一个例子 牛顿的学说 我刚才讲 在天王星和海王星上 非常精确 可是用牛顿学说 计算水星进洞现象 怎么算都算不准 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 由于水星有自转运动 自转的这个旋进运动 会带来水星轨道的一个偏角 这叫水星进洞 用牛顿力学计算 它怎么计算都差43脚秒 也就是水星进洞 在百年周期内 它会发生一度33分20秒的一个进洞 较动量 可是用牛顿的银力学说和经典力学来计算 总有43秒之差存在 始终找不见精确计算 于是有学者按照当年海王星的那个方式 说在水星附近一定还有一个 我们今天没有发现的小行星 干扰了水星的运动 可是怎样都找不到 这个问题选之 直到爱因斯坦相对论出现 用爱因斯坦相对论计算水星进洞 居然分毫不差 非常准确 它说明什么 说明牛顿经典力学 只不过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近似值 也就是爱因斯坦相对论 对牛顿力学的覆盖和他恰 完全实现 于是爱因斯坦相对论 确定 这叫他恰 第三点叫续恰 所谓续恰 就是对新出现的信息增量 你原有的逻辑模型要能够容纳 大家在这里要注意一点 哲学和科学所说的理论思想模型 是非常严格的 它是精确到不允许随便调整的 而且他必须具有普解性 也就是他所对应的所有问题不能出现任何一例反例 如果出现任意反例 你的学说宣告崩溃 而你不能用调整自己学说的方式 处理对象时差关系的问题 不能用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动不动 就调整自己的理论模型 然后说他放子四海尔皆准 这种做法是非常荒唐的 所以哲科思想模型是非常严格的 到科学精确阶段 它更为严格 这就是科学的可爱之处 它要经过严格的检验 严格的不断的批判和冲击 那么当信息量增大的时候 原有的模型继续保持精确格局 而且要能够容纳这个信息量 这个模型才会表达为继续适当或继续正确 否则立即崩溃 这叫许强 比如我前面讲牛顿的学说 他在宏观领域用引力解释所有问题有效 可他无法处理 19世纪以后出现的微观世界运动 这个新的信息量和新现象 他完全无法处理 于是牛顿学说 退为背景 失效 大家要知道牛顿学说是有很多问题的 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牛顿当年讲 引力是所有力的源泉 可是引力 比如太阳对行星对地球的吸引 它的这个力是通过什么传导的 是通过什么作为媒介传递的 这个超距作用怎样实现 牛顿无法回答 因此牛顿按当年的说法 假定宇宙所谓真空中充满着一种物质叫以太 他说是以太这个东西作为引力的传递媒介 可是以太找不见 所以牛顿曾经有一段话 他说他自己的学说是十分荒谬的 牛顿当年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如果找不见以太 引力学说有严重缺陷 科学家想尽办法就是找不见以太 我们今天知道真空不存在 因为所谓真空里面也含着大量的能量波 所谓真空里面其实是一个能量波动的海洋 但它不是以太 物理学界和科学界始终找不见以太 因此牛顿学说底下有一个重大的缺陷 得不到弥补 以至于牛顿本人惶惶不安 直到爱因斯坦学说出现 引力其实只不过是空间曲率的一个表达方式 以这样调整时空的方式 根本不需要引以太这个东西 以太多余 从此物理学界不必再探求以太 我们可以看出新现象的发生 原有模型不能容纳 虚恰不能实现 是一个多么狼狈的局面 这是正确的一个重要指标 我再举例子 达尔文学说 他说越高级的物种 它的适应能力越强 越具有生存优势 叫最适者生存 这是达尔文的原话 可是达尔文的学说 在当年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越高级的物种 也就是适应能力越强的物种 灭绝速度反而越快 这跟达尔文 适者生存的这个推导 完全不匹配 而且我们过去 认为我们越进步 越发展 一定越具有生存优势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 我们突然发现 我们越发展 进步程度越高 反而危机越深重 人类面临越来越重大的 整体生存危机 这跟既往的进化论 进步论 完全不能相容 这些新现象的出现 使得原有的生物进化论模型 和人文观进步论模型 发生实强 于是才有了我的 地弱代偿原理 它既能解释 进化适应现象 究竟是怎么回事 适应能力增强 是代偿量增益的表达 它又能有效解释 物种越进化 死灭速度越快的 内在原因 也能有效解释 人类文明越发展 危机程度越高的 这个新现象 因此我的学说 符合逻辑三恰 当然有待与大家挑刺 我在这里只是想说明一点 什么叫理论的正确 什么叫非真逻辑模型的适当 它必须逻逻辑三恰匹配 大家要注意 适当和正确 我们只是为了回答 感知非真这个话题 它在我们人类的文明史上 其实有各种各样非常生动的表现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讲课动不动就给大家举例子 而是因为实在用这种方法才能使课程生动 也才能使大家在质感上理解我所说的身在理论问题 但我再重复一遍 这种举例表述极不具有严谨性 要知道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 古希腊出现了一个哲学家 此人名字叫埃拉托瑟尼 他竟然在2300年前 他就已经几乎相当精确的测算了地球的圆周 也就是地球的圆周长 大家知道地球圆周有两个数字 一个是尺道圆周4076公里 一个是子五线圆周 也就是镜像圆周404公里 这是今天的精确测量 公元前三世纪 埃拉托瑟尼当年在古埃及尼罗河偏上有 一个叫阿斯旺的地方 也就是埃及南部 在春分时节 数一个标杆测量日影线 大家知道春分和秋分这两个时令 是太阳地轴摇摆 刚好进到尺道上的那一刻 那么埃拉托瑟尼在春分时节 在尼罗河中上游的阿斯旺 立一个标杆 同时派他的重视 在尼罗河下游 也就是埃及北部 亚历山大里亚城 设一个标杆 同时测量日影长度 由于阿斯旺贴近尺道 而亚历山大城远离尺道 这两个测量日影线在正五十分的日影长度 不同 把这个日影长度差 计算出来 然后进行精确的数学计算 埃拉托瑟尼竟然当时 非常准确的计算了地球的圆周长 将近四万公里 跟今天的数值差距极小 大家要知道托勒密 他将年在他建立的地心说模型中 也曾经计算了地球的圆周 居然是一个巨大误差的计算 计算结果是一万八千希腊里 也就是希腊的那个里数 一个希腊里相当于多少 0.1517公里 请你乘一下 0.1517乘一万八千 你乘出来是多少 地球圆周居然只有几千公里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可是大家要知道 当年托勒密的地心说 在总体上广义逻辑通洽 1492年 哥伦布做出了一个荒诞的决定 他依据托勒密的地心说 知道地球是一个球体 他说地球既然是一个球体 那么我从欧洲 要到东方印度 我用不着朝东走 我完全可以朝西走 南辕北辙 也到达印度 而且如果朝东走 大家知道从西欧要到达印度 他得顺着非洲西海岸南下 然后绕过浩旺角 再返回到印度洋 走一个非常曲折的长途 才能到达印度 路程极远 而且海路非常复杂 大家知道浩旺角附近 海浪风暴量极大 那么托勒密设想 说我朝西走 只越过大西洋 我就应该能够到达印度 而且更近 因为托勒密所算的地球非常之小 哥伦布计算完 要比绕浩旺角近得多 如果托勒密当年知道 埃拉托瑟尼的那个正确计算 吓死他 他都不敢走 大家知道他的三条船 非常小的船 百顿稍多 整个成员87人 居然走了70天 他原来预计 应该在数天十几天就到达 死活到不了 全船人员一片悲观 几乎陷入绝境 哥伦布最后要求坚持 发现 哥斯达利加群岛海岸 这个极端的冒险 导致新大陆发现 托勒密根本不知道他发现了新大陆 直到他死 他都认为他发现了印度 因此他把当地的土著人叫印度人 这就是印第安人这个称呼的来源 我在这里想说什么 什么叫正确 那个时代的错误才叫正确 如果埃拉托瑟尼的那个计算 在当时被哥伦布知道 而且哥伦布如果当时知道托勒密的计算是错的 这场重大的启动西方蓝色文明的事件 将会消失 他说明 正确不是求真 正确甚至是一种谬误的恰当时段的表达 正确只不过是生存形式的匹配 正确和适当 只不过是生存形式的恰当代偿增量满足 这个东西叫正确 这就是感知的生存匹配维护关系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今天是科学时代 所有人都会认为自己对科学是什么 非常了解 可实际上我前面一再讲 哲学乃科学之母 如果你不对哲学的根基 也就是科学的底蕴 有真正的了解 你其实根本不知道科学是什么 那么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科学 是指在经验上可以达成实证的那个东西 从经验 从客观出发 达成理论 然后再样经验和实践 因此科学也叫实证科学 或者在哲学上 叫实证逻辑主义 但是呢 即使在盛产科学和哲学的西方 科学是什么 其实一直找不见定义 直到上个世纪 西方出现一个专门研究科学的哲学家 这门哲学叫科学哲学 此人名字叫卡尔波普尔 他第一次给科学了一个定义 语经四座 叫正伪主义 什么意思呢 正明的正 虚伪的伪 大家注意这个词 正伪这个词 是正明的反义词 所谓正伪主义 就是凡事能够证明是错了的学问 才叫科学 我再重复一遍 波普尔讲 凡事能够证明是错了的学问 才叫科学 这跟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科学是真理 是相对真理 是客观规律 完全相反 请大家听懂我前面的课 我们人类所有的知识 只不过是一个鲜艳封闭感知模型 我们所说的规律 永远都是主观规律 怎么会是客观规律呢 那么波普尔做证明 他说你检验 你看科学绝不是实证 有效就叫科学 他说你先看一下非科学 比如神学 比如哲学 你是很难证伪他的 请问 有谁能够证明上帝存在 或者证伪上帝不存在呢 你既不能证明上帝存在 你也不能证伪上帝这个命题 由于他不能被证伪 因此他是非科学 而你是能证明的 信神的人 他是用整种证据 可以证明上帝存在 他是甚至能看见神级 能看见天启 他是经得起实证的 但你就是不能证伪他 因此他不是科学 你在看哲学 他也很难证伪 比如你能证明 唯物主义错了吗 或者你能证明 唯心主义错了吗 你无法证伪他们 因为你拿出来的证据 正是你要证明的对象 如果你持有唯物主义理念 那么你拿出来的任何一个证据 都有效 但反过来 你如果持有唯心主义理念 你拿出来的任何一个证据 也同样有效 证明它是观念的结合 你所提供的证据 正是需要你证明的东西 因此不效 你既不能确定的证明 但你也根本无法证伪 因此它也不算科学 可是纵观科学史 但凡是科学的东西 最终证明都是错了的东西 卡尔布普尔专门引述了科学史的发展脉络 我用他的方式做一个表述 当然不完全严谨 托勒密可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严谨的科学家 他建立的地心说模型精确而有效 直到西方农业文明持续1400年以上 反复证明正确有效 结果今天沦为科学史上的笑谈 哥白尼的日心说 要知道最初纯粹是一个猜想模型 哥白尼在16世纪的时候 文艺复兴已经兴起 古希腊文献已经翻译 哥白尼作为一个教士 年轻的时候 曾经到意大利旅行 他在意大利接触到了托勒密的地心说 学说体系和数学模型 大家知道意大利当时没有统一 分裂为各个城邦共和国 比如威尼斯共和国 佛罗伦萨共和国 米兰共和国等等 因此那个碎片化的政治结构 构成当时文艺复兴的一个社会摇篮 那么这个哥白尼到意大利 见到托勒密的地心说理论体系 研究其中的数学模型和理论系统 他发现托勒密的学说有诸多破绽 而且计算过于复杂 过于重叠 他设想他仅仅是猜想 他没有任何证据 他设想把太阳放在中间 让地球和所有行星星辰都围绕太阳转 那么托勒密的整个数学体系可以明确简化 而且原有的逻辑缜密模型系统的破绽 很容易得到弥补 于是建立日新说 大家要知道 哥白尼家当年建立日新说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几乎和我刚才前面提到的阿里斯塔克 在古希腊时代建立日新说所要面临的尴尬局面 相似 这就是为什么哥白尼直到临死以前 作为波兰人 他的著作出管不了 他最终委托他的一个朋友 到当年分裂为数百个小邦国的德国 德意志这个地方当时只是一个地理名词 根本不是一个统一政治国家体 在那个地方找了一个地方偷偷出版了 据说哥白尼临死以前看到了他的著作出版 欣然而亡 哥白尼死了以后 五十年 布鲁诺要支持他的学说 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太阳广场 万民欢呼 因为他完全是瞎说 没有任何证据 哥白尼死后七八十年 伽利略晚年隐隐约约的发表了 支持哥白尼日新说的意见 被当时的宗教裁判所判为软禁 而当时的学界一片安宁 没有抗议之声 为什么 哥白尼的学说没有任何证据 直到哥白尼死后七八十年以后 从伽利略开始 望远镜的发展 伽利略首先发现金星盈亏 随后又过数十年 光行差 恒星视差的舆论发现 简历 哥白尼的学说才得到确证 我说这一段话是为了让大家理解 科学是什么 先建立一个思想模型的猜想结构 而不是时间出真知 哥白尼的学说出现以后 仅二三百年三四百年 基本上证明主体上都错了 要知道 哥白尼当时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 我们今天知道太阳连银河系的中心都不是 哥白尼认为所有行星围绕太阳运行 都是正圆形轨道 我们今天知道没有正圆形轨道 所有的行星都是椭圆形轨道 所以哥白尼的学说 数百年就发生了重大纰漏 总体上是错的 只在太阳系内部分成立 我们再看牛顿 我前面讲过 牛顿经典力学出现 当年可以精确预测行星 可是理论上正确 居然只维持了二百年 就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寄到后排座 因此爱因斯坦宣布 说他的学说只是一个短命的过渡 要知道爱因斯坦学说 有一个前提条件和假设 光速是绝对速度 也就是宇宙中任何运行速度 不可能超过光速 诸如此类的很多东西 迄今面临重大挑战 爱因斯坦相对论学说 到今天 破绽百出 这是科学界 目前正在超越爱因斯坦学说 种种努力的原因 那么我们现在看 科学史表现为什么 全都是错的 而且越错越快 被证伪的速度越来越快 它标志着科学理论的含真量 越来越低 这个含真量越来越低 被证伪速度越来越快 反复证明是错误 而且能够证明是错了的学说 才叫科学 这跟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科学 是客观真理 是客观规律 完全是不同的认知 波普尔接着讲 他说一般人认为 人类的知识模型 是建立在从观察到理论 这样一个形成中 可事实上 科学恰恰相反 是从理论到观察 先建立理论模型 然后才在实验室 或者在实际观察中 求证 所以科学行为是典型的 哲学存逻辑行为的 思维模式的延续 波普尔 波普尔把它表述为 P1 问题的提出 TT 试探性理论建构 也就是思想模型建构 意义 消除错误 然后被颠覆 形成新的问题 他把这个思想序列 所达成的认知成果 叫科学 这是对科学迄今为止 我们见到的最好的一个 或者相对来说最好的一个定义 而我讲这一点是首先想突破大家 对科学的迷信 我说我们中国人今天处在科学教的状态 是因为我们对科学本身跟哲学的关系 以及对人类感知底层的结构 缺乏了解的表现 那么波普尔讲 他把世界分成三层 他说世界一 就是我们所说的物质客观世界 世界二 就指我们的衣食精神和感知状态 世界三 就是我们的思想内容和知识体系 这里的关键问题 是世界二的部分 也就是你的感知状态 意识状态 精神模型 你得琢磨清楚 否则世界一和世界三的关系 你就永远搞不明白 那么波普尔对科学的这个定义 当然并不圆满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 启蒙客 我们现在简单看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分野 我在第一天讲课的时候 我就讲 中国文化叫技艺文化 技术和艺术文化 西方文化叫哲科思维方式 哲学和科学思维方式 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技术和科学是两码式 他到近代 科学时代以后 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 最终结合为或者发展为一个庞大的体系 我们才把科学技术可以统合起来讨论 在中古时代以前 科学和技术完全是两个思想通道 技术是实践在前 然后找一个理论 把它贯通起来 哲学和科学相反 它是思想建模在前 然后才建一个实验室 用实践经验来检验 所以科学和技术 是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这是大家一定要分清楚的 那么科学和技术的关系 技术是硬态式错法 科学式逻辑软态式错法 因为技术是对住一个对象 不断的试错 由此达成技术成果 比如中国的四大发明 指南针不是理论建模在前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并不知道 地球磁集对横磁铁 所造成的影响 它只是偶然发现 把横磁铁悬浮起来 它总是指向南北方向 这完全是一个经验产物 火药 它是炼金术士们 不断的为了炼长生不老单 往炉子里不断的 加各种东西试错 然后发生意外爆炸的那个产物 印刷术 造纸术和活字印刷 它是工匠们在日常生产活动中 发明的东西 它都跟理论逻辑建立逻辑模型 完全不是一个行为序列 这叫技术 因此中国古代 在人类没有进入科学时代以前 中国是技术大国 在技术领域的发明超前 但是到科学时代瞬间衰落 快速衰落 为什么 因为科学是软态逻辑试错法 它使得在科学逻辑上达成一个结果 用演绎法可以扫平相关所有各面的试错效果 而且科学时是技术加速化 前者它使技术扩大化 后者它使技术加速化 因为软态逻辑实验 当然要比硬态对象试错 要来的方便的多 同时它使技术精细化 因为逻辑建模是精密逻辑的体现 因此它能够达成缜密推演型的技术模型 同时科学史技术系统化 也就是从外延到内涵都表现出广泛联系态 这就使得科学时代一个荒蛮的刚刚脱离黑暗中世纪的西方 在科学时代来临以后快速在世界崛起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 科学和技术是两码式 科学时代奠基在上千年的哲学思绪的锤炼基础之上 这个东西才是科学 那么在科学体系上表达一个东西 叫逻辑比事实更真实 我一说这句话 有人就会说 这是太狂妄的违心主义叫嚣 我见到网上这样批判我 请大家注意 它在哲学和科学上的含义 我前面一再讲 我们的所有感知 只不过是鲜艳感知形式的产物 我们的感知是有规定性的 我们的所有对象是感知中处理过的对象 这就是为什么 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 开篇就讲一句话 他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 而不是事物的总和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人类所说的世界 是逻辑事实的总和 而不是客观事物的总和 因为我们所说的任何事物 实际上是我们的感知模型的产物 而且黑格尔说过一句名言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 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而大家注意这句话曾经不是这个表述方式 我们在日常听哲学课中听到的是这样的表述 叫凡是现存的都是合理的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存的 这个东西很容易让我们误导 因为我们所说的合理 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注意黑格尔的原话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 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什么意思 我们所谓的现实是逻辑模型上的现实 这叫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 我这样讲 大家可能还没听明白 好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 举例子这件事情真让人头疼 大家要想真正理解它 得去读我的五眼同论 存逻辑论证 它才是缜密而精确的表述 16世纪 丹麦出现一个著名天文学家 此人名字叫蒂古 蒂古是当年望远镜没有发现之前 人类当时最优秀的天文学家 他用肉眼观察天象 持续20年以上 丹麦黄石 因为他的巨大贡献 专门在一个叫文岛的地方 为他建立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肉眼天文台 观像台 蒂古这个人 非常辛勤刻苦 他每天晚上严格的观察天象 把肉眼所能观察的数千颗星 包括行星运行的细微变化 做详细记录 他居然能够观察到行星运行轨道的八分差 大家注意 一圈是三百六十度 一度再分六十分 一分再分六十秒 他竟然能观察零点一三度的八分差 行星运行轨道如此细微的差别 他当时是没有望远镜的肉眼观察 而且坐相见 可是由于地骨怀揣的是地心说的理念 实际上地骨是想对地心说有所矫正 所以实际上地骨缔造了一个日心说和地心说的混合模型 他说所有行星都是围绕太阳转的 然后太阳带着行星围绕地球转 他做了这样一个混合模型 但归根结底是地心说 地球不动 免得出现地动说的困境 由于他心怀中暗含的是托勒密地心说的基本理念 他观察二十年形象 他认为他会在天文学上有重大建树 他临死以前哀叹 他多么希望他能有伟大的发现 结果落空 他晚年收了一个关门弟子叫开普勒 开普勒很年轻 二十岁出头 开普勒做地骨的关门弟子 仅一年多地骨就逝世了 开普勒曾经接触过哥白尼的日心说理念 请注意 仅仅是日心说理念 于是开普勒打开地骨的星象记录 他明确发现 如果按哥白尼的日心说理念 地骨的观察 可以有效证明日心说成立 只有这个行星的八分叉 他没法解释 这个时候开普勒意识到 这八分叉有可能表达着 行星运行轨道不是正远行 和白尼出错了 可是他没有任何数学模型可用 他偶然间在图书馆 查说到公元前三百年 阿波罗尼的圆锥曲线论 好 我下面简单说一下阿波罗尼 阿波罗尼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 博物学家或者说科学家 阿波罗尼当年把圆锥体的不同抛面 做完所有数学模型 大家知道一个圆锥体 你做平行切面正圆形 你做有穷脚切面 脱圆形 阿波罗尼当年把圆锥曲线 各种模型的数学方程全部研究完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运处 开普勒偶然发现了这个东西 他把阿波罗尼 也叫阿波罗尼奥斯的圆锥曲线中 椭圆模型数学模型 直接抛在天空中 居然恰好就是行星的运行轨道 大家知道行星的运行轨道 在椭圆形模型中是很复杂的 因为在椭圆形圆点上 行星椭圆形运行就有一个近日点和远日点 行星运行到近日点运行速度加快 运行到远日点运行速度减慢 单位时间中他所扫描的椭圆形扇形面积总是均等 这个奇怪的数学模型阿波罗尼当年证明完毕 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结果开普勒把这个数学模型直接扔在天上 恰好就是行星的运行轨道 分毫不错 这件事情让当代打折怀特海惊呼 物质上未出现 精神早已现 爱因斯坦也曾经为此发表评论 说逻辑和思辨引导事实 我讲这个典故 请大家回想我前面说的黑格的那句话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 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逻辑比事实更真实 什么意思 我们所说的世界是我们的逻辑模型塑造体 我说到这儿大家还应该回想一个东西 理念论 是理念为真还是事实为真 我们一般人会认为事实在前 理念在后 错了 理念在前 事实在后 你抱着地心说的理念 你就是地骨的天文事实 你抱着戈白尼的日心说理念 你就是开普勒的天文事实 开普勒因此被称为天文立法者 也就是他能够精确计算任何行星 精确为之 因此号称天文立法者 他说明什么 逻辑比事实更真实 他表达的是人类认知模型 和我们所指望的世界模型的对应关系 即使一个逻辑模型当时缔造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在哪里落实为事实 它都终将表达为事实 我提醒大家注意理解 这个系统叫科学 叫知识体系 叫世界观和宇宙观模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下面得讨讨论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所有的科学 最终却要拿经验来检验 叫实验观察 也就是最高端的精密逻辑模型 最终却要用最低端的眼见为实来检验 尽管眼见不为实 却要用它来检验 因此把科学叫实证科学 请注意我前面讲过 实证和证明是两回事 证明是指广义逻辑证明 和狭义逻辑精密建模 实证仅指底层感性逻辑验证 所以这是两个概念 但问题是 既然逻辑比事实更真实 为什么要用低端感性逻辑检验它 请大家注意 理解我前面反复讲过的两点 第一 人类的感知跟外部世界的沟通 是通过广义逻辑自洽模型实现 因此如果你在高端逻辑达成 你在广义逻辑的底层不能验证 整个广义逻辑通道没有打通 第二 越远使越底层的东西 越具有点击性 决定性和稳定性 就是这个低弱代常原理的规定 使得高端逻辑精密模型 最终却必须用最粗输的底层感性实验观察来验证 这就是科学表面上的背反形态发生的原因 所以我们可以讲逻辑比事实更真实 但你不能讲逻辑比事实更可靠 这个里面的逻辑只狭义逻辑 就是你不能讲理性比感性更可靠 因为越低端的东西越具有稳定性 大家要理解这段话 你得打通我整个讲课中的内容 那么我们下面再讨论一个问题 波普尔给科学做出正为主义定义 对不对呢 粗略一看似乎成立 但其实不对 为什么不对 因为我们如果不限于科学事业 如果我们把认知现象扩大 拉大尺度 情形为之一变 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 越原始的认知 越难以被证为 越高端的认知 证为速度越快 这跟科学无关 从神学 哲学 科学 全系列都是如此 你不能说神学不能被证为 它只是很难证为 它只是稳定度极高 你也不能说此前的哲学 不能被证为 它也同样只是证为难度更高 比如你读一下我的五眼通论 神我们是可以证为的 因为神代偿量太大 属性和能力太高 因此他本不可能在我们的前段 他只会在我们的身后 所以赫拉利 《未来简史》这本书的原名 叫《从智人到神人》 表述精荡 哲学上过去的问题 也不是不能被证为 比如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 不可之论 听懂我前面的课 它是可以被证为的 它是不能在广义逻辑上通恰的 它是不能塌恰的 它只是要比科学的证为更难 需要更多的信息量 需要大于一般科学的信息量 仅此而已 而且我们把尺度再拉大 我前面已经讲过 感性比知性稳定 知性比理性稳定 即使在动物阶段都是如此 因此我们把整个认知史 物眼认知史 不是人类认知史 动物认知史 拉开 越低级越原始的认知方式 越稳定 比如电子和质子之间的电磁感应 肯定是最稳定的 它比感性 看所有的植物 树叶子的那个波长是绿色 还要稳定 因此正维主义在大尺度上表现为 一切认知成果越高端 越飘摇 这个总趋势 如果是这样 那它就不仅仅是科学阶段的定义 而是整个认知史的定义 因此把正维主义作为科学的定义 不成立 是不是这样 因为定义是指 你所讨论这个问题的明确边界 在这个定义中被框定 所以 波普尔的正维主义 不能只作为科学的定义 可以作为一切认知史的 失稳趋势的表达 由于波普尔 对最基本哲学问题的探求深度不够 因此他当年已经发现 科学的正确率在下降 顺着这个逻辑推演 他应该得出人类的认知 含针量是越来越低的 是越来越远离本阵的 可他仍然最终说 科学的发展过程是越来越逼近于真理的 从而发生重大逻辑混乱 好 那么我们下面 给出一个我也不能算精确的科学定义 他不在我的书中表达 因为我在书中不敢表达 因为他不够精确 我只在讲课中大致粗略表达 科学是什么 首先是狭义逻辑模型 也就是哲学逻辑游戏的产物 第二 分科之学 由于他的高度抽象化和缜密精确化 因此他可以容纳更大的不断扩容的信息量 当信息量扩充到一定程度 没有任何人的精力可以整顿全部其中的信息 于是人类不得不以分工的方式 分科研究这个逻辑模型的总体 视为分科之学 第三 高度动荡的逻辑模型 由于它是人类逻辑高端产物 达到理性逻辑的高级阶段 因此它是最失稳的模型 这是波普尔说 凡是能证明是错了的学问 就叫科学的原因 逻辑模型 表达科学非真 分科之学 表达科学残缺 分化 动荡状态 表达科学危局 它的基本特征叫逻辑模型在先 精确缜密形态 高度可证伪性 这个知识系统叫科学 我就用这样最简略的方式 把科学做一个基本概括性总结 因为科学是一个具体对象 不在我终极研究的讨论范围 但是我的五眼通论精神哲学第二卷 讨论整个认知进程是什么 这些讨论的方式